第一章,老天会眷顾每一个善良的女孩,求家书架波波,帝都,八月,一股刺鼻的消毒水位充斥着鼻腔,秦桑鱼缓缓睁开双眼,他打亮着身边环境,洁白无暇的床单被罩,右手边放着挂点滴的支撑架,看着门外来来往往的护士,他猜想到这里是医院,僵硬的头颅向左侧微抬,映入眼帘的男人,威闭双眼侧躺在沙发上,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的身材。 男人睁开朦胧的睡眼,瑞一抬眼,看到清醒的女孩,墨地一阵站起来,急忙呼喊医生。紧接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来,看了一眼女孩,面向男人,霍先生,我再给秦小姐做个全面检查,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霍燕诚轻叹一口气,秦小姐,你都睡了五天了,终于醒了,我说,其人自有天象吧,医生仿佛比家属还要激动。 霍燕诚来到病床边上,弯下腰伸出骨节修长的大手,准备落到女孩脑袋上。 女孩却缩下脑袋,似乎在躲避她,你是谁?霍燕诚神色微微凝了一瞬,眉心一压,停下手上动作。 嗯?秦桑宇脸颊染上一抹烟红,语气软糯,我说你是谁啊? 林医生一脸震惊,秦小姐这是失忆了,你还记得什么?比如你家里人,同学,朋友?或者你觉得现在是哪一年? 秦桑宇摇了摇头,纤细白嫩的手指,抓紧紧攥住背脚,往被窝里缩了缩,不记得。 霍燕诚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没有发现。 我是你的小叔,霍燕诚。 秦桑宇一开口继续问,却被霍燕诚打断了,你先休息会儿,我和医生有话说。 医生办公室里霍燕诚坐下来,有没有办法让他永远失忆? 林医生愣了一秒,啊? 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尽量不要让他接触以前的环境,物品和人,有可能很久都想不起来。 霍燕诚硬了声,林医生又压低嗓音,霍先生那套房子,也会让助理带你去办过户手续。 人尽皆知,霍燕诚是帝都首富,他有权有钱,为人狠利冷血。 当时把秦桑宇送进医院,情况危急,当天就得做手术,但手术风险极大。 他不敢冒险将女孩随便交给哪个医生。 发出公告,谁能救他,可以送一套别墅,反之如果救不了,一生生牙就到头了。 林医生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台手术,富贵显中求,手术成功了便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想想都美滋滋。 霍燕诚骨节修长的手拨通手机,他醒了,电话那头传来老年男人的声音,那太好了,小姐终于醒了,我这揪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霍燕诚顿了顿,不过失忆了。 啊? 电话里的男人惊讶地问。 霍燕诚没有任何解释,回去之前把他以前用的东西都换新,别乱说话。 此刻,正在做检查的秦桑鱼问个不停,医生,你认识我爸妈吗? 我今年多大了? 我上的哪所大学? 林医生谨记霍燕诚的叮嘱,除了他的年龄,其他都说不知道。 林医生带着秦桑鱼回到病房,看着霍燕诚说,检查了,没什么问题,可以出院了。 霍燕诚浅浅硬了声,门口进来几个女佣,帮秦桑鱼收拾行李。 随后跟着霍燕诚出门,他小心翼翼地跟在身后,左看看。 又看看,对这个世界既好奇又恐惧。 他很想问前面的男人,但男人冷傲姑亲,盛气逼人的样子让他有些畏惧。 前面的男人猛然停下脚步,转过头来,似有话要说。 思绪还在放空的秦桑鱼猝不及防地撞上温热的胸膛,他连忙后退一步,懦懦地说,对不起,我没看路。 霍燕诚轻声说,你走我旁边。 秦桑鱼迈着小步往霍燕诚旁边挪了挪。 霍燕诚低谋看着这个少女,虽然失忆了,他还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生怕别人生气。 一辆兵力停在他们面前,司机穿着西装革履,下车拉开后坐车门,俯身迎接。 医院和家里有段距离,秦桑鱼坐在舒服的座椅上睡会儿。 车辆到达货宅,秦桑鱼下车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房子如宫殿般金碧辉煌,屋前有两个大花园,还没进屋,就可见四五个佣人。 进去正厅,一排女佣整齐地站着,俯身鞠躬。 秦小姐好,霍先生好。 恭喜小姐出院,别站着了,过来歇歇。 说话的是一位老者,头上交错着黑白头发,黄褐色的脸皮皱纹堆叠,眼睛成了一条线,看起来很慈祥。 我是这个家的管家,服侍过秦老爷子跟霍先生,现在主要跟着小姐,你可以叫我钱爷爷。 吃过晚饭,秦桑鱼躺在自己大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 此刻,霍燕成双腿交叠坐在书房,薄唇轻吐出烟雾,若有所思。 前管家坐在对面,皱紧眉头,小姐这也算是苦尽甘来吧。 霍燕成轻轻嗡了一声。 墙上的石钟一分一秒地转动了一圈又一圈,思绪又回到了从前。 二十四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穿着极其单薄的衣衫,脸蛋冻得亲子,双手抱着肩摩擦取暖,腿脚已经被冻僵。 秦老爷子从远方归来,看到路边的小男孩,急忙脱下自己外套给他披上。 孩子,天这么冷,怎么不回家? 我没有家男孩哽咽。 我生活在孤儿院,他们经常不给饭吃,还会殴打我。 昨晚我偷跑出来,说着他借开衣衫,给秦老爷子看他一身赏痕。 叔叔行行好,收留我好不好,我能干活。 秦老爷子看着男孩如此般可怜,很是心疼。 好好好,是个好孩子,你还小,不用你干活。 雨落,带着男孩往家走。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霍燕成。 家里还有个17岁的姐姐。 那些年秦老爷子待他也是极好,他自然不会辜负秦老爷子。 秦老爷子这些年走南闯北挣了不少银两。 三年后,秦老爷子为女儿招上门女婿,要求生出来的孩子姓秦。 一年后秦桑鱼出生了,这一年霍燕成九岁。 霍燕成是懂得报恩的,待秦桑鱼是极好。 可事与愿为,秦桑鱼八岁这年,父母出车祸双双身亡,十岁这年,秦老爷子也因病去世。 只剩下秦桑鱼和霍燕成了。 那年,霍燕成一边上学一边实习创业,好在秦老爷子去世前将遗产平均分给了霍燕成和秦桑鱼。 由于秦桑鱼年龄尚小,便先存着,等他成年了再给他。 也是因为这笔遗产,霍燕成创业路上才能比较顺利。 自此之后,秦桑鱼患了抑郁症。 霍燕成帮他请心理医生给他最好的物质环境,可始终不了起色。 直到秦桑鱼二十岁这年,不知是霍燕成生意场上的对手还是什么人,恶意传播谣言,说秦桑鱼是个不祥的女人,是他客死家里人。 很快这话传入秦桑鱼的耳朵。 他自责,害怕,恐惧,抑郁症更加严重。 他想想,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是自己害死了家人。 第一次,他在浴室割脉了,幸好霍燕成发现及时,抢救了过来。 第二次,他偷偷跑去楼顶,幸好钱管家在上面,将他赶下来。 霍燕成增加了保镖,不让他出门,收起家里尖锐的物品。 这一次,霍燕成编了个故事,他说公司运营出现重大问题,需要一笔资金帮他渡过难关。 秦老爷子当年给他留了一半财产,刚好能帮霍燕成渡过难关。 但秦老爷当年设定了严格的提取要求,必须他结婚了才能提取,并且婚姻关系必须保持三年,不然将有巨额违约金。 他拿出合约,约定结婚,三年后,秦桑鱼可以自由选择离婚,还是不离婚。 他怕他自杀,毕竟这是秦家唯一血脉,秦老爷子养他这么多年,他是应该报恩的。 结了婚他便有了家人,还有那三年合约,他短期内应该不会想着结束生命。 他同意了,他不曾想自己还有用处。 就这样,匆匆忙忙领了结婚证。 他不让办婚礼,也不让告诉别人。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一个月,他留下书信,跑了出去。 他说,他还是无法坚持活下去,对不起。 他跑到路中间,汽车来不及刹车,他终于解脱了。 惠燕成接到电话时,他已经在医院,回到故事开头,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伤口也没有再复发。 他婚离了五天五夜,惠燕成和前管家轮番照顾,别人他不放心。 醒来他就失忆了,老天给了他们一次重来的机会。 他定将把握住。 霍燕成盘算着,如果秦桑鱼问起,就说他父母和秦老爷子在国外经商。 随后找人假扮视频通话。 当初结婚只是为了保住秦家唯一的血脉,并不是因为喜欢。 所以先不告诉他已经领证的事实。 清晨,微薄的阳光穿过云层照射进来,秦桑鱼翻了翻身,将被子扯过头顶,继续睡觉。 大约十点,他才缓缓地下床,推开房门。 小姐早,四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女佣,俯身鞠躬,每人手上还捧着一些东西。 小姐,这是您的手机,里面已经存有霍先生的电话,您之前的手机丢了。 小姐,这是霍先生为您准备的裙子,您看看是否喜欢。 小姐,这是霍先生为您准备的黑卡,您可以放心地刷,就算您买个商场钱也够。 小姐,这是去疤痕药膏,可以快速清除您因车祸头部留下的疤痕。 这阵仗令秦桑鱼瞠目结舌。 这什么条件啊,心里暗喜。 小姐,霍先生准备的东西,可否喜欢? 钱管家笑容满面地走来。 他第一眼见到钱管家,就觉得亲切,本以为是自己的爷爷。 嗯,秦桑鱼嘴角略带微笑,礼貌地回应钱管家。 钱管家迈开腿走向沙发,示意秦桑鱼过去坐。 钱爷爷,我爸妈最近不在家吗? 我伤这么重也不来看我。 秦桑鱼质疑性地问。 哦,他们在国外做生意,你受伤了霍先生没告诉他们,怕他们担心。 幸好昨晚和霍先生商量好了。 那你能给我讲讲我以前的事吗? 我很想知道。 秦桑鱼一脸殃求的表情。 以前也没什么事,你们一家和睦,不过就是父母常年在外,稍微疏远了些。 我房间里怎么没有以前的东西? 比如衣服。 霍先生说生病前的东西不吉利,烧了。 实际上,他怕秦桑鱼想起以前的事,让人快速清理了。 钱管家虽是和霍艳成商量好的,但也是怕他问了什么问题,自己答不上来,内心慌张极了。 待在空调房里,一直擦汗。 秦桑鱼见状拿起扇子为钱管家扇风。 钱管家连忙抬手拒绝,怎么能让小姐扇扇子呢? 使不得,使不得。 秦桑鱼勉强一笑。 他又接着问,为什么我姓秦,小叔姓霍? 当年你父亲是入赘秦甲,你随母姓。 嗯,秦桑鱼淡淡回应了句。 看来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家庭和睦,物质充裕。 心里暗喜。 秦桑鱼回到房间,抹了药,再试了试货验程给他准备的衣物。 老男人欣赏水平不错呀。 下午秦桑鱼让钱管家带着他参观了整个货宅。 傍晚,秦桑鱼拿起换洗睡衣静直走进浴室,浴室的地板上竟铺着厚厚的垫子,这不就可以不穿拖鞋了吗? 他变光脚进了浴室。 不知过了多久,不远处传来庸人唤货先生的声音。 他回来了。 霍燕成迈着大步路过浴室,忽然停住脚步,浴室门口的粉色兔兔,拖鞋格外刺眼。 这是他曾经穿的鞋,这些人怎么办事的,没有处理干净。 霍燕成小声呵斥身旁女佣,命他赶紧将鞋拿走,换一双过来。 不得不说玉室门的隔音还是不错,秦桑鱼没听到任何声音。 洗完澡,他换上霍燕成准备的睡裙,搭拉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来。 他略一抬眼,男人是按的眼底充满了平静,高挺的鼻梁下是两半勤着凉薄的嘴唇,棱角分明的脸庞,身上的平整的衬衫和西裤,显得更加冷峻。 瞬间感觉空气中的温度像是降了几分,不由的打着寒颤。 他身体正了正,垂眸寻找拖鞋,但未找到,他只好光脚走出来。 看着他捏手捏脚的呆萌样子,或咽成轻轻冷笑一声。 啪哒一声,紧接着是稀碎的陶瓷碎片落地的声音。 他不小心撞到旁边的花瓶。 神经病啊,谁把花瓶放着,别动。 霍燕成浑厚冰冷的声音传入耳中。 下一秒,他察觉到脚下一空,霍燕成一只大手扣住他纤细的小腰,一只手伸进他两腿膝弯处,将他抱起放在桌子上。 靠得这么近,他能清晰感觉到一股男人气息。 男人开着眼前皱起眉头的女孩,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顺着脸蛋看下去,女孩的睡衣略显不合适,领口微微垂下张开。 白皙的肌肤暴露在眼前,望下去一朗无鱼。 上次看的时候,女孩在浴室割腕,他焦急地冲进浴室将女孩抱出来,给他披上毯子。 那些年在孤儿院被打得浑身是伤,他都不曾掉眼泪,女孩自杀时,他却哭了。 他怕自己辜负了秦老爷子给他的恩,如果连秦家最后一个血脉都保不住,万千思绪涌入心头。 他睁睁地看了几秒,才转开视线。 小心碎片扎到,寂静的空气突然传来雌性的声音,将女孩下的身体一颤。 秦桑宇内心,他不会是个变态吧,这么看我。 秦桑宇不敢说出来,怕激怒他,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嗯,他顺着霍燕城的意思回应了声。 此刻,女容拿来更换过的拖鞋,放在地上之后,实相地走开了。 秦桑宇内心,这老男人真是心机深重,先给他买不合身的睡裙。 再趁他洗澡拿走拖鞋,身边放了一碎的花瓶,真是打得一手好牌。 花瓶,是前管家整理摆设时多出来的花瓶,便放在那,忘了取走,想什么呢? 霍燕城用手,敲了敲他的脑袋。 顿时间,秦桑宇有些结巴,没,没什么。 雨落,霍燕城拿起拖鞋为他穿上。 再重复刚才的动作,将他抱起来放地上。 哦,我去吹头发,秦桑宇头也不回地跑进卧室。 秦桑宇回到卧室惊魂未定,自以为是生活如意的富家小姐。 没想到,家里有个变态老男人,想办法逃出去。 前管家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小姐,你收拾完出来吃饭,霍先生等着。 他现在哪有心情吃饭? 秦桑宇浅浅地回应,我不饿,你们吃吧。 好。 幸好今天前管家带着他参观了货宅,不然连大门都不知道在哪。 秦桑宇看着门外无人看管,想必现在那个老男人已经吃完饭, 捏手捏脚地出来,按他计划好的路线逃跑。 此刻,霍燕成双腿交叠坐在沙发上,对面坐着前管家。 霍燕成点燃一根香烟,用修长的手指夹着,缓缓放到嘴边,浅浅地吸了一口, 薄唇轻轻吐出烟圈。 刚才医院打电话说什么? 说小姐之前治疗抑郁的药的,在吃一段时间,虽是失忆了, 但之前重度抑郁,导致生理上的损伤还未治愈。 霍燕成眉心平缓,未察觉到有什么问题,那就让他继续吃。 不能让小姐知道吃的是治疗抑郁的药。 霍燕成思考片刻,一会儿把药放到果汁里。 前管家善善地应了声。 此刻,秦桑宇趴在门上偷听,他只听到了后两句。 把药放果汁里,这句话在他脑中盘旋,果然是个禽兽,还想下药。 他撒开小腿往大门跑去。 保镖伸手拦住了他,小姐,没有霍先生的允许,您不能出门。 他只好回到房间,从长计议。 前管家敲了敲门,小姐,霍先生亲自给你准备了鲜榨果汁。 你放桌子上,我等会喝。 前管家放下果汁出去。 看来现在就得逃,不然晚上,想想就可怕, 秦桑宇不禁打个寒颤。 窗户外不远处是一堵矮墙,周围没人看守,他翻过矮墙,逃出来了。 可是他走了好久,空荡荡的街道一望无际,不知道该去哪里,父母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家里还有个大魔头,害得他无家可归。 去警察局报警抓他。 警局里的人自然是不信秦桑宇所说的。 所有人都知道霍燕成是首富,身边想上位的女人数不胜数,他都不屑一顾,这么多年一直单身。 怎么可能强迫一个女孩? 无奈地拨通秦桑宇提供的电话,电话那头真是霍燕成。 警察客气地通知他来警局一趟。 去了警局,霍燕成出示了结婚证和秦桑宇的诊断证明。 警察便让女孩跟霍燕成回去。 秦桑宇定是不愿意,闹腾了一阵,发现没人理会他。 那一刻,在他眼里这些人都被霍燕成收买了,闹了也没用。 他只好跟在霍燕成屁股后面回家。 回到霍宅,秦桑宇前脚刚踏进门,就感觉腰上一紧,被霍燕成的大手扣住,整个人被横抱起来。 流氓,放开我,秦桑宇两手拍打抓到男人胸膛,男人不仅没有放手,还抱得更紧了。 紧接着,他被放到了桌子上。 霍燕成一手扣住他的细腰,一手抓住他不安分的双手。 略带巢穴的说,小丫头,你居然告我对你图谋不轨,告我下药。 霍燕成看着眼前这个女孩,以前的她内向腼腆,除了重度抑郁那段时间,都是温顺听话的。 现在变得像指难以驯服的小野猫。 她竟有了想逗逗女孩的想法。 女孩恶狠狠地瞪着霍燕成,难道不是吗?放开我,你个禽兽。 那我就让知道什么叫禽兽。 话落,霍燕成一只手勾起女孩下河,将脸抬起来面朝他。 缓缓俯身。 女孩看着男人即将逼近的脸,眼泪夺眶而出,一滴一滴顺着脸颊流到他手上。 他停下了动作,本是想逗逗他,没想到把他吓成这样。 霍燕成抬起手为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秦桑鱼哭得更加激烈,嘴里大声嚷嚷着, 混蛋,你别碰我,你这样对我不怕遭报应吗? 霍燕成叹了口气, 小丫头应该误会了他俩的关系,才会这么闹腾, 耐心的解释道,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以后你可以不用叫小叔,直接称呼惑先生就好。 秦桑鱼暂时停住哭泣,瞪大双眸望着男人。 霍燕成继续说,当年,你外公看我可怜,收养了我, 后来他们出国经商,便把你放在我这, 这些年一直是我在照顾你。 看来他只是寄人篱下而已,并不是什么富家小姐, 父母外公能把他扔到这,可见是不想要他了。 女孩愤怒地瞪着霍燕成,伸出小手用力挠了他胸膛, 那你就可以随便欺负我吗? 单薄衬衫下的胸膛感到明显刺痛, 嘶,真是个小眼猫。 霍燕成眼神变得略微严肃, 伸手停到他腰间,皮肤触感柔软细嫩, 轻轻捏了一下,你乖点,不许再胡闹了。 腰间疼痛感让秦桑鱼皱起眉头, 他最怕疼痛,身体往后缩了缩。 看到女孩这般模样,应该不会再闹了。 他缓缓将女孩从桌子上放下, 女孩头也不回地跑回卧室。 不久后,钱管家温声细语地敲门, 小姐开下门,我给你做了点夜宵, 这么久没吃饭,肯定饿了吧。 秦桑鱼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膝盖, 饿狠狠地说,我饿死也不会吃的, 谁知道有没有下药,你开门, 我给你解释解释。 女孩只好开门,你失忆前,经常头疼, 医生说的再吃一个月, 霍先生怕你多想,才让我将要偷偷放进果汁里。 秦桑鱼撅起嘴,自然是不信他的话, 那你吃一个我看看。 钱管家身体一正,还是默默吃了一个药, 这样你该相信了吧。 秦桑鱼接过药吃了下去。 小姐你也别生霍先生的气, 这些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 难免刻薄了点,你别往心里去。 你按霍先生定的规律形式, 便不会有错。 晚上,霍燕城躺在床上, 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胸膛上被秦桑鱼抓得伤痕, 嘴角微微勾起, 这小野猫,有意思。 上午十点,秦桑鱼被敲门声吵醒。 钱管家敲门,小姐, 林小姐来了,在回客厅。 林小姐? 是谁? 秦桑鱼悠悠地过去, 眼前的女孩看起来和自己年龄相仿, 皮肤白皙,相貌娇美。 乖乖,听舅舅说你出车祸, 不好意思,前几天不在, 没来得及看你。 霍燕城和秦桑鱼领证的事只有他和钱管家知道, 所以,钱管家只是叮嘱林默不要提之前异语和父母的事。 乖乖, 是在说我吗? 是啊,哦,忘了你失忆了,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林默伸出手做出握手的姿势, 我叫林默。 霍燕城是我舅舅, 我呢,是你闺蜜。 女孩笑颜如花, 看起来阳光开朗的样子。 霍燕城在自己事业稍微有所成就的时候, 派人调查自己身世, 最后查到林默的母亲是自己亲姐姐, 不过她也是被手养的, 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 秦桑鱼握住林默的手, 微微一笑, 两位小姐你们先聊, 我给你们七点水果前管家走开了。 既然你是我闺蜜, 我之前的事你应该知道吧? 我有没有男朋友? 我之前什么样子? 秦桑鱼一脸八卦地问。 林默叹了口气, 这些年霍燕城将秦桑鱼管得很严, 怎么会允许她谈恋爱? 前生说, 舅舅不让你谈恋爱。 这霍燕城管得真宽, 太讨厌了。 好吧, 她应该有很多女人吧。 据我所知, 没有, 一直没有, 母胎单身, 好多女人尚敢给接近她, 她都没兴趣。 秦桑鱼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而后又一脸邪笑, 母胎单身。 对女人没兴趣, 该不会是喜欢男人吧? 那她对她又搂又抱的是为什么? 怕她喜欢男人的是被看穿, 故意掩盖。 毕竟他们两个相处最多。 想到这里, 松了一口气。 你好久没出去了吧, 我带你逛商场。 说着, 林默拉着秦桑鱼往外走, 却被前管家拦下了, 霍先生说了, 秦小姐身体还没恢复, 不能出去。 没事, 我照顾她, 放心吧。 S商场是集合了所有高端品牌的高级商场, 来这里逛的基本都是富家夫人小姐。 乖乖你先在这, 我去上个卫生间, 林默急匆匆地跑开了。 秦桑鱼叹了口气, 这闺蜜好像不太靠谱。 她慢慢悠悠地走进一家店, 看到一个包包还不错, 准备伸手去拿, 却被价格惊呆了。 五十万, 店员看着这女孩穿的一身不是高端品牌。 摆出鞋眼, 这包怕是你一辈子都买不起, 什么穷酸样还来这里逛。 秦桑鱼衣服是货艳成让私人设计师定制的, 这些人定是看不出来。 秦桑鱼, 我住在宫殿里, 你不知道吧? 这区区五十万怎么可能没有, 霍艳成给了她黑卡。 瞧不起谁呢? 秦桑鱼刚准备反驳, 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这不是秦桑鱼吗? 哟, 这是给哪家大款做小三, 竟有钱来逛这里。 女人名叫苏薇, 是秦桑鱼的大学同学, 占了自己父亲有钱, 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同学不知道她和霍艳成的关系, 也不知道她无父无母, 只觉得她是个穷人家的女孩, 总欺负她。 之前的秦桑鱼因患有抑郁, 她胆小怕事, 被人欺负了, 只会默默压在心里, 这使得那帮女人更加肆无忌惮。 秦桑鱼看出了这几个女人来者不善, 挺了挺奸, 就你这姿色, 想做小三都没人要吧? 女人不敢相信, 秦桑鱼竟然敢反驳她, 气得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你不是有钱吗? 这面墙上的这些包应该也就一千来万, 你有本事都买回去。 秦桑鱼不屑一顾的说道, 秦桑鱼抓住苏维眼中的躲闪, 该不会是买不起吧? 也就这点能耐。 买? 怎怎么会买不起苏维结结巴巴的说? 为了面子, 苏维将这一面墙的包全买了。 付完款才反应过来被算计了, 恶狠狠的盯着秦桑鱼, 你怎么不买, 不会是买不起吧? 啊, 对对对, 我没帮上大款, 我没钱啊, 当然买不起。 秦桑鱼倾笑一声, 苏维气得直跺脚, 林墨才上完卫生间出来, 看着秦桑鱼脸色不太好, 乖乖,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了吗? 没有, 刚碰见几个疯狗, 啊, 没伤着吧? 看着林墨一脸担心的样子, 秦桑鱼嘴角微微勾起, 这闺妮真是傻得可爱。 苏维父亲看着银行卡流水短信, 电话那头传来嘶吼, 你竟敢花这么多钱, 回来看我不打死你。 苏维恶狠狠的和其他两个女人, 盘算怎么整一下秦桑鱼。 逛了很久, 秦桑鱼想上卫生间, 扯了扯林墨一脚, 示意和他一起去。 林墨正好看上了一套喜欢的衣服, 推开秦桑鱼的手, 乖乖, 你自己去好不好, 我试试这衣服, 记得左边的小卫生间正在维修。 你去右边大卫生间。 好。 秦桑鱼看到不远处, 苏维和那两个女人走进小卫生间, 奇怪, 刚才林墨不是说小的在维修吗? 走近一看, 把个警示牌放在大卫生间门口。 这是什么意思? 来到小卫生间门口, 看着洗手池水龙头上连着场馆, 旁边还有几个拖把, 一共就两个厕所位子, 一个关着门, 一个开着。 转念一想, 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这种把戏, 不是小孩玩的吗? 秦桑鱼邪恶一笑, 轻轻抬脚走进去, 将关着的那个厕所门顶个拖把, 开启水龙头拿着管子往里面浇水, 传出女人的惨叫声。 秦桑鱼笑了一声, 怎么样, 好玩吗? 秦桑鱼, 你给我等着。 里面的女人愤怒地喊道, 秦桑鱼转头要走。 秦桑鱼你别走, 你把门给我打开。 傍晚, 货宅, 货燕成双腿跌坐在沙发上, 修长的手指点了一根烟, 慢吞吞地吐了个烟圈, 眼神深邃冰冷, 皱起眉头。 旁边站着两个低着头的小姑娘和一个五十左右的老人。 货燕成幽暗的双眸直勾勾盯着秦桑鱼, 谁允许你出门的? 小丫头刚出院, 还失忆了, 偷跑出去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秦桑鱼还未回应, 林诺小声开口了, 是我带她出去的, 她病了这么多天, 该出去透透气。 下次不许了。 再这样我让你妈把你关家里。 钱管家, 送林小姐回家。 林诺同情地看了一眼秦桑鱼, 那你小心。 秦桑鱼, 小心什么? 小心这个老男人。 货燕成眼眸深沉, 呼得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谁允许你出门的? 秦桑鱼像是要和她对抗般的眼睛直勾勾瞪着货燕成。 男人看着眼前女孩, 以前的她乖巧懂事, 言听计从, 失忆后怎么转性啊? 还敢瞪我? 男人冷峻严肃的脸俯看着她, 不就出去逛了一圈吗? 至于这样吗? 女孩收回眼神, 有点胃气, 压低了声音, 含糊不清地说, 你要清楚, 这些年是我在养你, 你父母在国外, 压根就没回来过。 货燕成眼眸变得更加深邃, 家规里写得清清楚楚, 不禁允许跑出门, 可是要挨戒齿的, 男人话语停顿的片刻, 紧接着说, 哦, 对了, 你失忆了。 秦桑鱼心里窃喜, 失忆了便不用挨罚, 却又听到男人说, 这次先不打了, 把家规抄五遍。 哦, 秦桑鱼嘟了嘟嘴, 房间里, 秦桑鱼蹲坐在椅子上, 看着这几千字的家规, 陷入沉思。 怎么会有人这么变态, 设立这么多条规律? 女孩不情不愿地抄着家规, 嘴里一直碎碎念, 或艳成, 大坏蛋。 要是在古代肯定是欺压良民的暴君, 你是猴子吗? 蹲在椅子上, 身后男人的雌性声音传入秦桑鱼耳中, 他吓得身体微微一颤。 秦桑鱼, 他没听见我骂他吧, 佛祖保佑, 阿弥陀佛。 这椅子太矮了, 坐着难受。 秦桑鱼小心翼翼地回答, 男人掰开腿走过来, 拉开一旁的椅子, 一只大手揽住女孩娇软的小腰, 将她抱过来, 放在腿上, 双臂还住她的小腰。 这样就不矮了吧。 霍燕城有黑的眼眸俯下看着女孩, 不矮了, 不矮了女孩慌张地回答。 秦桑鱼内心, 这个臭男人又占我便宜, 该不会是为了掩盖他喜欢男人的事? 故意做戏给我看。 刚才我好像听到有人骂我坏蛋。 霍燕城的黑眸又低了几分, 女孩紧张地不敢抬头, 没, 哪有人敢骂你。 我可听见了, 霍燕城骨节修长的手指停在女孩腰侧, 轻轻捏了一下以示惩罚, 细嫩的肌肤, 触感柔软的不可思议, 霍燕城停顿了几秒, 手才舍得拿开。 女孩皱起眉头, 你有没有喜欢的女人? 没有。 看来他猜对了, 又有钱长得又帅一致单身, 肯定是喜欢男人。 嘴角的一抹笑意被男人抓住。 你笑什么? 没什么。 秦桑鱼还想再确认一下, 他是否真的对女人没兴趣。 女孩将头转向男人胸膛, 抬眸往上缓缓接近男人。 一秒后, 男人浓郁的气息冲进女孩鼻腔, 女孩心脏加速了跳动。 这股气息竟如此好闻, 女孩脸部微微泛红。 两个薄唇快要碰到时, 或艳成乎的将头往后仰, 你在做什么? 这小丫头这么快就喜欢上我了。 还好没告诉她, 我们已经结婚了, 不然以后怕是会被她缠着, 离不了婚。 毕竟当初结婚, 只是为了报答秦老爷子的收留之恩, 留住秦家最后一条血脉。 不然自己怎么会跟这个小丫头结婚? 没什么, 跟你开个玩笑, 只许你逗我, 不许我逗你。 女孩潮穴道。 秦桑宇感受到男人心脏在快速跳动。 看来她真的害怕跟女人接触。 以后可以肆无忌惮和她相处了, 毕竟她不喜欢女人。 女孩突然想到, 今天欺负她的那几个女人, 想借获燕成之手帮自己报仇。 富有心机般的压低声音, 略带撒娇的跟男人说话。 霍先生, 今天出去有女人骂我, 说我给大款做小三, 秦桑宇小嘴绝了绝, 委屈巴巴的说着。 霍燕成一双黑眸变得冷俊严肃, 竟敢欺负我家的女孩, 必定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谁? 男人眉毛微醋, 俊脸变得阴冷。 我不认识, 挺年轻的, 应该是同学吧。 钱管家, 将丫头的所有同学合照拿过来。 丫头? 平时霍燕成这样她称呼吗? 那还挺挺温柔的。 这男人也没想象中那种坏。 钱管家拿来相册, 秦桑宇一眼就认出苏薇。 她穿着妖艳, 一身名牌货。 秦桑宇伸出小手去指, 你还看了一下照片上对应的名字, 苏薇。 霍燕成让助理查了苏薇的所有资料。 苏薇并非苏家亲生女儿, 是当年苏福苏母去福利院挑的孩子, 过了几年年苏母得病离世, 苏福生意场上不顺, 喝了酒就会殴打苏薇来发泄。 秦桑宇一问道, 那她为什么不报警, 不跑? 霍燕成伸出大手亲抚女孩脑袋, 因为跑了什么都没了, 不跑还是苏家大小姐。 秦桑宇叹了口气, 何必呢? 霍燕成看了一脸单纯的女孩, 今天她欺负你了, 我让助理把苏家的合作项目都解约。 别了吧, 她养父要是知道因为这是被解约了, 那苏薇岂不是又要被打, 太可怜了。 同事寄人篱下的女孩, 肯定会多些感同身受, 为了一点言语冲突, 让苏薇被养父打, 自己还没那么记仇。 霍燕成见女孩如此善良, 一股暖流流过心头。 秦桑宇眼眸里充斥着些许担忧, 抬眸望着男人, 你也会打我吗? 你不听话, 不遵守家规就用戒指打手。 哼, 这老男人还是这样讨厌。 一直顾着说话, 秦桑宇的家规, 抄写了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霍燕成低谋看着怀里不安分的女孩, 今天抄不完, 不许吃饭。 秦桑宇看着这么多字, 什么时候才能抄完啊? 刚才说他温柔的话收回。 霍燕成坐了一会儿,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抬头已经是晚上十点, 秦桑宇肚子饿得咕咕叫。 还有一遍没抄完, 钱管家端着些饭菜进来。 小姐, 饿了吧, 我偷偷去厨房给你拿点饭菜, 你趁热吃。 不会被发现吧? 不会, 他都睡下了。 中午的太阳火辣得灼烧着地面, 房间里变得闷热, 女孩热得头上滴落着一滴一滴的汗珠。 小姐, 起来吃午饭了, 钱管家敲门。 秦桑宇便从床上爬起来, 用纸巾擦拭着汗珠, 来了。 这都是小姐最喜欢的饭菜, 钱管家看着秦桑宇大口吃着饭, 眼里充满了对孩子的宠溺。 钱管家比秦老爷小几岁, 由于家里穷, 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 好在秦老爷子愿意收留他, 这些年他见证了慧艳成的到来, 秦桑宇的出生, 秦老爷子去世, 他把秦桑宇当自己孙女来腾。 他一辈子没有过孩子, 之前秦老爷子为他巡礼门亲事, 结婚后没多久女人得病去世了, 至此之后他便一个人一直跟着秦老爷子。 霍先生要是在, 可不能这么吃饭, 吃饭要细嚼慢咽, 钱管家看着狼吞虎咽的秦桑宇, 善善地说着, 他怎么管这么多, 烦死了。 钱管家接着说, 还有, 早上不能睡懒觉, 这两天霍先生走得早, 所以我就没叫你。 要是霍先生在, 秦桑宇无奈地边吃边说, 知道了, 昨天抄家规看到了, 这个老男人, 定这么多破规矩, 真是够够的了。 此时, 坐在A市CBD中心写字楼总裁办公室里的男人打了两个喷嚏, 刘特柱拿着几张晚宴邀请函, 敲了敲门, 进来, 这是顾总差人送来的邀请函, 就在今晚, 刘特柱将邀请函交给霍燕成, 看到霍燕成眉眼一压, 似乎思考着什么。 刘特柱又接着说, 我去聚了顾总吧, 您一向不喜这种场合。 不必了。 霍燕成抬眸打量一番不远处玻璃外的秘书, 你带着孙秘书去几个高端品牌店里, 挑几十件晚宴礼服送回货宅。 定做礼服肯定来不及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高端品牌里挑。 霍燕成让刘特柱带着孙秘书去的主要原因是, 不相信刘特柱这个直男的眼光。 再者是孙秘书平时穿着大方得体, 优雅成熟, 而且多了些女人味, 不像自家的丫头总挑可爱甜美的衣服穿。 孙秘书自然能挑些令他满意的礼服。 片刻, 孙秘书敲门进来。 霍总, 买衣服的要尺码, 请问身高, 体重和三围都是多少? 霍燕成用手抬着腮帮, 身高855, 体重90到100吧, 腰围嘛, 最小码应该可以, 臀位正常大小。 思考片刻又说, 胸围C。 好的。 孙秘书转身出去。 胸围C, 想到刚才说的话, 或验成脑子里浮想连篇, 之前不小心看过女孩的身材, 手指放在她纤细的腰间, 那一丝绵软, 不禁面色潮红, 情绪上涨。 男人接了杯冰水, 大口喝下去来平复此刻的燥热。 货宅, 衣服都推到室衣间, 刘特助指挥着庸人将各式各样的礼服推进去。 秦桑于闻声出来, 这么大阵仗, 干什么呢? 秦小姐, 这是霍总为您准备的晚宴礼服, 等会她回来亲自给你挑选。 刘特助解释道, 对了, 您失忆了, 我是霍总的特助, 刘琳。 秦桑于打量了男人一番, 嗯, 这不会是霍燕城喜欢的那个男人吧? 说着邪魅一笑, 秦小姐, 是有什么问题吗? 刘特助看着一旁一直盯着自己的女孩, 不解的问, 刘特助, 你有女朋友吗? 啊, 没有, 母胎单身, 刘特助有些许慌张, 秦小姐不会对她一见钟情吧? 秦小姐这般大家闺秀, 至少也是得嫁给门当户队的少爷, 自己算什么, 这要是让霍总知道了, 不得打断腿。 秦桑于, 哈哈, 让我发现你们的秘密了吧, 两个母胎单身的男人, 还特助, 我看是故意留在身边吧。 但人都散去, 霍燕城迈着大步走进门来, 看着旁边女孩, 愣着干嘛, 进去试衣服。 哦, 女孩踩着小碎步, 默默跟在霍燕城身后进了试衣间。 女孩抬眸被眼前场景惊焊住了, 这比商场的店铺还要大, 旁边有两个试衣间, 外面放着沙发, 里面放着几十件礼服。 每件都要是吗? 女孩看着这么多礼服, 是玩到何年何月了。 先挑几件你喜欢的, 我看看, 霍燕城双腿交叠坐在沙发上。 女孩挑了几件比较保守的礼服, 试了试, 霍燕城都不满意地摇头。 女孩又挑了几件可爱的礼服, 霍燕城还是摇头。 女孩有些气囊, 那您挑几件您觉得好看的, 我再试。 霍燕城走到一架前, 挑了几件, 走了几步, 摸的一件深色落背露间的包屯裙, 出现在男人眼前。 男人嘴角微微勾起, 取下来让女孩换上。 女孩将衣服拿到试衣间, 打量了一下, 摇了摇头, 这男人欣赏水平真是一眼难尽。 没办法, 霍燕城选的衣服, 不穿就得挨骂, 只能默默穿上。 换好衣服, 女孩从来没穿过如此暴露的衣服, 小心翼翼一只手捂着胸口, 慢慢悠悠地走出来。 霍燕城抬眸望着秦桑鱼, 女孩皮肤白皙, 在灯光的照射下更加娇嫩, 恰到好处的苏兄翘臀, 满满的曲线感。 霍燕城直勾勾地看了女孩, 突然间脸部泛红, 情绪高涨, 感觉下一秒就要流鼻血。 好看吗? 女孩瞥了眼男人, 男人淡淡地回答, 不好看, 不好看你还让我穿。 女孩气恼。 男人走上前去, 骨节分明的大手伸向女孩光滑如此的腰部, 触感细腻的不可思议, 女孩并没有抗拒。 霍燕城思索片刻, 其他男人如果接近她, 她不会也这么乖, 任由其调戏吧。 顿时眼神阴暗下来, 低谋看着女孩, 别的男人这样抱你, 你也不反抗吗? 秦桑鱼淡淡回了句, 何止反抗, 我还打呢? 你这问了什么问题? 所以, 霍燕城唇角勾起一抹笑容。 这件不合适, 换了吧, 霍燕城淡淡地说。 哦, 秦桑鱼垂下头默默走进试衣间, 继续试穿别的礼服。 这件是类似于蛋糕裙的礼服, 虽是粉色, 却丝毫不舒气势, 高端雅枝有气质, 不不露腰不露肩, 这才是傅家小姐该穿的。 霍燕城甚是满意。 礼服选好了, 该挑鞋子了。 秦桑鱼一眼就看中一双十厘米高的细跟鞋, 迫不及待地穿上。 她没穿过高跟鞋, 刚走没两步, 一只脚踩到裙摆, 摇摇晃晃, 快要摔倒, 她闭眼, 做好摔地上的准备。 猛然间, 一股好闻的男人味道传入鼻中, 女孩落到男人怀里。 女孩睁开双眸, 男人冷俊帅气的脸出现在眼前, 男人略显担心的皱眉, 小心。 第一次穿高跟鞋, 就敢选这么高的跟。 男人打去道, 说着将女孩扶起。 嘶, 好疼, 秦桑鱼站起来, 才发现自己扭到脚了。 疼得, 呲牙咧嘴。 霍燕城扶在女孩腰间的手没有松开, 另一只手伸到女孩膝盖弯处, 将女孩公主抱式抱起, 走了两步, 放在沙发上。 男人将女孩脚上的高跟鞋脱去, 手上很有力道地捏了几下脚踝。 紧了后, 女孩奇迹般地感到不疼了。 他不可置信地望着霍燕城, 你学过一? 没有, 霍燕城淡淡地回答。 那你怎么一下子就将我的脚捏好了? 你小时候经常这样, 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后来遇到一位退休老医生, 他捏两下就好了。 我便去学了学他的手法, 以防你再次扭脚, 霍燕城淡淡地解释道。 那时霍燕城不怎么喜欢秦桑鱼, 但他是被收养的, 为了讨好秦老爷, 便想着办法对秦桑鱼好。 他并不贪图秦老爷的钱财, 只希望秦老爷能带他好点, 将他当作亲儿子。 秦桑鱼眼眸充满了感动, 竟不知从小霍燕城就带他这么好。 现在虽然管得严了点, 实际对他是很上心的。 霍燕城拿来一双稍微矮点的鞋, 给秦桑鱼穿上。 试试这双, 应该可以。 霍燕城怕女孩再次摔倒, 一只手放在女孩腰间, 扶着他慢慢向前走。 女孩依然有些站不稳, 扭捏地晃了几下, 都被霍燕城扶正了。 渐渐地, 秦桑鱼身体不再晃动, 霍燕城将手松开, 女孩笔直地走着。 不曾摔倒。 霍燕城走到一旁, 打开精致的盒子, 取出一条项链, 帮女孩戴上。 男人手指出碰到女孩颈部时, 女孩身体像触电一般, 一瞬间的苏玛, 女孩面部泛起微红。 霍燕城未察觉到异样, 帮女孩戴好后, 将她领到镜子旁。 怎么样? 好看吗? 霍燕城满心期待地问。 秦桑鱼皱了皱眉, 可以说实话吗? 说, 不好看。 小女孩才喜欢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略显浮夸。 霍燕城善善地笑, 抬起修长的手指挂一下女孩鼻梁, 你不就是小女孩吗? 秦桑鱼略带撒娇地说道, 我已经二十了, 是成年人了。 戴着吧, 虽不好看, 但她贵重。 你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不得隆重点。 好, 秦桑鱼只能默默答应。 霍燕城叫来化妆师, 为女孩化一个精致的妆容。 此刻, 霍燕城在外面沙发等待着。 霍先生, 秦小姐化好妆了。 霍燕城迫不及待地转头看过来。 女孩身穿粉色礼服, 头发披散开来, 皮肤白嫩无瑕, 精致的妆容在灯光下衬的女孩娇艳欲滴。 霍燕城嘴角带着微笑, 望着娇滴滴的女孩, 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男人竟有了将女孩据为己有的想法。 霍燕城谈完事情, 看着趴在桌上小脸微红的女孩, 却脸顿时冷了下来。 看着走向自己的霍燕城。 女孩气恼地转过头, 不理会她。 女孩面色潮红, 又闻到一股酒味, 霍燕城黑眸紧皱质问谁允许你喝酒了。 我乐意, 不要你管。 这小丫头, 现在竟然敢这么跟她说话, 看来的好好教育教育。 此时, 王金胜的父亲拽着王金胜来到霍燕城面前。 霍总, 您看看, 您家孩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看着油腻男鼻精脸肿的样子, 秦桑宇挑衅似的勾起唇角, 你信不信我再打你一顿? 话落, 女孩搂起袖子, 握紧拳头。 爸, 你看, 王金胜向父亲撒娇。 秦桑宇内心, 呦, 怎么会有如此恶心之人? 霍燕城黑眸阴冷, 小丫头应该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打人, 而且, 看这个男人也不像什么善人。 王傅不依不饶地说, 必须让他现在当着所有人面道歉。 话音刚落, 秦桑宇一拳打到王金胜嘴角, 一脚踢到肚子上, 整个人向后倒下, 还不解气地踢了两脚。 道歉, 下辈子吧, 女孩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霍燕城紧跟其后, 女孩愤怒地拉开车门, 坐进后座, 双手抱胸。 霍燕城一只大手将女孩揽入怀中, 说吧, 为什么打人? 女孩不语, 男人修长的手指勾住女孩下巴, 俊脸渐逼近。 顺时间大把的眼泪掉落下来, 润湿了男人手指, 秦桑宇哽咽着, 他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霍燕城眉心皱起, 抬起手为他擦拭眼泪, 语气温和, 你慢慢说, 敢欺负你, 我处理了他。 他哭得更加厉害, 他说给我一百万, 让我陪他睡一夜。 霍燕城脸色极具阴沉, 眼神似乎能杀人。 我的女人我都舍不得碰, 那狗东西居然打我女人的主意, 活到头了。 霍燕城抬起青筋抱起的胳膊, 取出手机拨通刘特助电话, 查查王金盛, 想办法送他进去, 盼几年我给你工资翻几倍。 停顿一鸟接着说, 一会儿找人用麻袋绑了。 刘特助, 有这么好的事, 不多找点他的黑料都对不起我自己这么多年辛苦的工作。 听到这里, 女孩也安心了, 酒劲渐渐上头, 开始晕晕乎乎。 霍燕城将女孩投埋到自己胸前, 温暖的大手轻轻俯了一下女孩脑袋。 怀里的女孩似乎坐着不舒服, 不安分地扭动着身子, 霍燕城低眸看着女孩脸色微红, 还时不时动动焦红的薄唇, 女孩的香味吸入鼻中。 霍燕城解开衬衫上一个扣子, 扯了扯衣领, 整个人燥热难耐。 抬手打开车上的空调, 这样稍微凉快了些。 女孩像是有点怕冷, 往男人怀里钻了钻。 霍燕城抱紧女孩。 回到霍宅, 霍燕城将女孩公主抱紧抱起来放到床上, 命女拥为她换上睡衣。 女孩皮肤白皙娇嫩, 面色微红, 时不时翻转一下身体。 霍燕城眉眼带笑盯着女孩, 小东西越发可爱, 不禁抬起修长的手指, 在她脸上捏了一下, 女孩似怕疼的缩了缩脑袋。 晚安, 霍燕城到了生晚安便出去了。 刘特助打来电话, 霍总, 查到了这姓王的小子吃喝嫖赌, 真是样样不辣, 我现在已经把她绑了, 打得还有一口气, 把她扔到警察局了。 霍燕城双腿叠坐在沙发上, 修长的手指点上烟, 缓缓吐了个烟圈, 黑眸略显平和。 好。 清晨, 晴空万里, 云霞满天。 秦桑宇感觉到小腹传来撕扯般的疼痛感, 立刻去了卫生间, 如她所料例嫁来了。 她翻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找到卫生巾, 现在的她不宜行动, 只能让女佣去帮她买两包。 树然间, 打开房门, 客厅净空无一人, 抬眼看到门上贴着亮眼的便利贴, 小姐,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佣人培训日, 我带所有佣人去H市培训, 明天早上回。 保镖和厨师都正常上班, 如有其他事可直接联系霍先生。 钱管家留, 秦桑宇无奈地吐了口气, 这要巧吗? 总不可能让保镖去买卫生巾吧。 她摸索出手机, 拨通了霍燕城的电话, 霍先生, 那个, 我那个来了, 能不能帮我买两包那个? 霍燕城此时正在车上, 神色微微凝了一瞬。 哪个? 两秒后才反应过来, 知道了。 司机, 掉头, 去最近的超市。 超市里的卫生巾品牌琳琅满目, 让人眼花缭乱。 霍燕城第一次买, 犯起了难。 旁边的贵员看到此景, 不禁笑了笑。 贵员笑意盈盈地询问, 先生, 您是帮老婆选吗? 霍燕城手指微, 给我家小丫头买。 贵员耐心地解释, 我推荐您这几种, 小姑娘, 皮肤比较细腻, 容易过敏, 这几款不会过敏。 皮肤细腻, 这个词让霍燕城耳根微微泛起红韵, 定了定神, 想什么呢? 收回思绪。 回到货宅, 垂眼看着蜷缩在床上的女孩, 霍燕城目光中充斥着担忧。 霍燕城将两包卫生巾递给女孩, 语气温柔, 先去换下。 女孩拿着卫生巾乖乖进了卫生间, 换完后, 女孩软塌塌地继续蜷缩在床上。 霍燕城眉头微醋, 嗓音低沉悦耳, 很疼吗? 秦桑宇脸部猙獰, 低声懦懦回答, 嗯, 很疼。 霍燕城缓缓将骨节修长的指腹穿过女孩上衣, 停留在小腹, 轻轻按压, 我帮你揉揉, 就不疼了。 指腹触碰到女孩肌肤的那一刻, 她略显紧张地将身体往后缩了缩, 眉头皱得更紧。 霍燕城低声安慰着, 乖, 不怕。 揉了一会儿, 秦桑宇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女孩神色微僵, 她似乎揉肚子很熟练, 语气轻缓。 你是不是帮顾婷也揉过肚子? 霍燕城不知道女孩为何突然这样问, 没有丝毫犹豫, 没有。 秦桑宇嘟着腮帮子, 情绪全然表现在脸上, 可是昨天, 她叫你燕城哥哥, 还拉着你。 小东西, 这是吃醋了。 霍燕城勾了勾唇, 霍燕城略显急迫地解释,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以后也不可能有。 女孩浅浅硬了声, 你睡会儿, 霍燕城太手揉了揉女孩脑袋, 另一只手继续帮女孩揉着小腹。 秦桑宇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霍燕城缓缓起身去厨房熬了一碗红糖浆茶, 放在床头。 女孩睡醒后, 已不见男人身影, 见床头放着的红糖水拿起来一饮而尽。 她慢慢悠悠地走出房门, 见书房门开着, 探进脑袋。 霍先生, 你在做什么? 霍燕城指了指眼前的电脑, 鼻声说, 你不舒服, 我今天在家工作, 秦桑宇想着, 失忆这么久, 都不知道霍燕城是做什么工作的, 好奇地走上前去瞄了一眼。 见走过来的女孩, 霍燕城长臂圈起女孩纤细的腰, 一把将女孩揽入怀里, 双手还住女孩。 这次女孩似乎没有反抗, 不知是肚子疼没力气还是习惯了霍燕城的怀抱。 霍燕城低眸看着怀里的女孩, 耐心地讲解着, 你看, 我主要审核一些重要合同和文件, 霍燕城给女孩翻了翻电脑上的文件。 秦桑宇看到文件上方, 写着机密文件四个大字。 抬眸问霍燕城, 机密文件你都让我看, 不怕我信力啊。 女孩眉眼带笑, 粉嫩的小嘴一撅一撅地说着。 霍燕城抬起修长的手指, 刮了一下女孩高挺的鼻梁, 眉眼全是宠溺, 你信力了, 公司倒闭了, 我就没钱养你了。 嗯, 霍燕城看着怀里的女孩, 粉嫩的脸颊, 红润的薄唇, 好想亲一口, 又怕吓到女孩, 收回思绪。 秦桑宇突然皱紧眉头, 捂住肚子, 又开始疼了。 嗯, 女孩略带哭腔地回答。 霍燕城将手指慢慢伸到女孩衣服下, 放在小腹, 继续帮她揉肚子。 女孩似乎很失睡, 在霍燕城怀中又睡着了。 女孩睡觉很不安分, 脑袋在霍燕城驳梗蹭了蹭, 均匀的呼吸打在男人驳梗处, 霍燕城一瞬间向身体通过一股电流斑, 心跳加速。 这微妙的感觉让霍燕城脸上泛起微红, 男人轻轻扯了扯衣领, 喝了几口冰水来, 停服心里的燥热。 过了一小时, 霍燕城拍了拍女孩肩膀, 将女孩叫醒, 是不是该换那个了? 哦, 对, 女孩赶紧跑到卫生间。 一会儿, 女孩又来到霍燕城身边。 霍燕城伸出一只长臂, 示意女孩坐她怀里, 女孩没有坐过去, 而是坐到旁边椅子上。 霍燕城略显不悦地皱起眉头, 勤丧于看着日历, 都八月下旬了, 我是不是快开学了? 霍燕城淡淡地回答, 嗯, 我在哪个大学? 上大几了? 华青, 大三, 那是不是得准备上学住宿的东西? 不用, 学校离家很近, 我让司机每天建议上下学。 秦桑于不开心地趴在桌子上, 本想住学校可以没人管, 无忧无虑地过大学生活, 谁知又得一直待在家里。 苦恼地嘟了嘟嘴, 霍燕城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你有时间可以看看上学期的英语书。 为什么? 秦桑于不解, 霍燕城淡淡地回答, 你英语挂科了, 开学不考。 啊, 秦桑于一脸, 生无可恋地趴在桌上。 坐要有坐像, 站有站像, 趴桌子上多不雅观, 霍燕城抬手, 敲了下女孩脑袋。 霍燕城压低声音说道, 看在你今天, 身体不舒服, 就不惩罚你了。 知道了。 小姐, 该起床了, 今天开学了, 前管家的声音让秦桑于从睡梦中惊醒。 秦桑于从被窝爬起来, 一脸困意走向洗手间, 对大学生活她还是充满期待的。 吃过早餐, 一辆卡宴停在货宅门前。 林墨从车上飞奔下来, 乖乖, 我们一块去学校。 华洛拽着秦桑于往车上走。 我们在一个学校? 秦桑于好奇地问道, 对啊, 我们仨当时约好的抱同一个大学。 我们仨? 还有谁? 沈以扬, 林墨淡淡地回答。 秦桑于诧异, 所以他是谁? 发小, 还是校草呢? 秦桑于暗喜, 那应该是个大帅哥。 秦桑于学的艺术设计, 林墨学的工商管理, 所以他们同校不同班。 新学期, 第一节, 课都是老师自我介绍, 秦桑于悠悠地转着笔杆, 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 哇, 墨的一声女生们的尖叫声传我耳叛。 秦桑于抬眸一看究竟, 一个身穿白衬衣, 五官清秀的男生从教室门口走向讲台。 男生淡淡地做着自我介绍,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大学英语这门课的老师, 请多多关照。 紧接着拿起粉笔有力地, 在黑板上写着两个大字路言, 这是我的名字。 秦桑于迟疑, 这好像是那天救他的男生, 竟是自己老师。 讲台下的女生似乎很兴奋, 老师你多大年纪, 老师你有没有女朋友? 秦桑于, 这群女生真是, 虽然说路言长得确实好看, 看起来很温暖, 很舒服。 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 也就25岁, 没有女朋友。 路言15岁考上华清大学, 本朔博联读, 刚毕业就留校当老师, 这是他第一次待课。 讲台下女生更加兴奋, 秦桑于墨地, 察觉到一束目光落到自己身上, 片刻后又收回。 想必他是认出他了。 下课已是下午4点, 之后再没课, 秦桑于慢慢悠悠地收拾自己的书本, 前管家已经在校门口等着, 带同学都散开他才慢慢悠悠往外走。 秦同学, 你等一下, 一声好听的男声传入耳中。 秦桑于回眸一看, 是路言。 他客气地喊了声, 路老师, 你有什么事吗? 秦桑于问道。 没什么重要的事, 就是在补考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 路言顿了顿,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是这次补考的初题老师。 秦桑于略带防备地应了声, 嗯, 少年笑颜如花般, 有些许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 我微信加你了你, 通过一下。 好, 话落, 秦桑于拿出手机通过了好友请求。 秦桑于不解, 路言为何如此热情搭讪? 一见钟情, 或者是他失忆前的风流寨。 乖乖, 而后传来林默的声音。 刚才你身边那个帅哥是你们班同学吗? 他就是我上次在宴会, 跟你说的帅哥林默兴奋地说着。 我有他微信, 我推给你, 秦桑于淡淡地说。 他不是同学, 是英语老师。 那好啊, 你把你课表发来, 以后我跟你一起上英语课, 林默一脸花吃样。 好, 秦桑于淡淡一笑, 回到货宅不到下午五点, 货宴城还没下班。 秦桑于刚想躺上大床美美地休息会儿, 却不曾想钱管家拿来一套卷子, 货先生说了, 小姐把这张卷子写完, 他回来检查。 微信弹出聊天框, 陆言, 林默是你朋友。 秦桑于内心, 这闺蜜有点过分, 推给他微信, 还要出卖我。 秦桑于, 是, 再就没回音了。 傍晚, 霍宴城从兵力上缓缓下来, 迈着长腿来到书房, 打开房门, 女孩扒在桌子上, 睡着了, 霍宴城俊脸冷了下来, 眉头紧锁, 走到女孩旁边, 拉开椅子坐下来。 秦桑于被吐鲁其来的声音吵醒, 抬眸, 看了眼霍宴城。 卷子写完了。 霍宴城质问道, 秦桑于心虚地看了眼, 只写了几道题的卷子, 小声嘟嘟道, 没有。 没写完不准睡觉, 霍宴城冷冷地说了句就离开了。 秦桑于垂眸开始写试卷, 望着门外佣人端着饭菜去往餐厅, 肚子饿得咕咕叫。 好饿啊, 刚才霍宴城只说没写完不能睡觉, 可没说不能吃饭。 即便是这样秦桑于也不敢出去, 只能忍着饥饿写试卷。 餐厅, 钱管家拿了几个小碗往里面加菜, 小姐还没吃饭呢, 我给她加点端过去, 孩子还在长身体, 不能饿着了, 钱管家面带慈祥地说着。 霍宴城眉头紧促, 不假思索地说, 不饿她一顿, 她就永远这么不听话。 想起女孩桌上放着的半个吃完的西瓜, 以拆封的薯片袋, 她写试卷的场景可想而知, 定是吃一会, 玩一会, 又睡觉。 这么三心二意怎么才能学好? 真是让人头疼。 这些等她写完试卷再端过去, 霍宴城指着钱管家夹出来的几小碗饭菜。 秦桑鱼垂谋写试卷, 英语能挂科也是有原因的, 十个, 提有五个都不会。 想到一会儿霍宴城批改试卷的场景, 不禁将小手缩了缩, 这么多不会写, 那得挨多少戒齿? 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陆岩的话盘旋在她耳中, 现在或许只有陆岩可以就她一命。 秦桑鱼将不会写的题目都拍下来发给陆岩。 不一会儿, 题目答案加答案解析纷纷发了过来。 秦桑鱼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陆老师还挺靠谱的, 一边看手机一边写着试卷, 不知什么时候获燕城来到了她身后。 本想着她不认真写试卷还玩手机来警告她一下, 却看到女孩手机里的名字露言, 不用问都知道是个男人名字, 或燕城俊莲冷得快要结冰般。 低眸将双手放在女孩肩膀, 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动作下的身体微颤, 抬眸看到霍燕城那张冰冷的脸庞,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做贼心虚地关掉手机屏幕。 霍燕城称怒, 秦小姐真厉害, 胎学第一天就勾搭上男人了。 我没有, 那是我们我们英语老师, 秦桑鱼被吓得结结巴巴, 霍燕城叫她秦小姐, 不就等同于通知她该上刑场了? 怎么? 同龄男生都看不上, 还勾搭的老师, 霍燕城眉头皱得更加紧。 秦桑鱼被吓得眼泪夺眶而出, 一滴一滴将试卷打湿。 霍燕城心揪了一下, 是自己太过分了。 将女孩吓成这样, 看着女孩心里满是心疼, 拉开旁边的椅子坐下去, 伸出长臂将女孩揽入怀中。 怀里的女孩还在哭, 霍燕城抬手帮女孩擦眼泪。 我我没有勾搭男人, 那只是我们老师, 女孩哽咽地解释着, 她明明是一个乖乖女, 却被霍燕城解读成勾引男人的女孩, 对不起是我太着急, 霍燕城一边帮女孩擦拭眼泪, 一边解释道。 秦桑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霍燕城居然说对不起。 她漫漫停止了哭泣, 抬眸看了眼男人。 霍燕城紧了紧环在女孩腰间的胳膊, 微微垂眸, 不会写得可以问我, 我教你, 不用劳烦老师。 秦桑鱼, 我哪敢啊? 我怕挨打。 嗯, 秦桑鱼懦懦地回答了一声。 你看, 这个题是个固定句式。 秦桑鱼只听到前一句, 就响怒飞飞了, 霍燕城心冷的薄唇, 距离她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只要稍微一转头就能倾到。 秦桑鱼心都能跳出来般紧张, 浓郁的男人气息在她脸上拍打, 想想霍燕城那张脸, 虽是冰冷了点, 但很帅气, 高挺的鼻梁, 色如墨浴的双眸, 结实的臂膀, 秦桑鱼一正, 她怎么会有这么大逆不道的想法, 她可是霍燕城。 霍燕城莫眸, 看着女孩微红的脸蛋, 略显焦急地问道,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想必是刚才太过于严厉, 将她吓到了。 没, 没有, 秦桑鱼懦懦地嘟了嘟唇, 没有就赶紧看题, 学完了吃饭, 霍燕城与其变得平和。 嗯, 好景不长, 看过几道题后, 霍燕城又发飙了, 你上学都在干嘛? 怎么个个不会? 我, 我失忆了, 我也不知道之前, 秦桑鱼垂下脑袋, 小声嘟嘟着。 霍燕城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要老拿失忆当借口。 秦桑鱼懦懦地说着,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霍燕城平了平气息, 抬手在女孩头上敲了一下, 希望你说到做到。 帮她看完整张试卷已经晚上八点半, 秦桑鱼从她怀里挣脱, 迫不及待地去餐厅吃饭。 由于饿得太久, 秦桑鱼吃得狼吞虎咽。 吃饭要细嚼慢咽, 这么快就把家归忘了。 霍燕城悠悠地说着, 秦桑鱼, 家归家归, 整天拿家归说事。 知道了, 秦桑鱼放慢了吃饭速度。 霍燕城来到女孩身边, 惩罚式地在女孩屁股上轻轻一拍。 秦桑鱼身体微颤, 坐直了身子, 这么大了还被打屁股, 害得她羞红了脸。 垂下脑袋, 头也不抬得吃饭。 霍燕城冷笑一声, 转头走开了。 饭后, 秦桑鱼翘着两条白皙的眉腿, 趴在床上玩手机。 看到几条未读消息, 点开一看, 是林墨发来的。 林墨, 乖乖, 陆老师真的太暖了。 林墨, 我说了我是你闺蜜, 可以去听她的课吗? 她居然很高兴地答应了。 秦桑鱼内心, 真是她出卖的自己, 想上她的课一块去不就得了, 还非要告诉她一声, 当日我没记错的话是七月十五吧? 秦桑鱼, 是, 不过你问这个干嘛? 林墨, 没事, 就随便问问。 秦桑鱼, 好吧。 此刻, 霍燕城双腿交叠坐在房间, 拨通刘特柱的电话, 查个人, 露言。 这些年, 试图接近秦桑鱼的男人有很多, 无非为了攀高枝或美色。 但这个露言不简单。 学校明令禁止老师和学生谈恋爱或过多接触, 他年纪轻轻, 好不容易当上大学老师。 怎会如此自毁前途? 霍燕城点了根烟, 抽了两口, 缓缓吐出两个烟圈, 被烟雾遮挡住了冷峻的面孔。 夜已经深了, 秦桑鱼从睡梦中醒来, 抬眸看的时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 肚子咕咕叫了两声, 想必是晚上, 钱管家给留的菜太少了, 才过两个多小时, 他又饿了。 无奈只能偷偷潜入厨房找吃的, 转念一想, 家规里写着晚饭过后不能再进食, 否则要挨戒齿。 想着秦桑鱼将小手缩了缩,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疼, 只能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去。 推开卧室房门, 偌大的客厅一片漆黑, 但他对于去厨房的道路已经轻车熟路了, 挨着墙边捏手捏脚的往前走。 眼看厨房近在咫尺, 女孩不小心撞到旁边的椅子, 刺耳的嘶嘶声传入耳中, 看了看周围没什么异样, 往厨房走去。 厨房里, 霍燕城正在吃着东西, 听见声响, 急忙关上灯, 藏在角落里。 毕竟作为一家之主, 自己定的家规, 晚饭后不能吃东西, 他却先破理, 要是被发现, 以后危言合存。 女孩推开厨房门直直走进来, 又摸索着冰箱, 打开冰箱拿了两个小蛋糕。 在冰箱灯光的照射下, 女孩脸蛋红润, 头发是慵懒地散开着, 有了半夜从床上爬起来, 只穿了睡裙, 没有穿内衣。 睡裙下若隐若现的肌肤。 吃了两个小蛋糕后, 女孩关了冰箱门, 准备出门。 霍燕城不小心撞到旁边灶台的锅, 发出响声。 秦桑云身体一颤, 怕不是有贼吧? 他刚准备喊人, 嘴巴就被男人从背后捂住了。 男人本想用另一只手按住他乱动的胳膊, 却不曾想摸到了, 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冰丝布料, 男人修长的手指向被垫击了一下, 麻木了几秒才将手拿开, 去按住他张牙舞爪的胳膊。 秦桑云, 看来不是贼, 是色狼, 呜呜呜, 钱管家像是听见声响, 在厨房外轻喊了一声, 有人吗? 他怕吵醒小姐和霍燕城, 声音并不是很大。 怀里的女孩听见了钱管家的声音, 拼命地正拖着。 霍燕城将怀里不安分的女孩逼入墙角, 一只手将女孩双手举过头顶, 另一只手继续捂着女孩嘴巴。 两人之间只隔着两层薄薄的衣衫, 霍燕城面色潮红, 心脏剧烈跳动, 像是下一秒就会破膛而出。 身上有一股难以扑灭的火焰。 想着钱管家再不走, 他就坚持不住了。 钱管家见没有回应, 想是自己听错了, 这货窄手未森严,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更何况是贼呢,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便走开了。 不久, 女孩像是绝望了, 不再挣扎,霍燕城手略微松开, 秦桑鱼趁其不备, 在他胳膊咬了一口转身就跑了出去。 霍燕城也偷偷溜回自己房间。 秦桑鱼害怕的拨通前管家电话, 哽咽的说着, 钱爷爷, 刚才我去厨房偷吃东西, 遇到小偷了, 他还抱我。 钱管家赶紧赶来安慰, 再叫上保镖进厨房, 空无一人, 钱管家又看了监控, 也没人进货宅, 监控只能看到院子, 房子里没有监控, 又查下晚上还在房子里的庸人, 都是女性, 没有男人留宿。 钱管家也很无奈, 只能言语上安慰秦桑鱼。 客厅这么大动静, 霍燕城只能假装被吵醒, 出来看看。 怎么回事? 钱管家将事情叙述了一遍, 看着秦桑鱼哭得那么伤心, 霍燕城也是心疼, 还是承认了吧。 要是找到那个人, 我要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喝他的血, 秦桑鱼恶狠的说。 霍燕城心虚的咽了咽口水, 算了, 还是不说了吧。 晚上, 霍燕城躺在床上, 想起刚才和女孩亲密接触, 不自觉的心中燥热难耐, 却冲了个冷水澡才平静下来。 午饭后, 秦桑鱼和林默走在学校操场上, 林默拽着秦桑鱼衣角, 乖乖, 今天下午我跟你一块去上课。 你没课吗? 林默满脸冲光的回应, 有啊, 翘了不就行了, 什么课都没有陆老师重要。 秦桑鱼看着他像是很有经验的样子, 不禁好奇地问, 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林默勾了勾唇, 没有啊, 陆老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那我诗意以前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喜欢什么人或者? 林默滴流着眼睛, 想了片刻, 你好像说过你有一个喜欢的人, 但你和他没有可能。 秦桑鱼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追问着, 还有呢? 你还知道什么? 没了, 你没跟我说, 我只知道这些。 秦桑鱼有些失落地垂下头。 下午, 距离上课还有几分钟, 秦桑鱼和林默找了位置坐下, 前面女生在欢呼一文声传入耳中, 哇, 那不是校草神一阳吗? 一个身穿白短袖的俊美男孩, 坐在秦桑鱼旁边。 神一阳面带微笑, 满是青春洋溢的气息, 你失忆了,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叫神一阳, 是你的好哥们。 秦桑鱼浅浅硬了声, 林默狐疑地看了眼神一阳, 你来和我们一起上课。 我为了陆老师, 你为什么? 神一阳唇脚勾起一抹斜斜的笑容, 默默, 你忘了昨天打游戏你输了, 今天要大冒险。 你来跟我们一块上课, 就是为了这个。 神一阳, 不然呢? 林默一脸祈求地看着神一阳, 陆老师可是他喜欢的人, 就算出阳相也不想当着他的面, 不能换个老师大冒险吗? 这可是陆老师。 神一阳知道林默的想法, 回应道, 不行, 这样才好玩。 林默无奈地垂下脑袋。 说吧, 干什么? 一会儿你家陆老师提问, 你举手, 把这段话说一遍, 说着递给了林默一张纸条。 林默接过纸条瞪了一眼神一阳, 这不是最近特别火的电视剧上的桥段吗? 是啊, 你不敢。 林默回了回神, 怎么不敢? 陆老师开始上课, 陆岩看着秦桑鱼旁边多了两个同学, 打趣道, 今天来了好多声念孔啊。 班里女同学小声嘀咕, 能看到陆老师和校草同框, 简直死而无憾。 不久后, 陆岩开始提问, 这道提选那个选项, 哪位同学说一下? 神一阳戳了戳林默, 快, 举手。 林默慢慢悠悠地举手。 陆岩指着林默, 这位同学回答一下。 林默站起来, 带动作地表演起来,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林默, 我是穿梭在银河的火箭队, 白洞, 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 骤然间, 班里同学哄堂大笑。 陆岩也跟着嘴角勾起, 林默同学回答得好。 林默羞红了脸埋下头, 想从地缝钻进去。 晚上回到家, 林默收到陆岩的信息, 林默同学今天上课表现真好。 林默内心, 拿块豆腐撞死我吧, 丢死人了。 林默硬的头皮回复, 也就一般吧。 夕阳红酸奶天团群, 秦桑鱼, 你的陆老师是不是说, 女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沈颖阳, 哈哈。 林默, 沈颖阳, 你还笑? 小丫头呢, 霍燕成回到卧室, 抬手扯下领带, 解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 扯了扯衣领。 小姐在她房间, 前管家淡淡地回答。 霍燕成来到秦桑鱼卧室门口, 看着女孩趴在床上, 不安分地翘着两条白皙的腿, 睡裙网上卷了一截, 大腿只遮住一半,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秦桑鱼看着夕阳红酸奶天团里的消息, 傻笑个不停, 并未察觉到身后站了个人。 霍燕成来到女孩身边, 抬起大手, 轻轻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 裙子穿好, 要么坐着, 要么盖被子躺好。 秦桑鱼吓得身体一颤, 揉了揉自己屁股, 急忙整理了一下睡裙, 坐在床边。 霍燕成也顺势坐在旁边。 刚才傻笑什么呢? 霍燕成低眸看着女孩。 今天陆老师的课, 林墨完了说绿嘴了。 陆老师这三个字像定时炸弹般, 霍燕成俊脸急速变冷。 一只大手将女孩的细腰 往自己怀里紧了紧, 头正对女孩眉眼。 霍燕成气愤地说道, 又是陆老师。 秦桑鱼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 脑袋下垂着, 不敢说话。 霍燕成眉头紧促, 头抬起来。 秦桑鱼慢慢悠悠地抬起头。 男人的气息猛然充满鼻腔, 两人薄唇只有一厘米距离。 他从未跟男人这么近距离接触过, 紧张的心仿佛要跳出来。 一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 霍燕成略显愤怒地动了动唇半, 你刚说陆老师怎么了? 继续说呀。 秦桑鱼下意识往后缩了缩, 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不然就会碰到霍燕成的薄唇。 就是, 就是林默, 他喜欢陆老师, 秦桑鱼结结巴巴地说。 秦桑鱼, 阿弥陀佛, 我的好闺蜜, 我不是故意要出卖你的, 这种情况下, 不拿你当挡箭牌, 你舅舅, 怕是我吃了我。 这小丫头骗子, 小小年纪就在学校谈恋爱, 霍燕成俊脸依旧冰冷。 不是谈恋爱, 他只是暗恋, 人家陆老师根本不知道, 秦桑鱼小声嘟嘟道。 你也喜欢陆老师吗? 或艳成的眼神变得急切。 怎么可能, 就算他长得再帅, 终究是闺蜜的男人, 我怎么会抢闺蜜的男人? 秦桑鱼悠悠地说。 他很帅。 秦桑鱼, 老男人怎么抓不住重点呢? 我意思我不喜欢陆老师。 不帅, 在我心里你最帅, 没有男人能比得上你。 秦桑鱼吸啼笑脸地试图缓解气氛。 霍燕成冷笑一声。 今天的试卷写了吗? 霍燕成的大手从女孩吸腰上挪开, 挺了挺背。 啊, 前夜没说今天要写试卷。 霍燕成内心, 因为我原本没说要写。 现在改变主意了。 他年龄大了, 应该是忘了, 霍燕成说起缓化脸都不红。 话落, 秦桑鱼跟着霍燕成进了书房。 霍燕成拉他椅子坐下, 伸出长臂示意女孩坐他怀里。 女孩乖乖坐到霍燕成腿上。 霍燕成双手环住女孩纤细的腰, 看着女孩翻开试卷。 今天能不能不凶我, 你凶我我会紧张, 就记不住这些东西了。 秦桑鱼略带撒娇地动了动唇。 可以, 霍燕成思考片刻, 觉得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先看这个选择题, 选哪个, 霍燕成话语变得温柔。 选C对吧, 女孩抬眸望着霍燕成, 眼里满是期待。 对, 霍燕成捏了捏女孩软嫩的脸蛋。 写完整张试卷, 霍燕成都挺温柔的, 秦桑鱼不敢置信。 该吃饭了。 嗯…… 秦桑鱼收拾了一下书桌, 才缓缓走到餐厅。 看着霍燕成伸的胳膊, 应该是让他继续做怀礼吧。 这样吃饭不太好吧。 虽有些疑虑, 秦桑鱼还是乖乖坐进霍燕成怀礼。 霍燕成和钱管家愣住了。 钱管家取来勺子递给霍燕成, 霍燕成收回了胳膊。 所以, 霍燕成只是伸手要勺子, 并不是让他坐怀礼。 哎呀呀呀, 此刻的秦桑鱼想钻进地缝。 钱管家, 小姐你不是小孩了, 不能老是让霍先生抱抱。 霍燕成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低谋对女孩说, 怎么? 这么喜欢坐我怀礼? 秦桑鱼冷了几秒, 赶紧起身, 坐到旁边椅子上, 埋头吃饭。 夕阳红酸奶添团, 林默, 明天下午下课, 陆老师请吃饭, 你们去不去? 秦桑鱼, 你这发展挺快啊, 你们约会, 我去当电灯泡吗? 林默, 走吗? 沈以扬你也来。 沈以扬, 我去干嘛? 下午下课, 秦桑鱼跟着林默去往约好的餐厅, 学校门口钱管家在等着。 钱爷爷, 我跟默默他们去吃饭, 你先回家吧, 一会儿让默默的司机送我们回去。 秦桑鱼言语中带着些许撒娇, 他知道钱管家吃这一套。 可霍先生吩咐了, 你回家还得写试卷, 钱管家一脸为难, 一边担心霍燕城知道秦桑鱼偷偷出去玩会发火, 一边担心不让秦桑鱼去玩他会不开心。 钱爷爷, 你帮我瞒着他不就好了, 我保证在他下班之前回去, 好不好吗? 秦桑鱼已经拿捏了钱管家的心理, 一直撒娇。 那好吧, 小姐你早去早回, 别被霍先生发现了, 钱管家最终还是妥协了, 谁让他把秦桑鱼当孙女来宠。 谢谢钱爷爷, 秦桑鱼嬉皮笑脸的跟着林默走了。 路言选的是一家西餐厅, 装潢很是清雅别致。 你们看一下, 想吃点什么? 路言嘴角勾起浅浅的微笑, 绅士的将菜单递给林默和秦桑鱼, 看着菜单上最便宜的沙拉也要几百。 秦桑鱼陷入了沉思, 他自己倒是有货艳成给的卡, 这点钱不算什么, 而陆老师一个工资估计最多一万多, 一顿饭得吃掉半个月工资。 最终秦桑鱼只点了一份沙拉, 林默就不一样了, 大小姐当惯了, 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一下点了几千块钱的牛排和披萨。 秦桑鱼轻轻踢了一下林默, 林默, 你踢我干嘛? 秦桑鱼, 夕阳红酸奶甜团群? 秦桑鱼, 默默你是不是傻, 你这一顿饭能吃掉陆老师半个月工资? 林默, 没事, 我付钱就行了, 也没多少钱。 沈以阳, 陆老师请吃饭, 要是你付钱, 那陆老师多没面子。 林默只能尴尬的一笑, 陆老师, 那个刚才点的牛排和披萨不要了, 我最近生病了, 医生说只能吃蔬菜, 我要个沙拉就好。 沈以阳应喝, 我跟他们一样。 陆颜看出了端倪, 浅浅一笑, 你们不必为我省钱, 老师其实是我的副业, 我的主业虽正的也不多, 但请几位同学吃饭是够的。 听到陆颜这么说他们三个叹了口气, 林默睁大眼眸, 一脸期待, 陆老师, 您主业是做什么的? 陆颜浅浅一笑, 秘密。 秦桑鱼用刀割了一小块牛排, 缓缓放在口中, 片刻后, 陆老师, 您请我们吃饭, 是有什么事吗? 陆颜停下了吃饭的动作。 抬眸看着秦桑鱼缓缓地说,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只是想跟你们做个朋友。 看着秦桑鱼有些疑虑, 接着说, 在外面就别叫我陆老师了, 我比你们也就大四五岁, 要真要叫就叫哥哥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 陆颜直勾勾的盯着秦桑鱼。 秦桑鱼察觉到陆颜仿佛一直在想方设法接近他, 而林默更像是中间的传话人。 但霍燕成和林默都不认识陆颜, 说明陆颜并非是熟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喜欢他? 秦桑鱼试探性的问道, 陆大哥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谁一样一脸嫌弃的看着秦桑鱼, 刚认识就问这种问题不好吧。 陆颜语气很平和, 无妨, 做朋友问这个问题挺正常的。 林默满脸期待, 喜欢成熟稳重, 知书达理的女生, 陆颜的话传入耳中。 这句话像晴天霹雳般直击林默心脏。 林默和秦桑鱼怎么看都跟这两个词毫无关系。 秦桑鱼松了一口气, 林默则世界崩塌了, 表情极其扭曲。 陆颜看到林默的表情, 微微笑了一下, 那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林默, 喜欢看起来阳光温暖的男生。 内心, 我喜欢你呀, 呜呜呜呜。 秦桑鱼, 没想过。 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浮现或咽成那张冷峻的脸。 他立马拍了拍自己脸蛋, 想什么呢? 未来会有一个婶婶。 容不得他乱想。 陆颜, 秦同学, 你是和林默一样跟父母住吗? 秦桑鱼, 没有, 我父母都在国外, 我跟霍先生住。 陆颜皱了皱眉, 霍先生。 林默淡淡的说, 霍先生就是我舅舅, 桑鱼的叔叔。 陆颜, 怪不得你们俩关系这么好呢? 原来是表姐妹。 秦桑鱼很是不解, 陆颜为什么对她的事这么感兴趣, 不是因为喜欢, 那只剩一种可能。 秦桑鱼给钱管家发一条信息, 钱爷爷, 我妈就我一个孩子嘛, 在我之前有没有一个大我五岁的哥哥? 钱管家回复, 你妈生你的时候才二十岁, 要是真有大你五岁的哥哥, 岂不是十五就得生个孩子? 怎么可能? 也对, 所以陆颜到底意欲何为? 无论为了什么, 这个陆颜肯定不喜欢林默, 不能让林默这样沉迷下去。 走在回家的街道上, 秦桑鱼悠悠悠的开口, 默默, 你要不要换个人喜欢? 我觉得那个陆老师不太靠谱, 林默嘟了嘟唇, 怎么就不靠谱了? 我觉得挺好啊, 虽然说他现在不喜欢我, 但时间久了肯定会喜欢我的。 沈颖阳无奈, 真是个恋爱呢? 走在路上, 秦桑鱼仿佛看到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 旁边跟着几个穿着西装男人和看起来恶懦妖艳的女人, 现在不上班来这里做什么。 默默, 你们先走。 钱管家让我买个东西, 他一会儿来接我, 秦桑鱼想支开他们, 编了个理由。 好, 那你一个人小心。 告别了林默, 秦桑鱼捏手捏脚地跟踪着霍燕城。 只见男人进了一家店, 秦桑鱼抬眸, 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黄巢会所。 黄巢会所是会员制的。 秦桑鱼被门口保安拦了下来。 此时包间里, 霍燕城用细长的手指点了根烟, 悠悠地抽着。 旁边坐着两个男人, 思一鸣和顾晨。 顾晨搂着那位恶懦妖艳的女人, 女人扭动着腰枝磨蹭着男人身体。 经理知道霍燕城要来, 叫了几个十八线女艺人来陪酒, 思总, 霍总, 顾总, 这是我们公司新培训的小丫头, 几位得知道知道。 思一鸣, 好, 都留下吧。 转头走向霍燕城一脸讨好的询问, 霍总, 您先挑。 霍燕城清吐了两个烟圈, 没有理会, 淡淡地说了句, 说正事吧。 思一鸣碰壁后有些情绪, 坐到一旁沙发上, 霍总是个正经人, 你们几个都来这儿。 几个姑娘整齐地围在思一鸣身边。 秦桑鱼被拦在门口进不去, 走到旁边台阶, 坐了下来。 小妹妹, 带你进去, 抬眸, 一个穿着花里胡哨的男人说着。 秦桑鱼看着男人不像什么好人, 也没多想, 先进去再说, 秦桑鱼跟着男人进了会所。 这里都是包间, 怎么找到霍燕城呢? 女孩思索着, 旁边的男人色咪咪的看着女孩, 小妹妹, 跟哥哥进去喝一杯, 怎么样? 秦桑鱼推拖着, 不好意思, 我不能喝酒。 骚气男一把拽住女孩胳膊往包间里面走, 来这儿还有不会喝酒的。 不要装了。 秦桑鱼试图挣脱, 可骚包男死活不放手。 女孩反手一拳, 抬起膝盖撞到男人肚子上, 一把将男人推倒在地上。 转头撒腿就跑, 后面骚包男的同伙追了出来。 秦桑鱼腿太短, 跑肯定是跑不过他们, 他便灵巧地钻进一个包间, 想着先躲一躲再出去。 霍燕城远远地看了一眼门口闯进来的女孩, 眉头紧簇。 什么野丫头, 敢闯进我们包间, 思一鸣瞥了一眼女孩。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躲会就走。 秦桑鱼并未看见角落里的霍燕城。 看着那群骚包男走了, 秦桑鱼准备出去, 不料脖梗一凉, 一股强势的力道将他拉到沙发上。 秦桑鱼抬眸看到了霍燕城那张冰冷的俊脸, 霍先生。 他吓得结结巴巴地说, 哪来的小丫头居然认识霍总? 思一鸣打趣道, 霍燕城眉眼变得更冷, 不是让你在家写卷子。 竟然来这种地方? 秦桑鱼嘴像是被封住了般说不出话。 看女孩没说话, 霍燕城拨通了电话, 丫头在哪呢? 电话那头传来钱管家的声音, 小姐在家写卷子呢, 写得可认真了。 秦桑鱼瞬间射死, 完蛋了。 霍燕城眼神灵力盯着女孩, 在家写卷子。 秦桑鱼垂下脑袋, 不敢回应, 回去怕不是要被打。 霍燕城抬手将女孩下河, 强行抬起来, 说话。 反正都逃不过被打的命运, 还不如强势点。 哼, 谁怕谁?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 秦桑鱼瞥了一眼周围不正经的几个女人。 我来谈生意, 霍燕城淡淡地回答,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找一大堆女人谈生意, 谁信呢? 秦桑鱼挑衅似的盯着霍燕城。 霍燕城略有心虚地放开了女孩, 大人的是, 小孩别管。 谁是小孩, 我都二十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秦桑鱼气恼地盯着霍燕城。 一旁的顾城看不下去了, 霍总没找女人, 都是我和司总找的。 霍燕城看女孩不说话了, 伸开长臂将女孩揽入怀中, 略带怒气地问女孩, 说吧, 来这儿干什么。 秦桑鱼撇了撇嘴, 我看你旁边跟着的女人, 就想看看你们要干嘛。 说着, 看了一眼顾城身边婀娜妖艳的女人。 霍燕城随着女孩的目光看了一眼, 原来小家伙是怕她有别的女人, 才跟进来。 司一鸣似乎对女孩很好奇, 霍总, 不介绍介绍吗? 谁家孩子? 我家的。 霍燕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司一鸣无语, 你家的? 难不成你生的? 秦桑鱼赶紧解释, 我父母常年在国外, 我只是借助在霍叔叔家。 霍叔叔? 霍燕城第一次听到女孩如此称呼她, 不禁冷笑了一声。 哦, 不是霍总的侄女啊, 司一鸣停顿了, 片刻接着说, 这么漂亮的小妹妹, 有男朋友没? 没有, 他说我年龄还小, 不让我谈恋爱, 秦桑鱼嘟了嘟唇。 年龄也不小了, 话说到一半, 司一鸣察觉到一股杀气, 是从霍燕城这儿散发出来的。 司一鸣见形势不妙, 赶紧闭上嘴。 霍燕城将薄唇凑到女孩耳边, 小声说着, 在这儿乖点, 一会儿回去, 再收拾你。 一颤,回去该不会要被打吧? 那还不如在这儿了结了。 霍燕城招呼服务员, 给秦桑鱼上两杯果汁。 秦桑鱼漫无目的地低柳着双眸, 看来看去, 那边, 顾晨正在等那个妖艳的女人接吻, 女人将手圈在男人腰间, 动作稽期, 没眼看, 没眼看, 秦桑鱼看得不禁脸红, 垂下脑袋往霍燕城怀里钻了钻。 嗨嗨, 注意点, 你吓到我家小丫头了, 霍燕城看得顾晨说道。 顾晨停止了动作, 向霍燕城这边看来, 还小丫头, 人家不是说了吗? 都二十了。 顿了顿又说, 呦, 第一次见霍总怀里有女人。 难怪不搭理我妹妹, 原来喜欢小的, 真会玩。 她妹妹是谁? 秦桑鱼小声嘀咕。 顾停, 霍燕城淡淡地回答。 这时, 服务员端来果汁, 霍燕城悠悠地说, 喝吧, 两杯都是你的。 秦桑鱼看着霍燕城杯里的红酒, 再看看自己的果汁, 突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喝醉了回去, 就不用挨打了吧? 我想喝你那杯, 秦桑鱼小心翼翼地开口。 小孩喝什么酒, 喝你的果汁, 霍燕城语气变得严厉。 秦桑鱼想着一会回家要被打, 手心直冒汗, 不行, 还是得自己把自己关醉。 她趁霍燕城不注意, 将她的红酒杯拿起来一饮而尽。 这下应该能醉了吧? 霍燕城怒了, 越来越不听话了, 还敢偷偷喝酒。 将手放在女孩腰间凝了一下, 以示惩罚。 嘶, 疼。 秦桑鱼疼的身子又往霍燕城怀里缩了缩。 霍燕城带着不悦和思义鸣谈了会合作的事。 渐渐的怀里的女孩醉了。 霍燕城叹息, 这丫头每次喝几口就会醉, 还非要喝酒。 她要是不在, 遇到坏男人, 可怎么办? 看了一旁, 顾尘又跟她女朋友在接吻, 自己难免有点燥热。 扯了扯衣领, 将女孩换个个姿势抱。 女孩脸蛋因喝酒的原因燃起一抹粉红, 肉嘟嘟的, 像个水蜜桃。 好想亲一口。 霍燕城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落在女孩脸蛋上, 亲了一下还不够, 霍燕城又将薄唇移动到女孩的樱桃小嘴上, 轻轻的吻上去。 秦桑鱼仿佛感觉到什么, 嘴里嘀咕了一句梦话。 霍燕城略带惩罚地咬了一口女孩红问的薄唇, 这才满意了。 思义鸣和顾尘顿时僵住了。 刚才看到了什么? 霍燕城居然亲了那个女孩。 这个万年铁树开花了。 看什么看, 霍燕城抬起莫眸, 依旧冷冰冰地看着两人。 但是他低眸看秦桑鱼时, 又变得温柔。 该死的男人。 话落, 霍燕城公主抱是样抱起秦桑鱼, 准备往出走, 小丫头喝醉了, 我带他回去。 思义鸣和顾尘依旧在震惊中, 没有丝毫动作。 保镖跟着霍燕城出来了。 没走几步, 几个花里胡哨的男人出现在面前。 哟, 这不是刚才打我那个小妞吗? 骚气难说着。 把他放下, 今天小爷就放你走, 不然我们这帮兄弟可不是吃素的。 霍燕城紧了紧抱着女孩的手, 面无表情地说了句, 不放。 骚气难急了, 兄弟们, 给我打。 霍燕城瞥了一眼身后保镖, 解决了。 两个保镖走上前来, 一场腥风血雨后, 一片哀嚎。 霍先生, 怎么处理? 保镖提着骚气男耳朵询问霍燕城。 送警局。 好。 此刻警局里接手的美女警察, 哇, 又有好心人来给我送业绩。 回到家, 霍燕城将女孩抱到床上, 让女佣给他换了睡衣。 霍燕城坐在床边, 满眼宠溺地看着面色粉红的女孩, 刮了刮女孩鼻子, 这小丫头现在这么能闹疼。 女孩睡觉也不安分, 一会儿踢被子, 一会儿翻来覆去。 霍燕城帮他盖紧被子, 压住被脚, 见他不再踢被子了, 才松开。 呼得像是想到什么皱起霉, 他开始担心, 这丫头站着自己会点功夫, 天不怕地不怕, 以后真遇到坏人了, 他不在, 该怎么办? 早知道当年就不该叫他跆拳道, 本是怕他柔弱的性格受欺负, 现在竟成了如此肆无忌惮的模样。 霍燕城叹了口气, 秦桑鱼睡醒已是上午九点, 呀, 要迟到了, 不对, 今天是周末, 女孩松了口气, 准备继续睡, 昨天的记忆全部涌入脑海, 他被骚气男追着跑, 霍燕城抓包了, 然后喝醉了, 之后的是想不起来了, 断片了, 喝杯红酒都能断片, 怕不是酒精过敏吧? 秦桑鱼想着, 上班时间, 霍燕城应该不在家吧, 他应该忘了昨天的事了吧? 洗漱完毕后, 秦桑鱼悠悠地打开房门, 准备去吃早饭, 推开门, 却看见不远处客厅里坐着的霍燕城。 过来, 霍燕城眉头紧促, 看着女孩示意她过去。 秦桑鱼迈着小碎步, 心惊胆战地走到霍燕城面前, 小心翼翼地问, 你今天不上班吗? 霍燕城皱了皱眉, 今天周六上什么班? 这丫头不会睡傻了吧? 秦桑鱼, 完蛋了, 看来今天逃不过了。 霍燕城俊脸冷了下来, 自己交代。 秦桑鱼小声地嘀咕, 我昨天偷偷跟去会所里, 然后, 然后不听话喝了一杯红酒, 然后醉了, 就没了。 还有呢? 霍燕城面无波澜, 心里却暗喜, 看来小丫头不知道昨天亲了她。 还有, 秦桑鱼不知道霍燕城让她交代什么? 不会是骚气男的事儿吧? 秦桑鱼压低声音, 撒娇又委屈地说, 昨天有男人欺负我, 我跑到你们包间里, 才躲过一劫。 这样霍燕城应该不会太生气吧? 还有呢? 霍燕城面无波澜接着问。 还有, 昨天那男人欺负我, 我就打了他一下, 然后跑了。 秦桑鱼小心翼翼地抬眸, 看了眼霍燕城, 懦懦地说, 交代完了。 你知道你错在哪吗? 不应该跟踪你去会所, 不应该偷偷喝酒, 秦桑鱼心虚的粉唇一蹶一蹶。 你错在站着自己会点功夫, 到处招惹是非, 还打人, 或燕城怒气冲冲地说。 他好怕女孩这样的性格以后会被坏人欺负。 我知道错了, 秦桑鱼垂下脑袋, 乖乖认错。 打手还是打屁股, 自己选, 或燕城淡淡地说了句。 秦桑鱼莫的一阵, 打手。 那得多疼啊, 秦桑鱼不由得缩了缩手, 还是打屁股吧。 打屁股, 秦桑鱼小声说道。 过来, 霍燕城示意女孩到她身边去。 秦桑鱼慢慢悠悠地走过去, 刚过去就被霍燕城按在腿上, 狠狠在屁股拍了一击。 声音清脆响亮, 仿佛能传遍整个货宅。 剧烈的疼痛感让女孩眼泪直流。 霍燕城看着女孩, 又心疼又担心, 不给她点教训怕是以后要闯更大的火。 秦桑鱼生气地问, 我可以走了吧? 走吧。 女孩边哭边回到房间, 霍燕城叹了口气。 钱管家看到这般场景, 赶紧到房间安慰她。 秦桑鱼趴在被子里, 边哭边骂, 我讨厌或燕城, 疼死我了。 呜…… 小姐, 没事的, 不哭了。 我让厨子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钱管家耐心地安慰着秦桑鱼。 我不吃, 呜…… 钱管家还是默默让厨师做了些好吃的, 给秦桑鱼端了过来。 此时的秦桑鱼已经不哭了, 坐过来吃了口东西, 还是钱爷爷好, 或燕城那个大坏蛋。 你也是做错了事, 霍先生才打你, 以后要乖乖听话, 钱管家耐心地劝导着。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陆老师的课, 林墨应该会一起来上课吧 剩两分钟就要上课了 没等来林墨 却看到了那个打扮妖艳 一身名牌的女人 苏薇 苏薇进教室瞪了秦桑宇一眼 才悠悠走到教室后排 哇 薇薇 你这件衣服好漂亮 是限定款吧 苏薇旁边围了几个攀附的女人 是啊 可贵了 不像有的人一脸穷酸样 没见过世面 怕是都不知道我这身是什么牌子吧 苏薇得意的瞥了眼秦桑宇说着 秦桑宇白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陆老师来了 薇薇 你请假这么久 都不知道陆老师有多帅 苏薇旁边的女人说着 陆颜来到讲台 苏薇一脸花痴样的盯着陆颜 确实帅 大意是苏薇表白沈以扬被拒全校人尽皆知 身边的女人劝说 薇薇 陆老师可比沈以扬帅多了 你要不换个目标 可以 苏薇说道 不过我听说陆老师和秦桑宇还单独出去吃过饭 他会不会再勾引陆老师 苏薇眼神变得凶恶 怎么又是他 上次秦桑宇骗他买包 回家就被养父打了 休息了一个月才养好伤 秦桑宇坐得不远 能听到一点他们的谈话内容 转头瞥了一眼 这几个女人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无奈的摇摇头 下课已是中午 秦桑宇收拾了课本 缓缓走出教室 迎面撞上沈以扬 默默昨天吃坏东西了 请了一天假 沈以扬勾唇说道 那个我中午也有点事 不能陪你吃饭了 沈以扬有些不好意思的 摸了摸后脑勺 秦桑宇淡淡的说道 没事 你忙你的吧 由于秦桑宇失忆没多久 对身边的人和事还不熟悉 沈以扬有些担心他 你去哪吃饭 学校门口那家西餐厅 有什么事记得打我电话 嗯 秦桑宇微微一笑 苏薇看到这一幕 生气的直跺脚 坐在教室的角落 打起电话 赵哥 您不是一直想找个年轻姑娘陪您吗 今天我给您找了一个 是我们斑斑花 长得可漂亮了 您出的价格 她也很满意 现在在学校门口的西餐厅等您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粗犷的男生 叫什么名字 秦桑宇 餐厅里 秦桑宇点了份一面 这家店东西贵得离谱 一般人吃不起 所以就算开在学校门口 店里的顾客也是寥寥无几 秦桑宇想着这里安静人少 经常来这里吃饭 几分钟后 一个带着大金链子的男人走进餐厅 男人的风格跟优雅的餐厅格格不入 他左右看了两眼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秦桑宇身上 女的 学生 漂亮 就只有他符合 这应该就是苏薇所说的人 男人在秦桑宇对面坐下 悠悠地问道 你就是秦桑宇 是 秦桑宇抬眸看了眼男人 年龄跟会验成差不多 能叫出他名字 应该是会验成的朋友 秦小姐中午就约了我 他还很着急呀 男人色眯眯的看着秦桑宇 见他不说话 男人接着说 吃好了吧 现在就走吧 我定的可是秦去酒店 秦桑宇内心 秦去酒店 又是个色狼 我怎么老遇到这种人啊 男人拉住秦桑宇的胳膊往门外走 由于男人飙肥体壮的 秦桑宇根本没力气挣脱 得想办法自救 他呼喊着服务员 大哥救我 这个人我不认识 他要带我去酒店开房 这是我女朋友 前几天吵架了 现在闹脾气呢 不好意思 服务员还在犹豫 毕竟他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秦桑宇绝望了 看来的在想对策 他当机立断把餐厅门口那个价值连城的陶瓷艺术品打碎 这时服务员拦住了两人 小姐这个得几百万 您赔了才能走 不然我就报警了 听到报警二字时男人有些紧张 想了明明谈好的价格 他却不愿意 很是气愤的甩开秦桑宇胳膊 巨大的动作 秦桑宇没站稳 直直倒在了陶瓷碎片上 背部剧烈的疼痛感让秦桑宇皱紧眉头 不知是惊吓过度还是疼痛过度 他晕了过去 陆岩刚踏进餐厅就看到了这一幕 赶紧抱起女孩赶往医院 医生处理了他背部的碎片 再进行消毒 陆岩等在门外 医生出来看着焦急的男人 安慰道 没事了 只是皮外伤 陆岩看了一眼病房里还在昏迷的女孩 焦急的问道 他怎么还没醒 惊吓过度 过会儿就醒了 陆岩松了口气 医生走后 陆岩坐在女孩床边 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墨地像是想起什么 拿起小剪刀 剪了女孩一小撮头发 又轻轻拔了几根带毛囊的 拔完还温柔的揉了揉女孩头皮 见女孩还不行 陆岩通知了林默 让秦桑于家里人来接她 没一会儿 霍燕成赶到了 陆岩看了一眼霍燕成 想必这就是秦桑于口中的霍先生吧 医生说 伤口没事了 只是皮外伤 惊吓过度 所以晕倒了 霍燕成眉头紧促 没有说话 这时 刘特柱拿出一袋钱塞给陆岩 陆岩连忙退掉 我是他老师 做这些是应该的 霍燕成一边帮秦桑于 整理脸庞的碎发一边问道 哦 你叫什么 给钱不要还是第一次见 陆岩 霍燕成身体一正 俊脸冷了下来 这不就是丫头常说的陆老师 霍燕成刚准备起身 医生进来了 谁是秦桑于家属 在这 话落 医生将药递给霍燕成 伤口愈合前不能溅水 每天的按时上药 嗯 医生走后 霍燕成来到女孩床边 将女孩抱起来 瞥了眼陆岩 钱收下吧 陆先生处心积虑接近我家丫头 不就是为了钱吗 话落 霍燕成抱着女孩走了 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陆岩没有收 将钱塞给了刘特柱 夜幕降临 城市的灯光闪耀着 车内 霍燕成将女孩紧紧的抱在怀里 眼神中充满愤怒 茶 给我茶 谁把丫头弄成这个样子 霍燕成恶狠狠的话语 将刘林吓得魂不附体 我这就茶 刘林小心翼翼的回应 怀里的女孩身体微微一颤 她醒了 背部强烈的刺痛感 让女孩咬紧牙关 霍燕成心疼不已 抬起手放在女孩 脑袋上轻轻揉了揉 乖 片刻 秦桑宇眼泪夺眶而出 一滴滴落在男人肩膀上 她最怕疼 这持续的疼痛感更是难受 霍燕成将抱着女孩的手臂紧了紧 如果可以 她愿意为秦桑宇承受着疼痛 之前治疗秦桑宇重度抑郁的 要有止痛镇定安眠的功效 车上还有 霍燕成拿出一粒示意女孩吃了 秦桑宇问都没问 直接吃了 她对霍燕成是无条件信任 如果连霍燕成都要加害于她 那她在这个世上就没什么牵挂了 毕竟她所谓的父母 这么久了 从未联系过她 估计根本不想要她这个女儿 想到这里心里更加苦涩 要渐渐起作用了 女孩在霍燕成怀里睡着了 霍燕成轻轻抚摸女孩背上的伤 眼里满是心疼怜悯 车缓缓停到家门前 霍燕成抱起秦桑宇回到房间 缓缓将她放在床上 生怕一不小心碰到女孩伤口 为秦桑宇盖好被子 在她唇角轻轻落下一吻 这个吻不夹杂任何情欲 满是心疼怜悯 抬起修长的手指 为她整理了脸庞凌乱的发丝 宝宝乖 睡一觉明天就不疼了 看女孩睡得挺香 她叹了口气 缓缓走出门 轻轻将门关上 霍燕成拿出手机 查清楚了没 刘特柱小心翼翼的回答 是一个叫赵武的男人 在餐厅里拉着秦小姐去酒店 秦小姐打碎了陶瓷艺术品 餐厅让赔钱 那男人才松手 将她推倒在陶瓷碎片上 然后陆老师将小姐送进医院 刘特柱没听到回应 又接着说 这个赵武也是黑料满满 直接送进橘子还是 查查 她为什么要去拉着丫头去酒店 背后是谁在操作 霍燕成点了根烟 叼在嘴里 轻轻吸了一口 缓缓吐了个烟圈 好 我这就去查 夜越来越深 酒店的房间里发出男人的怒吼声 你他妈让我去找的那个斑花 是霍燕成的女人 赵武扯住苏薇的头发 霍燕成是什么人 谁不知道她心狠手辣 现在她查到我的头上了 我要是进去了 你也别想好过 话落 赵武打了苏薇一巴掌 安静的夜里只有女人的嘶吼声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警察带走了赵武 苏薇躺在床上发疯了般笑着 招惹了霍燕成的女人 霍燕成肯定会停了所有和苏家的合作项目 养父要是知道这是 是他造成的 他还能活命吗 别说苏家大小姐了 能当个乞丐都是奢侈 最后落得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结局 清晨 闹铃声传入耳畔 秦桑鱼微微睁开眼睛 背部伤口没那么疼了 他缓缓下床 准备吃个早餐去上学 小姐 怎么起这么早 不多睡会 前管家关心的问着 一会儿要去学校 多睡会就迟到了 秦桑鱼淡淡的说 我帮你请假了 辞性的声音传入耳中 秦桑鱼 抬摸往声音来源方向看去 霍燕成坐在餐厅里吃着早餐 秦桑鱼懦懦地回应了声 慢慢悠悠地走到餐桌前 坐下吃早餐 秦桑鱼小心翼翼地看着霍燕成说 昨天我没打架 是他们欺负我 不用打屁股吧 霍燕成看到女孩如此模样 不禁抬起手 在她脑袋上揉了揉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秦桑鱼松了一口气 吃完早餐 秦桑鱼见霍燕成还不走 你今天不上班吗 在家工作 你过来写英语试卷 过几天就要补考了 霍燕成面无表情地说着 秦桑鱼失落地垂眸 哦 伤成这样还得学习 太惨了吧 呜呜呜 霍燕成看出女孩眼中的无奈与难过 放下手里的面包 语重心肠地安慰道 伤口在背上 躺着更疼 霍燕成淡淡地指了指秦桑鱼的背 吃完早饭我帮你换药 秦桑鱼顿了顿 让女佣帮我换吧 你换不太方便吧 毕竟伤口在背上 换药肯定得脱掉衣服 这 我帮你换 佣人下手没个轻重 我不放心 霍燕成俱脸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片刻后 霍燕成似乎明白了她的担心 抬起温热的大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你用衣服把前面遮住 只露出伤口部位不就好了 秦桑鱼垂下脑袋 没有说话 吃完早餐 秦桑鱼回到房间 霍燕成拿着要跟了进来 那你转过去 我弄好了叫你 秦桑鱼满脸红韵 动作变得迟缓 好 霍燕成硬了句 缓缓转过身 再次转过来时 秦桑鱼已经脱掉衣服 留了个内衣 胸前抱着背脚 遮挡得严严实实 看到女孩光滑如此的肌肤 心脏窜过几秒不平稳的跳动 背上贴着大大小小的药膏 霍燕成不禁眉头紧簇 眼里满是心疼 霍燕成抬起修长的手指 轻轻取下女孩身上的药 生怕弄疼了女孩 再缓缓换上新的药 突如其来的疼痛感 让秦桑鱼身体一颤 疼吗 忍着点 男人动作已经很轻柔了 这种无法避免的疼痛 只能忍着 秦桑鱼想着转移注意力 可能会好点 昨天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止疼安眠的 霍燕成冷峻的脸 没有任何表情 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霍燕成帮他上药的手盾了一下 思考片刻才悠悠的回答 你以前老打架 不听话打伤了止疼吃 啊 秦桑鱼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 霍燕成冷笑一声 骗小孩的话也信 这丫头傻得可爱 怪不得我老被打屁股 你还设定了那么多家规 原来我以前很调皮呀 秦桑鱼眉眼带笑 似乎忘记了正在换药的疼痛感 不久后 霍燕成淡淡的说换好了 秦桑鱼真的不怎么疼 霍燕成开门走了 秦桑鱼穿好衣服 跟着他来到书房 霍燕成打开电脑开始办公 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秦桑鱼只好默默坐在旁边 打开试卷 写了起来 刚贴好的药开始发挥作用了 女孩背部渐渐开始疼痛 她趴在桌子上 将脸埋在胳膊里 咬紧牙关 忍住剧烈的疼痛 霍燕成略一抬眼 看到被疼痛折磨的女孩 担心极了 这才意识到没把女孩抱怀里 霍燕成长臂一身 圈住了女孩纤细的腰 将她放在自己腿上 把女孩头埋在自己颈窝 垂眸细声 对女孩说 忍着点 要正在发挥作用 过会儿就不疼了 秦桑鱼疼得呲牙咧嘴 淡淡回应了句 嗯 秦桑鱼逃避式的睡了过去 呼吸均匀的拍打在霍燕成颈窝 像一只羽毛 在他脖梗游走 脖里痒痒的 心里也痒痒的 霍燕成抬手捏了捏他的鼻尖 像一颗鲜艳欲滴的红草莓 可爱极了 秦桑鱼似乎感受到鼻尖那一股粒 睫毛不自主的颤了颤 身体养霍燕成怀里缩了缩 女孩脸蛋接近了霍燕成颈窝 柔软的唇瓣轻轻擦过他的皮肤 他的唇真的好软 霍燕成咽了咽口水 真想吻下去 想起上次在皇朝会所那一吻 不由的耳根泛红 可是小家伙现在受伤了 他怎么能趁人之危呢 他还没想好怎么跟秦桑鱼 解释他们已经结婚了的事实 也不敢告诉女孩自己喜欢她 她会害怕 躲避 霍燕成轻轻叹了口气 沉音片刻 小声说道 小丫头 赶紧好起来吧 雨落在女孩额头留下浅浅一吻 秦桑鱼像是感觉到什么似的 不安分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霍燕成突然变得紧张 刚刚那一吻不会被发现吧 女孩闷哼一声 疼 她没有发现 只是伤口又开始疼了 霍燕成轻抚一下秦桑鱼背上的伤口 喃喃地说道 你再睡会儿 一会儿就不疼了 女孩听话地睡了过去 秦桑鱼在霍燕成怀里睡了很久 磨磨乎乎睁开睡眼 映入眼帘的是霍燕成的喉姐 在那里一动不动 霍燕成垂下眸子 看着怀里的女孩醒来 瞬间觉得喉咙有些干燥 咽了咽唾沫 喉姐上下滚动 发出沙哑的声音 醒了 还疼吗 好多了 秦桑鱼喃喃地说 睡了这么久了 要尽早就过了 起来写卷子 霍燕成松开圈住女孩的双臂 女孩从怀中溜走 秦桑鱼悠悠地去接了杯水 放在霍燕成面前 刚刚听到她沙哑的声音 想着应该是口渴了 看着霍燕成喝了口水 她默默坐在一旁 开始写诗卷 突然发现题 做多了自然就会了 不像刚开始那几天 十个错五个 秦桑鱼解脱般的轻吐一口气 抬眸望着旁边的霍燕成 今日她穿着白色西装 看电脑时 戴着金丝矿眼镜 虽已三十岁 但脸上依旧白净 有种斯文败类的感觉 打屁股的时候 她面色冷酷无情 看电脑的时候 她思思文文 在平常人眼中 她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秦桑鱼看着霍燕成出了神 这样的男人 以后会娶一个怎样的神神 或者她喜欢男人 霍燕成察觉到女孩的目光 抬起大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发生呆呢 赶紧写诗卷 哦 秦桑鱼埋头开始写 秦桑鱼忽然发现 她对面前这个男人一无所知 只知道她非常有钱 就没了 霍先生 你读得什么大学 女孩用手支撑起脑袋 懦懦的问 北青 霍燕成面无波澜的回应道 秦桑鱼震惊的 睁大了毛子 北青可是全国最高学府 不过也可以理解 能当首富 自然比平常人聪明 怪不得我的试卷你全都会 秦桑鱼小声嘀咕着 霍燕成没有说话 不久后 钱管家的声音传入耳中 霍先生 小姐 吃饭了 听到吃饭 秦桑鱼骤然坐起来 从椅子上离开 来到餐厅 毕竟没有什么是比吃饭更重要 看到一桌清淡翠绿的菜 一下子失落了 钱爷爷 我喜欢吃辣的 你忘了吗 这些菜 看着都没胃口 秦桑鱼有些气恼的嘟囔着 霍燕成来到餐桌旁 拉开椅子 坐了下去 是我让厨子换了菜 你身上有伤不能吃刺激的食物 秦桑鱼还是一脸不开心 撅着嘴 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我吃饱了 你这丫头被灌成什么样了 又想打屁股了是吗 霍燕成俊脸变得阴冷 言语中带了些怒气 秦桑鱼被他吓到了 乖乖羊嘴里塞了几根青菜 打屁股太疼了 他宁可吃一盆青菜 也不想被打屁股 傍晚 咖啡店内 一个打扮的青春洋溢的女孩 一个笑起来温柔的男人 林默看着对面坐着的露言 羞红了脸 言语中带着些许撒娇 露哥哥 这算约会吗 露言定了定神 面无波澜的说 林默 我有话想跟你说 有话说 不会要表白吧 林默既害羞又紧张 咽了咽口水 用手整理了一下刘海 你说吧 露言停顿片刻 才缓缓开口 林默 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意思 但我们不可能 林默愣了愣神 不敢相信的盯着露言 我怕你越陷越深 还是提早跟你说清楚 露言淡淡的说 为什么 话落 林默不争气的眼泪夺况而出 这可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 从小到大 他都是被父母捧在手心 物质生活样样不缺 长得一副青春可爱的模样 追他的男生数不胜数 他都不曾看一眼 现在却被如此狠心的拒绝 心里很不适滋味 见露言没有说话 林默又追问道 那你之前约我吃饭是为什么 上课你还会有意无意的注意我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约你吃饭是为了能和秦桑鱼说话 上课不是注意你而是注意他 露言皱紧眉头 低声说道 林默的眼泪像断了线般流下来 哽咽的问道 所以你喜欢他 露言拿起纸巾 示意他擦擦眼泪 语重心长的回应 他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林默停止了哭泣 瞪大眼睛看着露言 啊 当年 我的亲生父亲在我四岁时 突然消失 我母亲身体不好 没有收入 没过多久 就得了重病离开人世 说到这里露言开始哽咽 还好有好心人收留我 我的养母不能生育 捡到我他们像如获之宝般 这些年把我当亲生儿子对待 为了不辜负他们 我拼命学习 在15岁这年被华清录取 本硕国联读 露言叹了口气 林默心里多了些心疼 竟不知这么阳光的男人背后 却有这样的痛楚 后来呢 亲生父亲去哪了 林默接着问 露言继续说着 后来我打听到 他去一家有钱人家 做了上门女婿 再后来他们生了个女儿 可能就是秦桑鱼 林默质疑道 为什么是可能 他父亲名字 跟你亲生父亲一样吗 你没问吗 露言 当年我母亲不愿意提我父亲 也不告诉我他名字 而且我打听到他应该改名了 所以这个很难确定 那天我偷偷剪了点秦桑鱼的头发 已经送去鉴定中心了 过阵子便会有结果 那我希望秦桑鱼就是你亲妹妹 可是这跟我喜欢你有什么关系 林默疑惑的问 露言回答道 露先生不是你舅舅吗 这么算起来 你是我表妹 林默松了口气 原来露言是因为这拒绝他 什么呀 我舅舅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嗯 这事说来话长 我给你慢慢讲 讲完了 所以我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可以喜欢你吗 林默用手支撑着脑袋 露言没有回答 只是唇角微微一笑 片刻后 露言悠悠的开口 这件事先别告诉秦桑鱼 我想等鉴定结果出来了再和他相认 嗯 晚上 秦桑鱼拿着浴巾走向浴室 霍燕城拦住了他 伤口不能碰水 我就擦擦 秦桑鱼喃喃道 我叫女佣帮你 霍燕城焦急的说 他怕秦桑鱼不小心碰到伤口 秦桑鱼哼哼道 那多休啊 我一个人洗就好 话落 便走进了浴室 是啊 小家伙脸皮薄 容易害羞 以前生病了都不让女佣帮他洗澡 想到这里 霍燕城淡淡的笑了 霍燕城默默守在浴室门口 想着小家伙有事可以叫他 不久后 秦桑鱼搭拉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 穿了一身可爱的蕾丝花边睡裙 像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 我帮你吹头发 霍燕城跟在秦桑鱼身后 取来吹风机 好 秦桑鱼乖乖坐在床边 霍燕城温柔的摆动着女孩的发丝 小丫头用的是玫瑰花味的护发金油 清新淡雅 好闻极了 好香啊 那你下次用我的 也可以这么香 秦桑鱼嬉笑的说着 霍燕城看着女孩一脸宠溺 吹完头发 秦桑鱼抬眸望着霍燕城 男男道 晚上还要换药吗 霍燕城捏了下女孩鼻头 清新说 一天只换一次药 那我睡觉了 说着 秦桑鱼趴进被窝里 霍燕城帮他按好背脚 叮嘱他不要踢被子 缓缓走出去 秦桑鱼趴在床上 打开手机 夕阳红酸奶天团群聊 林默 乖乖 你身体好些了没 我可担心了 神一阳 都怪我没和你一起吃饭 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些事 林默 陆老师要单独约我 还是咖啡店 他该不会要表白吧 往下翻了翻 没有最新消息 秦桑鱼 我没事 就皮外伤 休息几天就好了 你呢 现在和陆老师什么情况 林默 不是表白 是我弄错了 但我说了 我喜欢他 他没说话 秦桑鱼 这不就渣男吗 不同意 不负责 不拒绝 林默 不是你想的那样 乖乖 你别对陆老师这么大敌意 他其实 秦桑鱼 其实什么 林默 没什么 秦桑鱼 第二天 已经上午十点 霍燕成坐在书房 迟迟未等来秦桑鱼 这丫头恃宠而骄 对他好了几天就开始赖床了 霍燕成 来到秦桑鱼房间门前 敲了敲门 起床了 房子里一片安静 没有回声 他轻轻推开房门 见女孩趴在被窝里 都几点了 还睡 霍燕成俊脸冷了下来 略带怒气的说 被窝里的身体动了动 秦桑鱼有气无力的小声嘟嘟着薄唇 我好冷 言语中带着沙哑 雨落 女孩又闭眼睡去 虽说已经是秋天 可温度也不至于让人感到寒冷 霍燕成察觉到异样 抬手撩起女孩脸颊的头发 秦桑鱼脸颊红灿灿的 指尖触碰到如火焰般滚烫 将手上移至额头 更加滚烫 小丫头发烧了 去叫家庭医生过来 霍燕成吩咐门外的女佣 是 不久 家庭医生来到秦桑鱼床前 量了一下体温 询问了她伤口的情况 秦小姐应该是伤口感染又着凉导致的发烧 家庭医生淡淡的说道 霍燕成想着 可能是昨晚洗澡给她吹头发吹的太慢了 让她着凉了 怎么治疗 吃药吗 霍燕成眉头紧促 小丫头怕苦 怕疼 现在神志不清 喂药怕是会吐出来 打一针 再吃点药就可以了 家庭医生淡然道 霍燕成接着问 只打针 不吃药可以不 可以 不过针的剂量会稍微增加一点 家庭医生试探性的说道 霍燕成毫不犹豫的答应 可以 打哪 屁股针 家庭医生一边说一边背针 换个女医生来 医生一问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她在货宅当职 第一次被霍燕成拒绝 竟是因为自己是男人 过了一会儿 一位女医生过来 准备着针 秦桑鱼在被窝里 只穿了那身可爱的睡裙 霍燕成将女孩抱起 让她趴在怀里 将睡裙卷起到腰间 将小妹妹往下拉了一小结 准备让医生打针 秦桑鱼似乎察觉到身上的动作 猛然清醒 睁大眼睛 映入眼帘的是医生手上拿的那一大管针 她吓得一愣 眼泪又不争气的夺况而出 霍燕成 虽然我平时不听话 可也不至于送我上西天吧 怀里的女孩哭得更大声 霍燕成无奈的冷笑一声 轻声细语解释道 你发烧了 要打针才能好 秦桑鱼并没有理会她的话 还在继续哭闹 霍燕成抬手轻轻在女孩头上揉了揉 怕疼可以咬我 女医生开始磨点符 然后扎上去 秦桑鱼疼得咬住了霍燕成肩膀 霍燕成强忍着疼痛 抬手安慰着女孩 乖 马上打完了 真打完后 秦桑鱼才反应过来 她咬了霍燕成 要是病好了不得被她揍 在抬眸 看看现在的姿势 两条白皙的腿路在外面 睡裙被圈起 男人的手按在她屁股上的棉签 自己趴在男人怀里 这画面秦桑鱼用尽力气喊出一声 霍燕成 你流氓 你放开我 平时抱抱也就算了 念在她喜欢男人的份上 陪她演戏 今天居然这么 又想挨揍 霍燕成沉声说道 看着女孩那张又气又羞的模样 她又忍不住轻笑两声 你还笑 我不要面子吗 呜呜呜 秦桑鱼哭得更大声 不许哭 霍燕成扔掉棉签 帮她提上小妹妹 将她抱起来 放在被窝 扯了几张纸巾帮她擦眼泪 修长的手 直理了离女孩脸颊的碎发 轻声说道 再哭就成大花猫了 女孩眼泪是止住了 脸还是气嘟嘟的 转过身去 嘴里还小声嘀咕着 霍燕成 你禽兽 霍燕成轻笑一声 没有说话 抬手准备揉揉她脑袋 秦桑鱼脑袋一缩 你别碰我 该换药了 霍燕成悠悠的说 还在气恼的秦桑鱼没有理会 片刻 秦桑鱼怕霍燕成不经过她同意 直接给她换药 气恼的说着 让女佣帮我换 好 霍燕成淡淡回应了一句 转头出门了 秦桑鱼不敢相信 她居然没有强迫她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刚才发烧了不清醒 她才抱着她打针 还换成了女医生 似乎并没有占她便宜 是自己小肚鸡肠了 女佣来帮秦桑鱼换过药便出去了 打得真理有退烧成分 也会让人试睡 没一会儿 秦桑鱼趴在床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肚子咕咕叫 她被饿醒了 此时已经退烧 整个人都有了精神 秦桑鱼捏手捏脚的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 霍燕成双腿交叠端坐在外面沙发上 似乎在等她 见女孩出来 开口问道 退烧了 秦桑鱼身体微微一颤 抬眸看着霍燕成 懦懦的回答 应该退烧了吧 过来坐 霍燕成伸出肠臂 示意女孩坐怀里 秦桑鱼慢慢悠悠走过去 坐在一边 嘟着粉唇 一副气恼的模样 小丫头人小 气性怎么这么大 霍燕成伸手将女孩揽入怀中 秦桑鱼气恼的想掰开她的胳膊 奈何没力气 放开我 又想挨揍 你乖点 霍燕成紧了紧抱着女孩的双臂 将头往女孩额头靠去 秦桑鱼迟一了半秒 她不会要亲她吧 换了重心的方式惩罚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享受吧 女孩闭起双眼 不烫了 应该是退烧了 霍燕成的声音从脸庞传来 她只是挨了一下额头 闭眼睛干嘛 我又不吃了你 霍燕成看着怀里的女孩两眼禁闭 轻声一笑 秦桑鱼羞红了脸 居然是自己的异想 沉默片刻后 秦桑鱼冷哼道 我饿了 一天都没吃饭了 厨师去休息了 霍燕成低眸看着女孩低声说着 啊 那怎么办 我好饿 要不叫个外卖 外卖员看到地址是货宅 谁敢接单 我给你做饭 霍燕成浅浅说道 秦桑鱼震惊的瞪大眼眸 你会做饭 高高在上的霍燕成会做饭 她那双手每天只签几千万几亿的合同 用来做饭 真是大财小用了 会 不过只给家人做 霍燕成诞生道 其实 她想说只给老婆做饭吃 秦桑鱼琢磨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粉唇一撅一撅的说道 你是把我当成你孩子了 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 我以后会好好孝敬你的 霍燕成 男人走向厨房 取出围裙 示意女孩过去帮忙 秦桑鱼拿起围裙 从前面伸手去帮男人绑围裙袋子 微微抬眸 看到霍燕成肩膀上的伤口 是她刚才咬的 伤口没有处理 只有一块血印 秦桑鱼放开继围裙的手 抬手摸了摸她肩膀上的伤口 略带心疼的问道 还疼吗 女孩手指出碰到伤口的那一刻 霍燕成缩了缩肩膀 秦桑鱼猜到她肯定疼 还行 霍燕成便无波澜的回应了一声 我帮你上药吧 秦桑鱼拉着霍燕成的胳膊 让她坐到沙发上 自己转身去取药 取了药后 秦桑鱼用棉签沾了些药 轻轻涂上去 药膏接触到伤口的那一秒 有剧烈的刺痛 霍燕成缩了一下肩膀 秦桑鱼小声嘟嘟道 乖 上完药就不疼了 她在模仿霍燕成哄她时的话语 霍燕成淡淡的笑了 这丫头居然知道心疼人了 上完要她默默去做饭了 秦桑鱼看着她的背影 想起今天还为了打针的士气脑 真该死 霍先生又给她做饭 又被她咬 自己居然胡乱一想 一小时后 饭菜端上了桌 都是比较清淡的蔬菜 素来挑食的秦桑鱼 吃了很多青菜 不是怕被打屁股 而是霍燕成第一次为她做饭 还带着伤 肯定的多吃点 看着这样的场景 秦桑鱼不禁想到 寻常人家的夫妻 应该就是这样的生活吧 下一秒 她收回思绪 想什么呢 晚上 秦桑鱼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睡不着 可能白天睡得太多了 呼得想起什么似的 从床上蹦起来 去取了些涂抹的药膏 悠悠地走到霍燕成卧室门口 敲了敲门 没有声音 霍先生 依旧没人回复 霍燕成该不会是故意躲着 怕抹药 他比我还怕疼 这怎么行 秦桑鱼微皱眉头 搭来着小脑袋思考着 秦桑鱼见迟迟没有回应 捏手捏脚地推门进去 失忆这么久了 从来没来过霍燕成卧室 他的卧室很宽阔 秦桑鱼低谋想想自己的小卧室 瞬间气恼 这个老男人 自己住这么豪华的地方 让他住那间小小的卧室 这不就是虐待小孩 秦桑鱼迈着小腿走进去 里面还有一扇门 他气恼地推开门 眼前的景象让他瞪目结舌 慧燕成他 他赤裸着上半身 只裹着一条浴巾 头发刚刚吹干 他不仅有一张令人吃醉的脸 健硕的身材 犹如一副精美的油画 八块腹肌勾勒出凸起的线条 动荡着强烈的美感 往下是两条人鱼线 配着那八块腹肌 简直不要太性感 秦桑鱼咽了咽口水 小脸红的要烧起来 白皙的耳垂红的 似乎要滴血 心脏里 仿佛有一只小鹿在乱跑 撞得他呼吸乱了节奏 看够了吗 霍燕成喉结动了洞 低沉的嗓音传入他耳中 秦桑鱼身体微微一颤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盯着男人看了好久 赶紧捂住眼睛 结结巴巴的说着 我 我来给你上药 不是故意偷看的 霍燕成看到女孩害羞的模样 不禁冷笑一声 女孩扭头要逃出去 霍燕成哪能让送上门的溜溜走呢 霍燕成伸出肠臂 从女孩背后穿过去 牢牢地扣住她的小腰 她的小腰又细又软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之前 帮她换药时 白皙如玉的肌肤 霍燕成动了洞喉结 咽了咽口水 怀里的女孩气鼓鼓地 试图掰开她的胳膊 嘴里嚷嚷着 霍燕成 你放开我 霍燕成低眸看了眼女孩 小家伙真是越来越可爱 不放 你不是来给我上药吗 跑什么 低沉的嗓音 在女孩头顶盘旋 秦桑鱼一震 确实是她自己跑进来的 是她要给霍燕成上药的 现在却在逃跑 怎么说 都是她没理 女孩粉唇一撅一撅地说道 那你先放开我 我给你上药 霍燕成松开了女孩 静止走到床前 坐了下去 来吧 秦桑鱼心里窜动着 缓缓地挪不到霍燕成身边 取出棉棒 蘸了点药膏 轻轻涂抹在她肩上的伤口 见货燕成身体微微缩了一下 她定是太疼了 女孩头抹完药膏 嘟起小嘴 轻轻在伤口上吹了一下 这样就不疼了 嘴里嘟囔着 像一缕羽毛轻轻拂过 痒痒的 心里也痒痒的 病了几天 终于好了 秦桑鱼舒展着腰肢 靠在教室座椅上 呆呆地看着老师讲课 一句也没听进去 没过多久 下课领想 看看时间 已经是傍晚 刚出教室就撞上林墨和沈一阳 还有一个不认识女孩 这位是 秦桑鱼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孩 身穿黑色皮衣 头顶十来个小辫子 看起来像个小混混 林墨什么时候跟这种女生 万一快了 这是我大姑夫的表妹的女儿 计算机系的 林瑞希 林墨悠悠地介绍着 两个女孩互相打声招呼 今天希希过生日 今晚办生日会 我们一起去吧 林墨嘻笑着 拽着秦桑鱼胳膊 我得回家 你舅舅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秦桑鱼嘟着唇失落地说着 林墨思考片刻 接着说 你就说去我家住一晚 舅舅应该能同意 可以吗 秦桑鱼也是心里没底 但病了好几天了 终于能出去透口气 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秦桑鱼拿出手机 给霍艳成发了一条信息 霍先生 今晚我住林墨家 一直没有回复 对了 生日会在哪办 秦桑鱼转头问林瑞希 昧色 林瑞希嘴角翘起 这名字怎么听都觉得不正经 秦桑鱼突然有些后悔 要是霍艳成知道 他去这种地方 又得挨揍 他浅浅叹了口气 就是一个 贴TV 看你紧张的 乖乖你当习惯了 林瑞希悠悠的说 家里有霍艳成亮的暴君 任谁都是乖乖女 先去我家吧 给你们换身衣服 穿现在这身可不行 司机停在一处别墅前 到了 这就是我家 林瑞希拽着两个女孩 胳膊往里面走 你爸妈不在家吗 秦桑鱼看着空空荡荡的别墅 忍不住问道 我没有爸妈 林瑞希面无波澜的说 秦桑鱼再没说话 总不能戳人痛处吧 来 你穿这件 默默穿这件 沈一扬你先出去等着 林瑞希拿出两件衣服 递给他们 这不好吧 秦桑鱼看着手里的衣服 黑色尾丝吊带裙 裙摆也挺短 应该只能到大腿中间 这要是让霍艳成看到了 那不就得上刑场了 我还是不穿了吧 这太露了 秦桑鱼推脱着 将裙子放回去 别呀 你这身材多有料 穿着正好 况且去玩你穿这么素 也不太合适 林瑞希极力劝说 那好吧 秦桑鱼默默换上这身蕾丝裙 不得不说 女孩的身材真是好 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满满的曲线感 林瑞希打开化妆箱 淡淡的说 会化妆吗 不会我帮你们化一个 秦桑鱼摇了摇头 林瑞希走上前 帮她化了个妆 看看吧 怎么样 秦桑鱼对着镜子 感觉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镜子里的女孩 淡红色的脸蛋 娇艳的红唇 黑色吊带裙上白皙娇嫩的肌肤 凸显出锁骨 娇艳欲滴的令人着迷 这不妥妥的夜店小公主吗 林瑞希看着镜子里的美人 满意的说 魅色 包间里已经零零散散的 坐着几个人 都是林瑞希的朋友 秦桑鱼跟在人群后面 但丝毫挡不住她的魅力 刚踏进包间 就引起了所有男人目光 瑞希 你从哪带来的亮眉 说话的是坐在沙发中间的浪荡公子 看起来三十岁左右 沈耀 林瑞希身体一正 她没想到 沈耀也会来 这都是我同学 秦桑鱼 林墨 沈一扬 林瑞希简单介绍了一下 话落 沈耀一把扣住林瑞希的腰支 将她放在身旁 缓缓地点了根烟 秦桑鱼乖乖坐在林墨一旁 小声嘀咕着 那人是林瑞希男朋友 林墨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吧 谁找男朋友 找那么大年龄的 她不是你亲戚吗 你怎么不知道 秦桑鱼无奈地问 又不熟 前几天碰到 说她今天生日会 让我们一块来玩 林墨喃喃地解释着 秦桑鱼叹了口气 小妹妹 能喝酒吗 沈耀拿了几杯鸡尾酒 放在秦桑鱼面前 秦桑鱼推脱了一下 喝不了 她的确喝不了酒 可能是酒精过敏 一瓶啤酒都能喝醉 小妹妹 这就没意思了 你看我们家瑞希多能喝 沈耀思考片刻后 接着说 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这个转盘转到谁呢 要么喝酒 要么大冒险 秦桑鱼只能答应 游戏开始 转盘转动着 秦桑鱼心里默念 千万别转到我 果然 没有转到她 转盘只针指向林瑞希 沈耀冷笑了一声 搂着女孩腰的胳膊紧的紧 瑞希选择大冒险 还是喝酒 喝酒 喝酒多没意思 你那么能喝 不如来个大冒险吧 沈耀眯着眼睛看着林瑞希 可以 做什么 林瑞希淡淡的问 沈耀眯着眼 沈耀眯着眼 旁边的男人 男人说话了 在场选一个男人接吻一分钟 好吧 话落 林瑞希抬眸向了沈耀吻去 沈耀得逞的笑了笑 秦桑鱼看傻眼了 难难的问 你是林瑞希男朋友 不是 沈耀脱口而出 没有丝毫犹豫 不是 男朋友还接吻 这也太恐怖了 还是想办法溜吧 她拉着林沫 微笑的对沈耀说 沈大哥 我叔叔在门口接我们 我们得回家 刚来就要走 沈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沈大哥 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得走了 秦桑鱼有些恐惧 压低了声音说着 在玩会儿 话落 沈耀只会两个粗狂的保镖站在门口 完了完了 秦桑鱼咽了咽口水 自己为什么要来这种鬼地方 继续玩 沈耀吸了一口烟 拿着转盘悠悠的说 这一次转到秦桑鱼 喝酒肯定是不行的 一杯肯定醉 这里这么多男人 想到这里 秦桑鱼不由身体颤了颤 大冒险吧 秦桑鱼调整了一下心态 喃喃的说 小妹妹挺有意思 沈耀紧得紧还着林瑞希的胳膊 嘴角勾起邪恶的笑容 接着说 在这个包间里选一个男人 要一根皮带 秦桑鱼一正 这里哪个不是豺狼虎抱 这不等同于把小白兔送到大灰狼嘴边吗 她没有动作 沈耀怀里的女孩看着秦桑鱼面露难色 手指在沈耀柏领间游走 在她耳旁娇声说道 要哥哥 在咱们包间选多没意思啊 不如让她去别的包间选一个男人 沈耀原本是不愿意的 赖和怀里的女孩太撩人 她便同意了 林瑞希瞥了一眼秦桑鱼 暗示她趁这次机会逃走 秦桑鱼捏手捏脚的走出包间 沈耀和林瑞希跟在身后 这也跑不了啊 瞥了眼后面的林墨 暗示她先跑 自己再想办法脱身 走了两步 一个醒目的包间号 映入眼帘888号 这包间门头都比别的更高端 想必里面应该做这些达官显贵 可能不会为难她 会为她脱身 秦桑鱼停下脚步 喃喃说着 就这了 沈耀一脸看戏的表情 直勾勾盯着秦桑鱼 去吧 敲门要皮带 秦桑鱼抬手敲了几下门 片刻门被打开 她胆怯的往包间里挪了几步 吹下头 小声喃喃道 哪位先生可以送我一根皮带 安静片刻后 有男人回应了 哟 小妹妹游戏玩输了吗 叫声哥哥 就给你 秦桑鱼缓缓挪到男人面前 准备叫哥哥 秦桑鱼 还没叫出口 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 令她身体一颤 抬眸转过去 霍燕成俊脸满是怒气的坐在沙发上 秦桑鱼呆愣在原地 腿被吓软了 不敢移动 霍燕成又开口了 秦小姐不是要皮带吗 自己过来解 想想后面是豺狼虎豹 如果继续玩下去 自己清白不保 前面是霍燕成 跟他走大不了被揍一顿 秦桑鱼挪了挪脚 走到霍燕成身边 颤抖着双手准备解皮带 抬眸装的可怜兮兮的模样 带着撒娇的语气 小声说道 就我 后面那堆男人强迫我来的 话音刚落 秦桑鱼被霍燕成一把拽入怀中 一手扣着她柔软的细腰 一手轻轻捏住女孩下颌 暧昧的说道 小姑娘挺有姿色 又抬眸对着她身后的沈耀说道 这女人今晚我要了 你没意见吧 沈耀刚准备反驳 就被其他人打断 这位是霍燕成霍总 沈耀呆愣一秒 论谁也不敢跟霍燕成抢女人 转头带着人走了 秦桑鱼解脱般的轻吐一口气 霍燕成冷着俊脸 放下了捏着女孩下颌的手 缓缓挪的女孩软嫩的细腰上 轻轻捏了一下 瞬间腰间一股疼痛让秦桑鱼皱紧眉头 秦桑鱼知道回去肯定惨了 富有心机般带着撒娇的声音 在霍燕成耳边说 他们要欺负我 你不来这儿 他们怎么欺负你 还跟我说去林墨家 霍燕成怒气冲冲的对女孩说 我错了 秦桑鱼将头埋进霍燕成胸膛 委屈巴巴的嘟囔着 霍燕成放开了怀里的女孩 站起身来 一只大手扣着她的手腕 走吧 回家 秦桑鱼能感受到她的怒气 手腕被捏得生疼 也只能巴巴跟在她身后 出来失业已深 秦桑鱼跟着霍燕成走到车旁 拉开车门缓缓坐上去 霍燕成瞥了眼前排的司机 淡淡的说 你先去外面转转 司机拾去的立刻下车 秦桑鱼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怕不是要揍她了吧 还贴心的把司机支开 免得她丢人 秦桑鱼往车门旁缩了缩身体 霍燕成察觉到女孩的举动 也往她那边挪了挪 包间里灯光昏暗 霍燕成现在才看到秦桑鱼包臀的小短裙 身上蕾丝吊带 中间一条深深的钩 瞬间气红了眼 抬起一只手放在车窗上 将女孩圈在怀里 另一只手捏着女孩下颗 两片薄唇 距离只有一厘米 秦桑鱼不知所措的缩了缩脑袋 不料被霍燕成发现 用手指捏着下颗强硬的将女孩转过来 还知道害怕 霍燕成恶狠狠的瞪着秦桑鱼 仿佛能把她吃了斑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秦桑鱼垂眸喃喃说道 穿成这样去跟别的男人玩的时候 就没想过对错 霍燕成依旧冷脸怒斥 秦桑鱼被吓得不敢说话 霍燕成接着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要是没遇到我 今天怎么收场 话音刚落 秦桑鱼眼泪夺眶而出 嘴里嘟囔着 我以为只是普通的生日会 我也不知道会有那些男人 要是没遇到你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霍燕成看到哭闹的女孩 瞬间气全消了 眼里只有心疼 一把将女孩拉入怀中 将她的小脑袋埋到自己胸膛 伸出一只大手 轻轻揉了揉女孩脑袋 女孩一哭 霍燕成就心软 只想哄好她 秦桑鱼察觉到霍燕成气 好像消了 才缓缓抬起头 喃喃地说 我有点冷 只穿了一件 吊带裙肯定冷 霍燕成想着 你刚才在包间里 怎么不知道冷 现在倒冷了 话到嘴边又收回去 他怕女孩又哭 他脱下西装外套 披在秦桑鱼腿上 上身将女孩紧紧圈住 揉搓着女孩胳膊 为她取暖 片刻后 霍燕成打电话给司机 让她回来开车 司机看着秦桑鱼很冷的样子 小声嘟囔了一句 这不是有暖气吗 怎么不开 话音刚落 便看到后视镜里 霍燕成凶狠的眼神 好吧 是自己话太多 到了货宅 霍燕成伸手准备抱秦桑鱼 秦桑鱼立刻开口 我能走 不劳烦你了 他怕万一霍燕成又要揍她 转头迈着快步跑回房间 关上门 可是好饿啊 中午到现在一直没吃东西 到底出去不出去 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出去吧 就算要挨打 也不想做个饿死鬼 秦桑鱼在房间门口探了探头 没有霍燕成的影子 才溜出房门 到厨房打开冰箱 拿块小蛋糕塞进嘴里 转头瞥了一眼 霍燕成双手抱胸 靠在一旁 直直地盯了他吃东西 秦桑鱼吓得打了个冷战 一瞬间被噎住了 赶紧抓住一旁的玻璃杯 喝了几口 喝下去的那一秒 秦桑鱼脸部急剧猙獰 这不是水 是酒 霍燕成将他的一切动作收入眼中 嘴角勾起潮雪地说 哟 今天不仅出去鬼混 回来还喝我的酒 我没看清 秦桑鱼察觉到霍燕成语气的变化 嬉皮笑脸的想让他放过 转身刚要跑 薄领一凉 他被霍燕成提了出来 放在客厅沙发上 秦桑鱼抬眸看着霍燕成 叫声道 今天都这么晚了 别打了吧 不然屁股疼睡不着觉 话音刚落 秦桑鱼被霍燕成提起来 按在腿上 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几 啪 响亮的一声在空旷的客厅回荡 疼 霍燕成 你又打我 秦桑鱼眼泪汪汪地嘟囔着 下次还敢穿成这样 去找男人吗 霍燕成冷着俊脸 怒气冲冲地说 不是我去找男人 只是一个生日会 秦桑鱼解释着 还敢狡辩 看来我打得轻了 霍燕成 看着女孩不知悔改的模样 更加气愤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再打了 秦桑鱼哭闹着求饶 霍燕成 看着女孩可怜巴巴的求饶 也不忍心再打了 打一巴掌 给个教训就可以了 她将女孩抱起来 放在怀里 抬起手 为秦桑鱼擦擦眼泪 记住就行 不许哭了 打疼了还不让哭 什么暴君啊 秦桑鱼哭得更大声 你再哭 其他人都被你吵醒了 霍燕成淡淡的说着 自己这副样子 有多狼狈 秦桑鱼是知道的 她收了收眼泪 没有再哭闹 片刻后 秦桑鱼酒劲上来了 迷迷呼呼的趴在霍燕成 怀里睡着了 霍燕成低眸看着女孩 白皙娇嫩的锁骨 娇艳的红唇 虽是个小丫头 但身上发育的很好 肉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可爱中带着娇妹 忍不住想尝一口 霍燕成将俊脸俯了下去 薄唇贴着秦桑鱼娇艳的红唇 温柔地稳住了她 直到女孩呼不出气 她才放过女孩 小声在秦桑鱼耳边说道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包括我 女孩睡得很沉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听到 霍燕成将秦桑鱼抱去卧室 帮她盖好被子 捏了捏粉红的小脸蛋 才缓缓离开 次日 沈以杨昏昏沉沉地睁开眼 头痛欲裂般揉了揉太阳穴 看着洁白的被套 明白过来这里是酒店 回想昨晚的场景 秦桑鱼和林墨走后 自己又被那几个男人拉去喝酒 喝到最后倒在沙发上 再后来就想不起来了 沈以杨还在苦苦回想 突然被窝里钻出来一个女孩 娇声说的 小哥哥 你可得负责哦 看着女孩圆润的脸蛋 又白又嫩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粉唇晶莹剔透 可爱的不像话 沈以杨声音微微颤抖 你 你多大了 小哥哥 我十九岁了哟 女孩哪声哪气的说着 沈以杨松了一口气 揭开被子 眼前的一幕让她傻眼了 又赶紧盖好被子 我们 我们昨晚怎么回事 沈以杨依旧颤抖 毕竟二十年来 连女孩的手都没拉过 虽是笑草 但她懂得洁身自爱 八十五岁时表白过秦桑鱼 但秦桑鱼明确的说 她心里有人了 她也大概猜到是谁 之后便默默守在她身边 没有半点淤举 现在居然和陌生女孩 出现在酒店的床上 女孩嘟着唇交声说着 小哥哥你忘了吗 我去找我大哥 结果没看到我大哥 看到了你 我就把你带来酒店 你抱着我不让我走 然后就这样了 女孩没有半点难过 似乎很高兴 沈以杨无奈的挠了挠头 悠悠的问 你大哥是谁 你叫什么 我大哥是沈耀 我叫沈欣 小哥哥可以叫我仙哦 沈欣奶声奶气的说着 沈腰那放荡的公子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妹妹 沈以杨想不明白 沈以杨被沈欣萌话了 也学着她说话 小妹妹 哥哥会负责的 可我们俩都没到领证的年纪 哥哥 不着急 你做我男朋友就好 沈欣粉唇一撅一撅的说着 好 沈以杨摸了摸沈欣的头 你应该上大一了吧 每个学校 沈以杨问道 我是哥哥的学妹哦 我们在同一所大学 沈欣喃喃的回答 片课后又开口 哥哥 我可以和你一起上学吗 可以 那你快穿衣服 我们一起去学校 沈以杨淡淡的说 沈欣撒娇的说着 不吗 哥哥帮我穿 昨晚被你折腾的没力气了 沈以杨瞬间脸上泛起红韵 小姑娘说这句话都不羞吗 自己犯的错要自己承担 默默的帮女孩穿衣服 洗漱完后 沈欣跟着沈以杨出了酒店 小哥哥 牵手 沈欣伸出白嫩的手 是一沈以杨牵着 沈以杨潜笑一声 牵过女孩的手去学校 不远处 一个彪形大汉全程注视着 他们两个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沈要 要哥 沈欣小姐跟沈以杨出来了 还牵着手 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男音 那我就放心了 这是他为宝贝妹妹的 做的最后一件事 校门外 沈以杨 秦桑鱼和林默在早餐店相遇 秦桑鱼瞪大眼睛 怎么一晚不见 沈以杨身边多了个小女孩 还没等他开口问 就听沈以杨说 这是我女朋友 沈欣 秦桑鱼倒喉咙的牛奶 瞬间呛住了 咳了几声才好 姐姐你没事吧 沈欣奶声奶气的说着 没事 没事 秦桑鱼看着呆萌的女孩 瞬间觉得自己老了 以前也没见你身边有女生 小女朋友哪猫出来的 林默好奇的问 秦桑鱼失忆了不知道 可他知道啊 沈以杨这么多年 除了他俩身边再没别的女生 上天赐给我的 沈以杨打去说道 沈欣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沈以杨 大清早秦桑鱼悠悠地吃着早餐 今天我送你去学校 霍燕成披了眼秦桑鱼沉吟道 啊 我上学这种小事 怎么能劳烦您呢 前夜送我去就行 秦桑鱼勾唇推拖着 嗯 不愿意 霍燕成俊脸冷了下来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霍燕成要送他去上学 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秦桑鱼看着霍燕成阴冷的脸 也不敢反驳 免得被揍 没有不愿意 我很高兴 秦桑鱼苦笑 吃完早餐 秦桑鱼只好坐进霍燕成的车 平时都是前管家开车送他 他一向不喜欢高调形式 让开的是十几万的车 这次坐货燕成的车 过于显眼 千万不能让同学看见 想着想着秦桑鱼迷离呼呼的 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霍燕成低眸看了一眼女孩 伸手将女孩头靠在自己肩膀 扣住女孩柔软的腰肢 到学校门口 霍燕成拍了拍她的肩膀 低声说道 到了 秦桑鱼睁开朦胧的睡眼 看到自己在霍燕成怀里 堵起粉唇 有些气恼的说 哼 大早上你就占我便宜 霍燕成冷冷的说 是你自己靠过来的 是吗 看来是自己误会她了 秦桑鱼推开车门 从霍燕成的怀里正拖下车 上午大课间 秦桑鱼去买了点零食 一声嘲讽的女生传入耳中 哟 你家赵叔叔没把你喂饱 秦桑鱼抬眸一看 是苏维身旁的狗腿子 叫什么来着 思考片刻才想起来 叫苏文 苏文旁边还站着几个女生 什么赵叔叔 你在说什么 秦桑鱼不解的问 别演示了 今天早上 我可亲眼看见你从豪车上下来 开车门时 你还在老男人怀里 苏文里直气壮的说 秦桑鱼琢磨了一下她的话 她是在男人怀里 可赵叔叔是什么鬼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秦桑鱼转头准备走 没必要跟他站着理论 苏文拿起手机说 我这里可是有照片的 周围同学也开始起哄 苏文拿出所谓的证据 给周围起哄的同学看了一眼 又放到秦桑鱼面前 确实是今天早上 她被霍燕城搂着腰 打开车门准备下来的照片 不过照片看不清霍燕城的脸 所以 你想说什么 秦桑鱼实在想不通 她在憋什么坏主意 苏文淡淡的说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你为了钱 被赵武包养 秦桑鱼内心 赵武踏马的是谁啊 还包养我 可笑 周围看热闹的同学 瞬间炸开了锅 赵武可是出了名的浪荡 让自己赚了点小钱 找了多少女人 你们以为就这点料吗 我的好姐姐 苏薇给这个女人 介绍了赵武后 就不知所踪了 该不会是她让赵武 把我姐姐给灭口了吧 说着苏文假惺惺的眼泪 夺眶而出 周围同学瞬间炸开了锅 看着挺漂亮的女孩 怎么被包养了 以后离她远点 看着都脏 我就说呢 我的微微女神 怎么消失了 原来是被她灭口了 这不得赶紧报警 为我的微微女神 讨回公道 她床上功夫 应该很强吧 要不然连校草和陆老师 都围着她团团转 行丧于看着周围人的流言蜚语 心脏抽动了一下 这种感觉好难受 好痛苦 她强忍着难受 真想给苏文一巴掌 结果还没打呢 苏文就到地上 苏文的手被地面上的石头 滑了一道口子 鲜血滴答下来 看着这样的场景 旁边的女生将苏文扶起来 坐在一旁 嚷嚷着 赶紧找李主任 秦桑鱼想着这么多人看着 可以证明不是她推的 几分钟后 李主任来到事发地点 苏文抬起手 让李主任看她手上的伤 娇嘀嘀嘀的说 李主任 就是秦桑鱼推的我 李主任瞥了眼秦桑鱼 又面向周围的同学 你们都在场 是秦桑鱼推的吗 周围看热闹的同学纷纷说是 秦桑鱼无语 这些人怎么睁眼说瞎话 李主任淡淡地对身旁的刘老师说 去 让他们班辅导员 给秦桑鱼家长打电话 让来学校一趟 他应该没有家长吧 可别把赵武叫来 苏文继续嘲讽地说着 你的伤不疼啊 还有力气在这颠三倒四 秦桑鱼恶狠狠地盯着苏文 要不是校规里写的不能和同学打架 以他的脾气 早把苏文打一顿 李主任瞥了眼苏文 对他的狗腿子说 你先带苏文同学去医务室 你或者秦桑鱼家长来的再来理论 秦桑鱼气不过 恶狠狠地对李主任说 他诋毁我 还诬陷我 你怎么不请他家长 怎么跟主说话呢 秦桑鱼 注意你的态度 李主任还没开口 他旁边的狗腿子刘老师先开了口 秦桑鱼算是明白了 这群人没一个向着他说话 话落 人群散了 秦桑鱼默默跟着李主任来到教务处 辅导员拿出同学家长联系录 拨通了电话 秦桑鱼双手抱胸 气鼓鼓地坐在椅子上 电话那头传来老头的声音 是钱管家 辅导员 是秦桑鱼的家长吗 您家孩子在学校推导同学 还不知悔改 同学现在在医务室包扎伤口呢 钱管家 不可能 我家孩子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等等我马上去学校 秦桑鱼瞬间失落地垂下脑袋 钱管家来了估计也解决不了问题 可他又不敢告诉霍艳成 万一他也不相信他 说他故意惹事怎么办 钱管家挂了电话后 思考片刻 以自己的身份没能力为小姐讨回公道 还是霍先生去叫为妥当 便拿起手机给霍艳成打去电话 霍艳成此刻正在开会 看了眼震动的手机 之前吩咐过钱管家不要在上班时间打扰他 现在打电话定是有要紧事 接过电话 霍先生 教导主任说小姐在学校推了同学 还不知悔改 让家长去学校一趟 我觉得以秦小姐的为人 肯定不会欺负同学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嘟嘟嘟的盲音 霍先生到底听没听到我说的 霍艳成起身吩咐其他人继续开会 转身对刘特助说 去叫几个公司的律师 是有新的合同纠纷 刘特助看着神情紧张的霍艳成 就算是合同纠纷 也没必要这副表情 不是 跟我走就是 霍艳成冷着俊脸说 秦桑于在教务处呆呆地坐着 看了眼窗外的风景 前管家来能解决事情吗 晚上回去 霍艳成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打屁股 他冷冷地叹了口气 片刻后 苏文被几个女生搀扶进来 在一旁坐下 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秦桑于白了他一眼 手伤了又不是腿断了 还要人服 矫情 不知过了多久 秦桑于靠在椅子上快要睡着 听到有人走来 台眸一看 窗外的男人一身高定西装 宛如一只黑豹 优雅又犀利 天生一副君临天下的王者气势 英俊的五官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 棱角分明 不自觉给人一种压迫感 霍先生 身后跟着几个统一西装制服的男人 像是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 气势汹汹 旁边还有一个胖老头 胖老头笑意盈盈的指路 霍先生这边请 我家小丫头呢 霍燕成冷着俊脸问身边的胖老头 是秦同学 他在教务处 就在前面 您跟我来 让老头心虚的擦了擦汗 霍燕成走进来那一秒 秦桑鱼扑到他怀里 眼泪夺眶而出 看着女孩这副模样 心里满是心疼 揉了揉他的脑袋 温柔问 怎么了 丫头 秦桑鱼没有说话 眼泪却流个不停 霍燕成走到一旁沙发边 坐了下去 将秦桑鱼揽入怀里 脑袋埋在自己肩颈处 轻轻妈撒女孩乌黑柔顺的头发 苏文看傻眼了 秦桑鱼难道是被霍燕成包养了 听闻霍燕成身边从来没有女人 秦桑鱼居然能攀上他 可见手段很高明 霍燕成定了定神 转头看向一旁的胖老头 校长 我家丫头不说话 您说说怎么回事 校长擦了擦汗 要不是前几年 霍燕成给学校捐了十几栋楼 学校早倒闭了 也是这样霍燕成成了学校唯一的出资人 他这个校长也是霍燕成举荐的 无论是谁的错 都不能是秦桑鱼的错 思考片刻后 胖校长开口了 李主任说您家孩子推了同学 我说不可能 肯定是被诬陷的 苏文 话落 李主任反驳道 是秦桑鱼推了苏文同学 人证物证都有 他还不承认 胖校长暗暗戳了李主任一下 示意他别说了 自己又擦了擦汗 李主任转过头来淡淡的说 何校长 您戳我干嘛 我说的是事实 那几个同学可以作证 胖校长瞬间自闭了 他的校长生涯算是到头了 哦 人证在哪 霍燕成冷冷的开口 李主任示意苏文旁边的女孩过来 你说 是不是秦桑鱼推了苏文 你还想都没想 悠悠的说 是 我亲眼看到的 霍燕成没有回应 抬眸瞥一眼旁边的律师 律师上前淡淡的开口 这位同学 我是霍氏集团的首席律师 好心提醒一句 根据我国法律第243条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女孩还没做出反应 一旁的李主任先开口了 霍先生 小孩见的小矛盾 何必大动干戈 惊动律师 作证的女孩硬核的点了点头 霍燕成眼神变得严肃 宁生说 不惊动律师也行 那就叫警察来 顺便调监控 看看谁在说谎 一听到监控 作证的女孩吓得腿软 看了监控就知道她在说谎 真被抓去警局 可怎么办 对不起 秦桑鱼没有推苏文 是苏文 是苏文自己到地上划伤的 女孩垂头小声说 霍燕成紧得紧抱着秦桑鱼的胳膊 但人道 刚才不是气势汹汹的认定 是我家丫头推的人吗 女孩转头指向苏文 是她逼我这么说的 她说她家势力很大 我要是不按照她的意思说 就让我退学 说着女孩哽咽起来 听到这番话语 苏文站了起来 怒声说道 我可没让你这么说 明明是你想巴结我才扭曲事实 霍燕成冷笑一声 扭曲事实 所以你也承认你是自己摔倒 故意诬陷我家丫头 苏文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也只能承认 霍燕成披了眼一旁 还在擦汗的胖校长 何校长 你很热 最近上火 上火 胖校长小心翼翼的说 既然真相大白了 何校长 你看怎么处理 霍燕成接着说 胖校长对李主任说 李主任 给苏文同学留校查看处分 给他旁边这个女孩记过处分 李主任顿了顿 小声在胖校长耳旁说 校长 可苏文是我侄女 你给他留校查看处分 会终身记录在档案里 以后走上社会可怎么办 虽是小声说 霍燕成也是能听到 何校长 难道你要给他走后门 不会 不会 我不是那种包庇坏学生的人 和校长吸低笑脸的说着 霍燕成拍了拍怀里的女孩 宠溺的说 丫头 事情解决了 不哭了 我们回家 秦桑鱼趴在霍燕成怀里 在他西装外套上蹭了蹭眼泪 哽咽的说 还有呢 他说 我被什么赵叔叔包养了 嗯 霍燕成抬眸凶狠的看着苏文 胖校长立马明白霍燕成的意图 大声呵斥苏文 说 你还诬陷秦同学什么了 一并交代 我没诬陷 是事实 我亲眼看到 今天秦桑鱼从豪车上下来 还被老男人抱着 你们不信 我这里有照片 苏文信心满满的打开手机相册 将照片拿给胖校长看 胖校长看完又递给霍燕成 霍燕成一脸嫌弃 没有接手机 冷冷的说 脏 你拿着我看 看完照片 霍燕成轻笑一声 反问道 我很老吗 苏文不解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我家丫头被老男人抱着 你所说的老男人就是我 霍燕成眼神更加有安 是你包养了他 还来冒充他家长 苏文急了 开始胡言乱语 怀里的秦桑鱼南南说道 小叔 你看 他又乱说 霍燕成是秦桑鱼小叔 从来没听说过 苏文垂下头不再言语 霍燕成想起刚才秦桑鱼说的什么赵叔叔 对着苏文问道 赵叔叔是什么意思 就是赵五 苏微姐姐给秦桑鱼介绍了男人 你还不知道吧 秦桑鱼偷偷找男人 苏文仿佛抓到救命稻草班 理直气壮的说 我家丫头 为什么要偷偷找别的男人 是我给的黑卡不够他花 黑卡 就是那个全球限量巴掌 可以无限刷的黑卡 你说那个赵五现在在橘子里 你的苏微姐姐为罪潜逃了 你想替他顶罪 霍燕成恶狠狠地盯着苏文 上次苏微的事已经将他气到 现在居然还敢提 苏文崩溃的摊坐在地上 霍燕成瞥了眼胖校长 没有说话 胖校长立刻领会了霍燕成的眼神 怒声说 于主任 开除苏文学籍 这种学生 我们学校不欢迎 说完 又笑脸盈盈地看着霍燕成 霍先生 您看这个处理结果满意吗 霍燕成垂眸 小声问秦桑鱼 丫头 满意了吗 秦桑鱼嘟嘟嘴 懦懦地说 不满意 让他在全校同学面前道歉 还我清白 不然还是会有同学胡乱议论 胖校长怒气冲冲地对着苏文说 听到了吧 道歉 说完 胖校长又嬉皮笑脸地走到霍燕成旁边 小声问 霍先生 您看我处理得怎么样 我这个校长还能继续当吗 霍燕成冷着俊脸 继续吧 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问题 话落 霍燕成抱起秦桑鱼走出去 你这样抱着我不累吗 秦桑鱼看着霍燕成一直抱着自己 想想自己九十多斤的体重 不由得担心 我体力很好 抱你走几个小时没问题 霍燕成嘴角勾起 看了眼怀里的女孩 好吧 走出校门 霍燕成将秦桑鱼放在车后坐 自己也坐了上去 秦桑鱼立刻扑到霍燕成怀里 将自己头埋在他脖梗间 怎么 我不占你便宜了 你反倒占我便宜 霍燕成眉眼带着宠溺 看着趴在自己怀里的女孩 秦桑鱼哽咽着 霍先生 我想抱抱你 霍燕成揉了揉女孩顺滑的头 宠溺的问 怎么哭了 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我以为你又会打我屁股 说我惹事 秦桑鱼懦懦的说 不会的 虽然你平时比较调皮 可你不是那种欺负同学的小孩 我相信你 嗯 霍燕成将女孩头抬起来 抽了两张纸巾为她擦眼泪 乖 不哭了 眼睛都肿了 秦桑鱼垂头又在她西装上蹭了蹭 像急了一只黏人的小奶猫 霍燕成抬起修长的手指 在女孩鼻头点了点 秦桑说 怎么这么能哭呢 真是个小哭包 回到货宅 钱管家端上来香喷喷的饭 有公饱鸡丁 辣子鸡 酸菜鱼 水煮牛肉 还有两盘绿色蔬菜 秦桑鱼似乎忘了 刚才自己还在哭 此刻端起碗就吃 霍燕成看着女孩吃饭的样子 宠溺的摸了摸她的脑袋 慢点吃 小心噎着 要是让别人看到 还以为她不给这丫头吃饭 每次吃饭都这么狼端虎咽 吃了这么久 两盘青菜像是被打入冷宫 一点都没动 霍燕成皱起眉头 敲了敲秦桑鱼的脑袋 质问道 怎么不吃青菜 秦桑鱼抬起脑袋 嘴角挤出一丝微笑 我看她长得挺好看 想给她留个全尸 霍燕成 不许挑食 不然就罚你 霍燕成淡淡的说 罚我 抄家规 还是打屁股 还是吃青菜吧 秦桑鱼无奈地夹了两根青菜 不情不愿地塞进嘴里 霍燕成伸手摸了一下 女孩纤细的小腰 薄乳纸片 摇了摇头 定是她太挑食 才这么瘦 这怎么行 必须把她养得白白胖胖才行 晚上 秦桑鱼翘着两条白嫩的小腿 趴在床上看手机 刚一打开 好多条信息跳出来 林默 乖乖 今天被欺负了 怎么不告诉我 陆言 有人诬陷你 你可以来找我 我一直在学校 沈以扬 快看学校论坛 秦桑鱼打开学校官方论坛 置顶第一条标题映入眼帘 苏文道歉视频 点开看便是苏文停停无奇的道歉内容 我是苏文 在这里我向秦桑鱼同学道歉 今天是我自己摔倒 诬陷在他身上 他也没有被男人包养 是苏维设计圈套 让秦桑鱼跟赵武见面 现在赵武在牢里 苏维为罪潜逃 作为学生 我们以后要杜绝此类事情再发生 秦桑鱼叹了口气 白天苏文还说苏维是他的好姐姐 现在就把他供出来 缩小自己的错误 夸大苏维的事情来引起同学注意 看看底下评论更有意思 路人甲 我们闻闻女神只是小小的诬陷 情有可原 苏维可是犯罪 路人已 说起女神 我觉得秦桑鱼更漂亮 你们能闻闻算什么 秦桑鱼嘴角勾起 我漂亮吗 周末 秦桑鱼懒懒地躺在床上吃鸡 啪 一个98k精准抱头 小姐 霍先生派来给您两尺寸的人来了 前管家敲了敲秦桑鱼的卧室门 两尺寸 秦桑鱼丢下手机 叔弟跑去开门 几位打扮端装得体的女人 站在不远处的会客厅 两什么尺寸 霍先生没跟他说过 一周后是霍先生的生日 林夫人装为霍先生筹备了一场晚宴 霍先生命人来给你两尺寸 定做礼服 前管家耐心地解释 秦桑鱼疑惑地看向前管家 林夫人 前管家淡淡回应道 就是林墨小姐的母亲 霍先生的亲姐姐 哦 秦桑鱼脑袋刮一转 墨地想起什么似的 宁声说 上次不是还剩几十套礼服没穿过 小姐有所不知 以您的身份去宴会都是要穿定制礼服 不然可能会遭人议论 上次时间紧迫 只能将就选些高端品牌 秦桑鱼默默走到会客厅 让他们量了尺寸 这么说来 马上就是霍燕城的生日了 不得挑个礼物 也不知道失忆之前都送过什么 秦桑鱼浅浅勾起薄唇 嬉笑着问前管家 前爷爷 你知道以前霍先生过生日 我都给送过什么礼物 这次不能挑重复了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每次霍先生都将你送的礼物 收在他卧室的柜子里 前管家善善地说 卧室的柜子 秦桑鱼迅速打量了一圈四周 没见到霍燕城人影 淡淡地问前管家 今天怎么没见他 霍先生一早就走了 说是有重要项目要谈 正好他不在 可以偷偷去他卧室看看 前管家刚走开 秦桑鱼就偷偷摸摸溜进霍燕城的房间 这么多柜子 这得找多久 秦桑鱼不死心将全部柜子翻了遍 没有 认真地排查了一遍 秦桑鱼将目光落在那个上锁的床头柜 只剩这里 要真是他送的礼物 那为何要锁起来 他没有多想 此刻找到钥匙最为重要 秦桑鱼瞥了一眼 钥匙就在床头 拿起钥匙打开的床头柜 一大堆东西掉了出来 有毛龙玩具 手表 打火机 以前他怎么会送这种无聊的礼物 翻了翻 还有一封粉色淘心信封 准备拆开一看究竟 外面霍燕城和前管家的说话声 传入耳中 他回来了 秦桑鱼末地一震 赶紧将东西塞回柜子 准备偷偷溜走 打开卧室门撞上了霍燕城的胸膛 秦桑鱼缓缓抬眸 尴尬一笑 霍先生 你回来了 霍燕城沉声问 来我卧室做什么 我说我走错卧室你信吗 秦桑鱼低声说道 霍燕城伸手圈住了秦桑鱼的细腰 低沉的嗓音落在女孩头顶 你觉得呢 我会信吗 小家伙又在做什么坏事 秦桑鱼嬉皮笑脸的 挣脱他的怀抱 跑回房间 不给他追问的机会 数日 林默一如既往的跑来 和秦桑鱼一起听陆老师的课 默默 你说男人一般想收到什么生日礼物 秦桑鱼低谋小声问 你有喜欢的男人啊 林默不可置信的睁大双眸 眼眸里又犯着一丝八卦 你想什么呢 你舅舅过阵子过生日 我在想送什么礼物呢 秦桑鱼一只手托着下河 难难的说 这就难了 他那么有钱 什么都不缺 林默叹了口气 停顿片刻又开口 我帮你问问陆老师 毕竟男人最懂男人 你什么时候和陆老师这么好了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 秦桑鱼嗅到了一丝八卦的味道 没有 就普通朋友 林默抬眸 看了眼路眼 害羞的垂下脑袋 他回复了 领带 林默转头看向秦桑鱼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领带 下午放学 秦桑鱼让钱管家将车开到商场旁 他一个人跑去给货艳成挑领带 店里种类挺多 但都不太能配得上货艳成的气质 秦桑鱼摇了摇头 呼得前方一款深蓝色的领带映入他的眼 这个还不错 他抬手正准备取下来 却被人抢先一步 秦桑鱼抬眸一看 是一个一米八的男人 戴着眼镜 文质彬彬 看起来25岁左右 秦桑鱼转头问贵姐 这条领带还有没 不好意思小姐 这条领带是S国顶级设计师设计的 就只有这一条 贵姐微笑的回应 一旁的男人开口了 小妹妹是送长辈的吧 你要是喜欢 我可以让给你 不用了 我看看别家 秦桑鱼客气的一笑 他一向不喜欢与人争抢 男人掏出名片递给秦桑鱼 这是我名片 要是没有合适的可以联系我 这条我送给你 秦桑鱼准备拒绝 男人已经将名片放到他手中 转身离开 他只好收下名片 又转悠了一大圈 没有合适的 转念一想 自己设计一条 岂不是更有意义 自己学的是艺术设计专业 虽不比大牌精致 但也是自己一片心意 想必他会喜欢吧 回到家便趴在桌子上 悠悠的画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霍燕成回来了 他看着女孩认真的样子 迈着长腿走到他身旁 画什么呢 低沉雌性的嗓音 在秦桑鱼头顶盘旋 他身体莫的一颤 迅速捂住画稿 紧张的说 没画什么 霍燕成倒也没为难他 不给看就算了 转身回自己卧室 小家伙 最近行为怪怪的 上午偷进他房间 晚上画画又不给他看 不管了 只要他没受伤 没被人欺负就行 其他的都由着他去 画了几天 终于完稿 秦桑鱼垂眸 看着自己的作品 甚是满意 霍先生会喜欢吧 联系了专业定制机构 嘱咐他们要在下周之前做好 很快 到了霍燕成的生日宴 一辆兵力停在宴会厅门前 霍燕成身长臂摟过秦桑鱼 稀嫩的小腰 缓缓进场 男人西装革履 威风凛凛 自带一股亡者气质 引得周围女人痴迷不已 女孩漆黑如墨般的长发 劈屑于肩 可爱中带着娇艳 莫的吸引来所有人目光 霍先生 这位是 一位略带白发的男人上前询问 这是我家丫头 秦桑鱼 霍燕成成生说道 又垂眸看向女孩 这位是夜市集团的创始人 叶正生先生 你叫叶伯伯就好 秦桑鱼嘴角勾起 浅浅一笑 叶伯伯 几年不见 小姑娘长这么大了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叶正生打趣 秦桑鱼没有说话 只是浅浅一笑 你去找林莫玩 我跟叶总谈点事 或艳成轻抚秦桑鱼顺滑的长发 好 秦桑鱼转头寻觅林莫的身影 她在豪华又精致的餐桌旁 秦桑鱼蹦跳的跑过去 拉开座椅坐了下来 舅舅今天带的是你送的领带 林莫腻了一眼秦桑鱼 不是 我打算晚上回去再送 毕竟最惊艳的礼物要留在最后 秦桑鱼眉眼带笑地说着 转眸看到这一桌的零食 慕斯蛋糕 取其小圆饼 馋得他咽了咽口水 伸出细嫩的小手 拿起最为精致的那个小蛋糕塞进嘴里 把一大勺慕斯蛋糕塞入口中 冰凉的奶油一下融化成了暖暖的气息 带有淡淡乳酪香味的蛋糕底也十分诱人 吃了一个还不够 又偷偷拿了一个吃起来 秦桑鱼的小动作全部收入临摹眼中 你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这么吃别人会以为舅舅不给你饭吃 秦桑鱼淡淡一笑 他甚至自己也怀疑 自己真的是被获艳成养大的大小姐吗 这么贪吃 奶家大小姐这副模样 在此刻 一个男人在不远处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心里暗暗想着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男人迈开腿来到秦桑鱼身旁 勾起唇角 宁声说道 小美女我们又见面了 秦桑鱼闻声转过脑袋 抬眼看了一眼说话的男人 你是那天商场买领带的人 小美女还记得我 男人笑脸盈盈的说 秦桑鱼勾唇微微一笑 男人瞥了眼她吃过的蛋糕底托 勾声说道 秦小姐好像对我公司新研发的甜品很满意 你们公司 秦桑鱼疑惑 我们夜市以甜品起家 现代业务虽然多了 不过不忘初心 一直在研发新的甜品 男人耐心的解释着 夜市 秦桑鱼向来不关注这些 就算不失忆 也不知道夜市 男人看出秦桑鱼的疑惑 潜声说 秦小姐没看 我给的名片吧 她确实没看 回家后就不知道赛哪了 只好尴尬的笑了笑 没关系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我是夜宗男 夜市是我家的产业 男人沉着的介绍着自己 秦桑鱼微微点头 我是秦桑鱼 夜宗男拉开一旁座椅 坐了下来 低声说道 秦小姐吃了这么多 对蛋糕的味道口感有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挺 挺好吃的 秦桑鱼懦懦的说 夜宗男浅浅一笑 单身了25多年 仿佛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坐了片刻夜宗男被人叫走 林末一脸花痴样 乖乖 夜宗男好帅 秦桑鱼瞥了眼林末 我觉得也就那样 毕竟没有霍燕成好看 顿了顿 你不要你的陆老师了 林末 要啊 但看看 帅哥也可以吧 秦桑鱼一脸无奈 扎女 片刻后 一个女人一袭粉红裙子 经验全场 女人看起来278左右 端庄 优雅 性感这些词全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 女人走到了夜宗男身边 林末淡淡的说 那个女人是夜家长女夜洛兰 夜宗男的姐姐 夜正生是她父亲 秦桑鱼看着美女直了眼眸 姐姐好美 好撒 林末撇撇嘴 抬手撑起自己的下颌 悠悠的说 人家基因好 一家都长得好看 一旁 霍燕成拿着酒杯和林夫人站在一块 夜正生走上前来 缓缓开口 你家那小孩也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霍总心中是否有心仪的人选 霍燕成眉眼一压 我家宝宝自然是嫁给我 思索片刻才低声说 没有 夜正生轻吐一口气 善善的说 霍总觉得 犬子能否配得上家小丫头 不瞒你说 我家孩子对你家丫头一见钟情 特地让我来跟你提嘴 看看你是什么态度 霍燕成还未开口 林夫人便笑意盈盈的说 夜总也是豪门世家 那丫头要是能嫁过去也算是门当户对 挺好挺好 霍燕成看明白了 夜老头是帮他儿子来抢老婆了 思索片刻 陈生说道 如果我记得没错 您妇人是大学教授吧 像您家这种书香门第 选儿媳英式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的女人 我家那丫头比较顽劣 上学逃课挂科 和同学打架 自己偷偷去逛酒吧 实在配不上您家这种书香门第 夜正生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听就是霍燕成不愿意 编了个理由完转拒绝她 气氛变得尴尬 林夫人捏着笑脸 打破了这气氛 做不了亲家 可以做女婿吗 夜正生疑惑地看了眼林夫人 林夫人测过身 对霍燕成说 夜小姐最近刚回国 你俩赶紧联络联络感情 我记得之前你们俩很要好 这些年 除了那小丫头 也就是夜小姐在你身边时间最久 夜正生笑了笑 霍燕成当女婿 再好不过 几个人继续谈笑风声 此刻 秦桑鱼站在不远处 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在霍燕成心里 她竟是那么不堪 自己花心思为她设计领带 想让她高兴 结果她根本打心底里讨厌她 看不起她 秦桑鱼冷笑 坐到椅子上 想喝酒 想想还是算了吧 喝醉了霍燕成又要抱她回去 表面假惺惺对她好 实际那么厌恶她 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坐在角落 他们才是一家人 自己是多余的 眼泪不争气的夺眶而出 秦桑鱼抬起头 轻轻擦了眼泪 眼眸有些许红肿 再坐下去会被人看出来 她提起包包走出宴会厅 拦了辆出租车 司机看女孩不说话 低声问 去哪 往前开吧 我付钱 司机没有说话 按她的意思漫无目的地开车 秦桑鱼垂眸 看了眼手机里的钱 自己所有的钱 都是货燕成给的 自己所有的衣服 包括那衣内裤 都是货燕成吩咐佣人买的 吃的喝的住的 全是货燕成提供的 在此刻 她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力 眼泪一滴一滴的落下 司机瞥了眼后视镜 看到女孩在哭 低声问道 小丫头和家人吵架了 秦桑鱼没有回应 司机接着劝解 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吵架 是常有的事 把话说明白就好 有时候可能误会她了 误会 她都那么说了 能是误会 丫头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家吧 大晚上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家里人会很担心的 司机耐心的劝说 货宅 不久后 出租车停在货宅外 秦桑鱼下车 直奔自己卧室 将头埋在枕头上 哭个够 此时 霍燕成还在宴会厅 扫了眼周围 没有看到秦桑鱼 拿起手机打过去电话 无人接听 俊脸立刻冷了下来 迈着长腿走到林沫旁边 低声问 秦桑鱼呢 林沫摇了摇头 我也一个多小时没见到她了 这丫头不会喝醉了 被哪个男人带走了吧 看着货燕成焦急的模样 林沫安慰道 她是不是先回家了 你要不问问钱管家她在家吗 货燕成拨通钱管家电话 面色阴沉 丫头回家了吗 回来了 货燕成放下心来 轻吐一口气 还好她回家了 丁克也走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林夫人和刘特助可以应付 货燕成匆匆赶回家 小丫头突然回去 还不让司机送 定是有什么问题 到家后 急切地去秦桑鱼的卧室敲门 丫头 你在里面吗 没有回应 不说话我进来了 货燕成推门而入 看着女孩蜷缩在床上 红肿的眼眶 眼角还有泪痕 小嘴撅起来在睡觉 她哭过了 可她为什么哭 有人欺负她 货燕成抬手抽了张诗巾 轻轻帮她擦掉泪痕 诗巾触碰到她脸颊那一刻 她微微一颤 缩了缩脑袋 几秒后 秦桑鱼缓缓睁开眼眸 看着眼前的男人 生气地翻过身 货燕成看出来小家伙在生气 但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 伸出长臂 一把将她圈入怀中 放在腿上 你放开我 秦桑鱼怒声说道 用手去掰她圈着自己的手腕 奈何力气太小掰不动 货燕成垂眸看着怀里的女孩 沉声问道 为什么哭 秦桑鱼撅着粉唇 不想说话 又被谁欺负了 你说出来 我帮你报仇 霍燕成耐心地看着女孩 秦桑鱼轻哼一声 粉唇一撅一撅地说 你不是说我玩烈 还逃课和同学打架 配不上人家书香门第吗 顿了顿 继续说 既然在你心里我这么不看 你还来管我干嘛 话落 秦桑鱼将脑袋转到另一边 不想理会霍燕成 原来小家伙为这件事生气 霍燕成抬手 揉了揉女孩的脑袋 沉下嗓音 低声说 难道你想嫁给叶宗男 我那样说是婉转地拒绝她父亲 秦桑鱼缓缓将头转过来 她还是不信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所以我不舍得让你这么早就嫁给别人 你还小 可以在我身边多陪我几年 或艳成宠溺地看着女孩说道 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 他们俩已结婚的事实 她怕女孩害怕 离开她 等到女孩哪天喜欢上她 她再告诉女孩 秦桑鱼撅起粉唇 没有说话 她说的是真的 还是来为她之前说的话开拖 乖 不生气了 你饿不饿 我刚让厨师做了点夜宵 霍燕成浅浅地说 没办法谁让她是个小吃货呢 但不能这么快原谅她 霍燕成看女孩没有动作 起身抱着她走到餐厅 依旧将她放在腿上 双臂圈住她细软的腰肢 前管家端来饭菜 秦桑鱼还是没有反应 霍燕成拿起勺子咬了一勺饭 又怕太烫 轻轻吹了吹 拿到她嘴边 示意她张嘴 秦桑鱼惊呆了 这还是以前凶巴巴打屁股的那个霍燕成吗 居然亲自给她喂饭 她呆呆的张嘴 吃掉食物 霍燕成又咬了一勺喂给她 我自己吃 秦桑鱼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霍燕成把她当小孩哄 霍燕成低眸看着怀里的女孩粉唇 一动一动的吃着饭 不如想起之前几次偷偷亲吻的场景 喉咙滚了滚 她的唇很甜 很软 真想一口把它吃掉 秦桑鱼乖乖的坐在霍燕成 怀里吃完了饭 气已经消了 突然想起来 她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等等 我取个东西 话落 她正脱霍燕成的怀抱 跑到房间 取了装着领带的礼盒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你打开看看喜欢吗 秦桑鱼一脸期待的看着霍燕成 霍燕成缓缓拆开礼盒 领带 我帮你戴上 秦桑鱼前几天还看了视频 学习了打领带的方法 你还会打领带 霍燕成不敢相信 秦桑鱼淡淡的回答 前几天看是贫血的 不过 他们俩较大的身高差 他好像够不到 你坐沙发上 不然我够不到 秦桑鱼抬眸懦懦的说 霍燕成默默坐在沙发上 不曾想秦桑鱼直接跨坐在他腿上 面对着他 准备帮他打领带 霍燕成喉咙滚了滚 小家伙不知道这个姿势有多了人 又担心他掉下去 抬起手臂轻轻扶着他的细腰 他的眼里哪还有领结呀 眼眸凝聚在他白皙的锁骨上 想起那日帮他上药 看到的雪白肌肤 耳根不由发红 又难以控制的咽了咽口水 霍先生 你渴了吗 一直咽口水 女孩似乎并不懂她的想法 自顾自的在打领结 没有 你继续打领结 霍燕成亲了亲嗓子 低声说道 掌心里温热的小妖像是没坐稳 轻轻晃动了一下 霍燕成急忙用手固定了她的身体 奇妙的手感停留在手心 勾勒出温柔娇美的线条 这么细的小妖 怕是她轻轻一用力 不堪一击的小妖就会断掉吧 好像不对 帮我一下 秦桑宇软糯的声音让她拉回思绪 好 霍燕成松开扶着女孩小妖的手 抬起来帮她打领带 一个不小心 秦桑宇身体往后倒了去 霍燕成伸出手臂 赶紧将她揽入怀中 隔着单薄的布料 可以感受到她的身体软软的 像牛奶布丁一般 全身血液瞬间涌上头顶 嗓子像是被人放了一把火 一瞬间燃烧起来 又干又痒 心脏剧烈的跳动 下一秒就要破糖而出的感觉 小心点 霍燕成抬眸看了眼怀里的女孩 轻声说道 嗯 秦桑宇软软糯糯回应了一声 再继续下去 怕是要出事 霍燕成将女孩身体往外移了移 压制着心中的燥热 幸好 很快领带打好了 秦桑宇从她腿上下来 眉眼带笑的问 怎么样 好看吗 垂眸看了一眼 逆声说道 好看 老婆选的什么都好看 霍燕成松了一口气 拿起冰水狠狠地喝了一杯 心中燥热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秦桑宇并未察觉到霍燕成的异样行为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声音变得高昂 似乎在等待霍燕成的夸奖 小丫头真有心 居然自己设计 前几天画画 不让看应该就在画这个 霍燕成浅浅一笑 大掌落在女孩脑袋上 轻轻易揉 丫头好厉害 我以为是哪个品牌的高顶 霍燕成知道她想被夸 便顺着她的意思夸奖 秦桑宇高兴得快要蹦起来 第一次得到认可 感觉真好 趁着她的高兴近 霍燕成淡淡地说 要不要陪我看会电视 好啊 正在喜悦中的秦桑宇 怕是说什么都会答应 秦桑宇乖乖地打开电视 坐进沙发里 霍燕成也顺着她坐到身边 伸出长臂一把 将她揽入怀中 她是想看电视吗 她是想继续搂着她的乖宝宝 要是一起 看了爱情片 小家伙应该会立刻喜欢上她吧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却不曾想女孩放了一部 动画片 GG宝 童话里做英雄 主题曲传入耳中 霍燕成 她只好搂着女孩 陪着她看动画片 不久 女孩在她怀中睡着了 她抬起修长的手指 按了遥控器 关掉电视 伸出双臂 将秦桑宇公主抱式 抱回卧室床上 帮她捏好背脚 起身准备离开 女孩喃喃了一句梦话 霍燕成留了下来 她眉眼带笑 嘴角勾起 轻轻挖撒了一下 秦桑宇乌黑柔顺的头发 看了女孩 粉嫩的薄唇 最近一直没机会偷偷亲她 此时此刻 她不想再等了 霍燕成毫不犹豫地 吻上她的粉唇 触感很柔软 很香甜 不由得让她吃你 嗯 睡梦中的秦桑宇 像是感觉到 什么轻哼了一声 又无意识地 回应了这个吻 这一声哼技 像是一种催化剂 让霍燕成乱了心神 她舍不得离开 想要拥有更多 秦桑宇无意识地 攀附起霍燕成的身体 手掌紧紧握住 她坚实的臂膀 呼的女孩 像是做了可怕的梦 身体颤抖了一下 但她没有醒 只是抓着霍燕成 臂膀的手握得更紧 迷力呼呼地喊了声 救我 这一系列动作 让霍燕成身体一僵 仿佛有种 做贼被抓住的感觉 她缓缓抬起头 避开女孩的薄唇 小家伙做噩梦的样子 都这么可爱 再次确认了女孩没有醒 她才轻轻吐了口气 秦桑宇翻了翻身体 踢开被子 继续睡着 霍燕成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家伙睡觉很不老实 总是踢被子 又帮她捏好背脚 轻轻在后背拍了拍 叮嘱道 晚上别踢被子 哦 秦桑宇迷力呼呼回应了句 霍燕成看着她熟睡了 轻轻走出去 躺在自己卧室 辗轻反侧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秦桑宇的身影 她白天哭闹 给她喂饭 她帮自己打领带 又在怀中睡着 一幕幕的净显她的可爱 霍燕成抬起手看了看 手中似乎还有女孩的温度 她柔软的腰肢 粉色的薄唇 不禁让她沉迷 真想把她摁在怀里狠狠欺负 霍燕成起身去浴室 冲了个冷水澡 才磨灭了她身上的火焰 小丫头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她呢 希望那天不要太久 树日 清晨 霍燕成洗漱完 换了身西装 抬手去拿小家伙 昨天送的领带 缓缓自己打上 以后每天都戴这条领带 吃着早餐的秦桑宇抬眸 看了掩霍燕成 低声喃喃道 这个领带好像跟你的衣服不太搭 霍燕成看都不看 沉生回应道 那你多设计几款 跟其他的衣服才能搭配着穿戴 秦桑宇那不把她累死 一天要忙着上课 还得帮她设计不同花样的领带 想想都累 你快点吃 今天我送你 霍燕成垂眸看着慢悠悠 吃着早餐的女孩 像是还没睡醒 秦桑宇听到霍燕成要送她 一个机灵清醒了 上次被同学拍到照片 说她被包养的场景历历在目 她的车态高调 不适合出现在学校门口 秦桑宇抬眸看向霍燕成 祈求般的说道 让钱爷爷送我就好 你的车态高调 霍燕成知道女孩在担心什么 也就没有再强求 想起上次送她时 她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思索片刻淡淡说了句 我让刘特助帮你换的大点的车 便宜的那种 为什么要换大点的 秦桑宇疑惑的问 霍燕成淡淡的说 看你每天早上没睡醒的样子 换的大车 路上你还可以多睡会儿 秦桑宇坐在教室认真听讲 一边听讲 一边小手在桌子下操作着手机吃鸡 呼的一条验证消息弹出来 曹 谁啊 害得他被一把鲜蛋枪给灭了 打开手机 三个大字映入眼帘 叶宗男 这不就那天他父亲说 对他一见钟情的男人吗 他淡淡的按了拒绝添加好友 不曾想对方又发来请求 秦桑宇无奈 只好通过 叶宗男 小美女 中午可否一起吃个饭 秦桑宇 不吃 叶宗男 你出来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说 秦桑宇 你在手机上说 叶宗男 是关于霍先生和我姐的事 在手机上说不明白 你不想听听吗 秦桑宇想起那位美若天仙的女子 不由得愣了愣神 她就是以后的小婶婶 她想过以后会有小婶婶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垂下脑袋 有些悲伤 以后就再也不能让她抱抱 她只好答应了叶宗男 她想知道会验诚和叶若兰的过往 但是鉴于前几次遇到流氓的惨痛教训 这次不能一个人去 她叫上了林墨 沈颖阳和她的甜心宝贝沈欣 餐厅里 叶宗男指挥着员工打气球 放蜡烛 没错 她要告白 女孩子都喜欢浪漫和惊喜 这样秦桑宇该同意了吧 中午 秦桑宇他们一块去了这家餐厅 一进门 傻眼了 粉白气球相间放着 中间有蜡烛围成的心形 几秒后 叶宗男抱着一束红玫瑰走上前来 单膝跪地 秦桑宇 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了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叶宗男一脸期待 其他人也都看着秦桑宇等待结果 不愿意 秦桑宇宁声说道 这么庸俗的表白方式 哪个女生会喜欢 叶宗男有些许伤心 弱弱的问了一句 真的就不考虑一下吗 秦桑宇没有任何犹豫 坚决的说 不考虑 秦桑宇接着说 我是来听你说是的 如果没的说 那我先走了 别啊 我说 做不了女朋友 做朋友也行 过来坐 秦桑宇和林默缓缓坐下 叶宗男开始讲 当年我爸让我姐跟着霍总学习学习 霍总就让他从助理做起 之后霍总觉得我姐很有能力 便让他加入公司管理层 很快他就上手了 出去谈判重要会议 都会带着我姐 业内人士都在传他俩郎 采女猫是一对 后来我们家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市场 我爸让我姐直接去海外驻扎 现在海外项目已经完结 我姐回国了 秦桑宇愣了愣神 亲声问 所以他这次回来是要和霍先生在一起吗 秦桑宇一脸期待 他又在期待什么呢 就算没有叶若兰 也会有别的女人当小婶婶 应该是吧 叶宗男淡淡说道 秦桑宇呼得想起 上次在霍燕城柜子里看到的粉色信封 若有所思的低声问道 你姐姐喜欢粉色吗 有没有给霍先生写过粉色信封带包着的情书 叶宗男思考片刻 悠悠的说 情书我不知道 但他喜欢粉色都这么大年龄了 还经常穿粉色裙子 连他卧室里都是粉粉嫩嫩的 像小女孩住的 这么看来 叶若兰真的是以后的小婶婶 晚上回到家 秦桑宇坐在沙发上等着霍燕城 他想问一问他喜欢叶若兰吗 以后会让叶若兰当他的小婶婶吗 霍燕城走进门 抬眸腻了一眼沙发上的女孩 嘴角微微撅起 又在生气 小家伙每天不是生气就是哭 霍燕城淡淡的摇了摇头 迈着长腿走到秦桑宇身边 他呼的感受到沙发一脚塌陷了 转眸看去 霍燕城已经坐在他旁边 你回来了 秦桑宇低声喃喃道 霍燕城习惯性的将秦桑宇揽入怀中 放在腿上 然后垂下眼眸盯着女孩 今天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没什么 今天叶宗男跟我告白了 秦桑宇淡淡的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霍燕城俊脸顷刻间冷了下来 莫眸变得深邃 似乎很急切想知道结果 所以你答应了没 没有 我又不喜欢他 秦桑宇哭丧着脸低声说着 霍燕城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陈生问 那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还转过脑袋 面对着霍燕城 低声问 你要和叶洛兰结婚了吗 我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霍燕城不解 小家伙生事在哪听到咸咽碎语了 他们不是都说你们俩很要好 郎才女貌 还一起工作过 秦桑宇说道 霍燕城立刻明白了 小家伙吃醋了 他耐心的解释着 叶洛兰他很有能力 我只是把他当作并肩作战的工作伙伴 并没有其他想法 而且我猜他也是这么想的 是吗 秦桑宇有些难以置信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霍燕城看着怀里的女孩 浅笑一声 秦桑宇接着问 那你柜子里的粉色信封是谁送的 霍燕城俊脸突然变得阴冷 又有些心虚的问 你看到了 看到什么 我只看到一个信封 内容我没看 秦桑宇疑惑 要是他看到了内容 还会这么问吗 犹豫了片刻 松开圈了女孩的双臂 准备起身 又低眸看了眼他 陈生说 你坐着别动 我取来你看 话落 霍燕城走向自己卧室 他匆忙的打开柜门 拿出粉色淘心信封 将里面信纸撕碎扔到旁边垃圾桶 只拿着信封出来了 你看 就只是个信封 你以前喜欢收集好看的东西 还要送给我 信都不写 只送了信封 霍燕城装出一副很无奈的模样 秦桑宇接过信封 仔细打量了一遍 确实很精致 自己以前喜欢也不是没有道理 看了女孩没有在怀疑 霍燕城轻轻叹了口气 小家伙挺好胡闹 那封信是秦桑宇 85岁生日时写的表白信 霍燕城不知他要跟谁表白 但想想他年龄还小 谈恋爱不合适 万一被别的男人骗了怎么办 他便悄无声息拿走信封 锁了起来 该吃晚饭了 霍先生 小姐 前管家正在不菜 霍燕城转身想要抱他去用餐 秦桑宇�笑的躲开 我自己去吃不劳烦你了 下午 一个风姿卓越的女人穿着她的高定连衣裙 踩着十二厘米的高跟鞋 踏进霍氏集团 这位小姐 没有门禁卡您不能进去 前台耐心的劝说 你居然敢拦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女人不依不饶 怒气冲冲的对前台说 无论您是什么人 都要遵守规矩 前台面带微笑的善意提醒 或燕城刚进公司大门 看到这一幕 转谋对刘特柱说 给这个前台加点工资 刘特柱淡淡应了句 女人听到霍燕城的声音 立刻回头 脚柔作作的说 燕城哥哥 你看你们前台不让我进去 还表现出一脸委屈的模样 你进去做什么 霍燕城沉声问了句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然是去找燕城哥哥呀 好久都没见到你了 你生日宴 怎么没有邀请人家去 女人撒娇着准备挽霍燕城胳膊 霍燕城疏地躲开了 并没有回答她的疑问 只是淡淡的说 顾小姐请自重 话落 霍燕城走进门禁闸机内 任由顾婷在后面呼喊 都不曾理会 顾婷生气的直跺脚 又瞥了眼前台 恶狠狠的说 看什么看 顾婷前阵子听顾城说 霍燕城有女人了 但没告诉她是谁 她自是不信的 想来一看究竟 谁料她连公司门都进不去 这些年 霍燕城身边 除了那小丫头和叶若兰 没有其他女人接近过 她和叶若兰沾点亲戚关系 时常联系 她也知道 叶若兰和霍燕城 只是合作伙伴 排除了叶若兰 那会是谁呢 能越过她这个 顾家大小节 接近霍燕城 傍晚 顾婷架着她的红色 法拉利去往夜宅 到达夜宅 她打开前备箱 取出几个精致的礼盒 踩着她那十几厘米的高跟邪气 哼哼地走进门 若兰姐姐 你前两天刚回国 我都没时间来看你 今天特意带了几份礼物 请姐姐笑纳 顾婷善提善脸地 冲着叶若兰说 叶若兰优雅地坐在沙发上 浅身回应了一句 谢了 转眸瞥了眼一旁的管家 示意她将礼物收起来 在顾婷踏进门那一刻 叶若兰便已经猜到她的来意 若兰姐姐 你刚回国 不和燕城哥哥聚一聚吗 顾婷坐在对面 娇声说道 不聚 叶若兰淡淡地回应 顾婷抬眸望着叶若兰 她简直是女版的货燕城 冷傲孤亲 高洁淡雅 一个字也不愿意多说 顾婷发觉正常劝说 没有任何作用 便走到前来 扯着叶若兰一脚 撒娇是说着 若兰姐姐 你还不知道吧 燕城哥哥她有女人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叶若兰淡淡地回应 可是 我喜欢燕城哥哥 你带我去看看 那个女人到底什么样 顾婷不依不饶地 拽着叶若兰的衣角 好吧 走 叶若兰也是无奈 不答应她 怕是要把自己烦死 其实 她也有点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 搞定了这个千年老铁树 叶若兰给霍燕城打过去电话 说要去她家坐坐 霍燕城答应了 便坐着顾婷的法拉利 去往货宅 此刻 霍燕城和秦桑鱼正在用餐 前管家带领他们进来 示意他们一起用餐 霍燕城抬眸看了 眼叶若兰身后跟着的顾婷 放下筷子 却脸变得阴冷 叶若兰察觉到霍燕城的嫌弃 浅浅摇了摇头 她的动作似乎在说 我是被逼的 我也不想带她来 一旁白头吃饭的秦桑鱼 缓缓抬眸 打亮了一眼两个女人 诺诺地喊了声 阿姨好 姐姐好 顾婷不自觉地脸庞泛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应道 洛兰姐姐只比我大两岁 你管我叫姐姐 管她叫阿姨 不合适吧 秦桑鱼浅浅舀了口米饭 放在嘴里 听到顾婷的话 轻笑了一声 阿姨 你搞错了 我是叫她姐姐 叫你阿姨 顾婷恼怒地在心里谩骂 她又不敢明说 毕竟霍燕城将这个女孩看得很重 霍燕城抬起手 揉了揉秦桑鱼的头发 随之一笑 仿佛在说 宝宝说得好 顾婷气哼哼地夹了两口菜塞进嘴里 又不死心地夹了口菜放霍燕城碗里 霍燕城将了一秒后沉声说道 顾小姐是不是忘了我有洁癖 话落 她将自己的碗递给钱管家 示意她到了 此刻 秦桑鱼吃饱了饭 可碗里还剩些米饭 她实在吃不下了 便小声嘟囔着 我吃饱了 话落 她匆忙跑回了卧室 毕竟剩了那么多饭 被霍燕城抓住要打屁屁的 霍燕城看着秦桑鱼剩的米饭 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她的小碗拿起来继续吃饭 顾婷看呆了 不是有洁癖吗 怎么还吃秦桑鱼的剩饭 她安慰着自己 可能霍燕城养了那丫头这么多年 把她当自己孩子了吧 吃她的剩饭也是合情合理 对 就是这样 只能是这样 霍燕城和叶若兰聊了些公司项目的事 顾婷丝毫插不上话 便借口说去卫生间 几分钟后 叶若兰收到顾婷信息 洛兰姐姐 你告诉燕城咯咯一声 我先回去了 叶若兰想着 可能是她插不上话 有些尴尬 所以先离开了 告诉了霍燕城 霍燕城也没多大反应 她巴不得顾婷赶紧走 片刻后 叶若兰也起身离开了 毕竟她是被顾婷缠着才来货宅 也没多少话要说 霍燕城叹了口气 终于走了 起身迈着长腿走向秦桑鱼卧室 秦桑鱼晃动着两条稀嫩的腿 趴在床上看综艺 看什么呢 霍燕城沉声说道 秦桑鱼由于看得太投入 并未察觉到霍燕城已经站在她身后 吓得她一个机灵 又迅速将平板合了起来 嘴里小声嘟囔着 没 没看什么 我怎么看到好多个年轻小帅哥 霍燕城微微勾起嘴角 浅浅问道 秦桑鱼心虚的喃喃道 我又没谈恋爱 只是看下爱豆而已 这也不可以吗 话落 她缓缓抬眸看了眼霍燕城 霍燕城内心 除了我 谁也不许看 可她又有什么理由不让她看呢 她说的没错 又不是谈恋爱 霍燕城无奈的摇了摇头 秦桑鱼 我是不是说过吃饭 要吃多少成多少 不能浪费粮食 霍燕城眉眼微皱 提高音量说道 秦桑鱼身体一颤 霍燕城很少联名待性的说她 看来这次是真生气了 她没有底气的垂眸 小声喃喃道 我错了 霍燕城看着女孩软糯的模样 瞬间没了脾气 伸出长臂撑着女孩夜窝 将她抱起来 放在自己腿上 又用胳膊将她圈在怀里 垂眸盯着女孩 轻声问 真的知道错了 真的知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秦桑鱼小心翼翼的回应 她怕又被霍燕城打屁股 这次就放过你了 下次再剩那么多饭 就要挨揍了 霍燕城淡淡的说 我要去洗澡了 秦桑鱼正拖着她的怀抱 她也只好放开 最近天凉了 记得把浴室温度调高点 霍燕城老父亲般叮嘱的女孩 知道了 秦桑鱼拿些换洗衣服去浴室 霍燕城缓缓走出房门 回到自己卧室 刚躺下 秦桑鱼推开了卧室门 叫声说道 我房间浴室的花洒坏了 我能不能在你房间洗 秦桑鱼发现 花洒坏了那一刻 有些欣喜 上次偷偷进霍燕城卧室 看到那个大浴池 震惊至极 便一直寄予她的大浴池 今天终于有理由了 霍燕城内心 还有着好事 小白兔自己送上大灰狼的门 她压制住内心的汹涌澎湃 面无表情地回应了句 可以 你来吧 得到阴影的秦桑鱼 像只兔子一样 蹦跳着跑进霍燕城的浴池 霍燕城听着浴池的流水声 不自觉地脸部泛红 身上有不明的火焰在燃烧 她想冲个冷水早浇灭火焰 可小家伙在里面 只能拿两瓶冰水喝了下去 冰水还是无法将火焰浇灭 或燕城扯了扯衣领 解开两颗扣子 想着 一会儿小丫头洗完就走了 她也不用下床 又解开了皮带 躺进被窝里 此刻 霍宅客用卫生间里 一个女人在马桶上坐麻了腿 她缓缓一动腿脚 嘴里小声嚷嚷着 这么豪华的卫生间 灯居然不是常亮的 或燕城 节欲用电 人人有责 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 九点半 可以行动了 她拿出战袍 一条黑色尾丝包臀裙 迅速穿上 用手机手电筒照亮自己 在镜子里欣赏了一番 前扑后翘 燕城哥哥会喜欢骂 又拿出正红色口红缓缓涂抹 将头发披散下来 这样显得淑女 从窗户内往外探了探头 确定了下没有人 她轻轻从窗户爬了出来 捏手捏脚走到 霍燕城卧室窗户外 缓缓将窗户推开 准备爬进去 秦桑鱼在浴池内悠悠地泡着澡 看到窗户在缓缓打开 吓得她身体开始 不听使唤的颤抖 带着哭腔结结巴巴的小声嚷嚷着 霍 霍先生 霍燕城听到秦桑鱼细微的呼喊声 立刻从被窝里起来 她怕女孩会突然发烧 或者温度过高 缺氧晕倒 书弟打开浴室门 温热的雾气弥漫整个浴室 忽如其来的冷空气 让女孩不停颤抖 她坐在散满玫瑰花的浴池里 雪白无瑕的肌肤上沾满了水滴 看到霍燕城进来 秦桑鱼才安心了些 又看到女人披散着头发 从窗户上往进爬 秦桑鱼吓得魂都飞了 大叫了一声 迅速起身扑到霍燕城怀里 她惊吓过度 并未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穿 霍燕城赶紧扯了一旁的浴巾 盖在女孩背上 双手将女孩紧紧的圈进怀里 小声询问 丫头 怎么了 由于她满心满眼都是秦桑鱼 并未看到窗户上往进爬的女人 有 有鬼 秦桑鱼用手指向窗户 结结巴巴的说 在她怀里依然颤抖 窗户上的女人 肯定也听到了这么大的尖叫声 可她卡在那不进来不行 只好慢慢爬进来 霍燕城抬眸隔着重重雾气看过去 一个穿着黑色蕾丝 包臀裙的女人已从窗户上爬进来 她定了定神后开口 顾婷 顾婷准备使出她勾引男人的全部力气 缓缓抬眸 眼前的一幕让她傻眼了 雾气那一头 或燕城衬衫解开了两臂 露出若隐若现的胸肌 西装裤子也绊掉着 怀里抱着披着浴巾的女孩 顾婷怒气冲冲的走上前去 抬起手 准备放在女孩下盒将她转过来 嘴里还念叨着 我看看是哪个贱女人 抢我的男人 顾婷刚将手放过去 霍燕城就将女孩抱起往后躲了一下 滚 一个字从霍燕城口中有力的发出 怀里的女孩稍微平复了些心绪 微微抬眸 向顾婷看过来 秦桑鱼 顾婷呆了一秒 你们 你们这对狗男女 她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 秦桑鱼一脸无辜诺诺问了句 阿姨 大晚上的 你为什么要装鬼吓人 话落 她打亮了一眼顾婷 穿着一身黑色蕾丝包屯裙 裙边应该是刚才爬窗户时不小心卷起的一截 里面的安全裤肉眼可见 女孩又抬眸看了眼霍燕城 她偏过头去 并没有看顾婷 我要不从窗户上爬进来 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顾婷依旧恶狠狠的辱骂 霍燕城用浴巾将秦桑鱼裹起来 轻轻放进被窝 盖上被子 小声在他耳边温柔的说 乖 堂里面别出来 转身打开卧室门 喊了声保镖 霍先生 有何吩咐 保镖也疑惑 大晚上召唤他们做什么 霍燕城依旧偏着头 指了指身后的顾婷 怒声说道 把这个女人带走 两个保镖 看了眼穿着黑蕾丝裙的女人 相互对视一眼 又是一个勾引霍先生的女人 又瞥了眼被窝里的女孩 只能看到头发 看不清是谁 霍燕城察觉到了两个保镖的目光 训斥道 再看眼睛给你挖了 两个保镖不敢言语 上前架着顾婷走了出去 保镖带走顾婷后 霍燕城坐到床边 帮秦桑鱼整理了一下头发 轻声说 没事了 此刻 秦桑鱼才意识到 刚才什么都没穿就扑到霍燕城怀里 羞红了脸 不自觉用手扯着被子蒙过头顶 被子里有一股霍燕城身上的清香 好闻极了 他不自觉的吸了几口 一系列的举动 看在霍燕城眼里 小家伙脸蛋这么红 不会是洗澡气温太高 有些缺氧吧 或者是刚被顾婷吓到了 他轻轻将女孩蒙在头顶的被子拉开 温柔的问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没 没有 秦桑鱼分不清是被吓到了 还是害羞了 依旧有些结巴 霍燕城叹了口气 没事就好 浅声问 还要继续洗吗 不了 我洗好了 秦桑鱼小声喃喃道 空气中安静了几秒 女孩又接着说 帮我拿一下衣服 霍燕城转过身去帮她拿衣服 睡裙和内衣 触碰到衣服的那一刻 她手指像有一股电流穿过 一阵麻木 定了定神 才将衣服拿过去 你转过去 秦桑鱼小声懦懦的说 霍燕城才发现自己的举动 放下衣服后 一直盯着秦桑鱼 赶紧收回视线 走出卧室 秦桑鱼在被窝里默默穿着衣服 卧室外的霍燕城拿起手机 给刘特柱打去电话 明天一早 你去顾宅告诉顾晨 让他看好他的好妹妹 不要半夜出来勾引男人 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霍燕城的怒气 不远处的保镖 偷偷笑了一声 秦桑鱼穿好衣服 跑出来 看了眼霍燕城 懦懦的说 我回房间了 话落 头也不回的跑回自己卧室 一日大清早 秦桑鱼的手机响个不停 他打开手机瞥了眼 全是林默在群里发的消息 林默 乖乖 你快跟我讲讲 顾阿姨怎么勾引的舅舅 林默 今天一大早 刘特柱就去顾宅 让顾晨管好他的妹妹 别大半夜勾引男人 林默 笑死了 刘特柱传话 肯定是顾阿姨勾引舅舅了 林默 你在第一现场 你知道情况吗 好想知道 秦桑鱼无奈的冷笑一声 何止是勾引 还半鬼吓人 把他吓得魂都没了 又想起昨晚和霍燕成的亲密接触 不由的脸部泛红 他淡淡回应了一条消息 我睡得早 不知道 林默 那太可惜了 这么劲爆的场面 你都没看到 顾宅 顾晨怒气冲冲的训斥着顾婷 你把我们顾家的脸都丢尽了 我都说过霍燕成他有女人了 你还半夜跑去勾引人家 顾婷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以为你骗我呢 而且我不去都不知道 他居然和他家的小丫头搞在一起 这事要是说出去 丢人的可是他们 说不定燕成哥哥就放弃那个丫头了 我不就有机会了吗 顾晨看着不听劝的妹妹 喝赤道 闭上你的嘴 别乱传 顾婷自然是不服气 自己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小丫头 趁着顾晨不在 他偷偷摸摸的溜出门 先去商场 进入顶级高奢品牌店 买了档进限量款包包 提起袋子放在法拉利上 开去林墨家 停车后 拿起袋子大摇大摆的走进林家 姐姐你在家吗 他胶里娇气的呼喊着林夫人 正在娇花的林墨看到顾婷 手僵住了 瞬间瞪大了眼眸 吃瓜的女主角居然惊陷在他家 顾婷瞥了眼林墨 想到她是秦桑瑜的好闺蜜 就不自觉生气 可她又是霍燕城的外甥女 也是无奈 你妈在家吗 林墨蛋蛋指了纸屋里 顾婷走进屋里 抬眼便看到了林夫人 娇声道 姐姐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说着顾婷拿出刚买的限量款包包 我知道姐姐喜欢包包 特地买了两个 希望姐姐喜欢 林夫人推脱了 无功不受禄 顾小姐今天来我家 所为何事 没什么要警示 就是燕城哥哥的事您知道吗 顾婷娇礼娇气的说 燕城什么事 林夫人不解的问 她这个弟弟有自己的想法 做事老成持重 从来不用她操心 怎么今天有人来告状了 她跟她家养的那个小丫头在一起了 走完我去 见她俩裸着在浴室呢 顾婷天忧家促地说着 竟有这样的事 林夫人有些出乎意料 是啊 不信您去问问燕城哥哥 顾婷不依不饶地说 我晚点去 顾小姐先回去吧 林末拿起手机给秦桑鱼发条消息 顾婷来我家了 像是在搞事情 你提醒一下舅舅 秦桑鱼没有理会 顾婷能搞什么事情 顾婷一直偷摸地待在林家墙外 想着一会儿有好戏看了 林夫人定能将那个野丫头撵走 直到傍晚 林夫人才出门去了货宅 顾婷很想看看情况 奈何被保安拦下 霍先生说了 顾小姐要是踏进货宅半步 就让我提头来见 请顾小姐别为难我们这些打工人 顾婷生气地在门口直跺脚 货宅内 霍燕城和秦桑鱼正在吃晚饭 由于他太挑食 蔬菜一口不吃 霍燕城强硬地咬了一勺蔬菜 味到他嘴里 又沉声训斥道 再挑食就打你屁股 秦桑鱼气恼地板着一副苦瓜脸 贴了眼霍燕城 这一幕被林夫人看在眼里 货燕城看着门口的林夫人 轻声问 姐 你怎么来了 就想来看看你 林夫人说 又瞥了眼旁边的秦桑鱼 语气变得温柔 小丫头你先回房间 我有事要问你和叔叔 秦桑鱼乖乖地去了房间 姐 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 还亲自跑一趟 货燕城不解 虽是亲姐 但很少来货宅 今天突然上门 定有什么要紧事 林夫人沉声说 顾婷说你跟那小丫头在一起了 是不是真的 货燕城没有直接回应 淡淡地说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话落 她取出结婚证 弟弟林夫人 林夫人瞪大眼眸 你们俩结婚了 怎么不告诉我 货燕城用手指了 指秦桑鱼的房间 示意林夫人小声点 嘘 小丫头失忆了 她还不知道 林夫人疑惑 既然已经领证 不公主于众 还不让告诉新娘本人 为什么不告诉她 货燕城浅浅摇了摇头 她还小 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那么小的丫头被你骗去领证 那我怎么说你 林夫人无奈地训斥货燕城 货燕城没敢插话 听林夫人继续说着 不过也好 这丫头从小在你身边 心思单纯 不像顾婷 那种女人 一旦你没钱了 就翻脸不认人 姐姐说的对 货燕城松了口气 她以为林夫人 是来兴师问罪的 没想到会替小丫头说话 林夫人接着说 你可得对小丫头好点 她受过那么多苦 我看着都心疼 那肯定 货燕城淡淡的回应 此刻 货宅墙外的顾婷 在墙边听着 没有打骂声 没有摔东西声音 视力太远了 听不到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翻墙 丢掉高跟鞋 直接爬上去 可谁能想到 墙顶安了电网 刚爬上去 身体通过一股电流 她被电晕了 狠狠摔了下来 这么大的声音 引来保安围观 看了女人两眼 又去上报给货燕城 货燕城 俊脸冷了下来 声音中带着怒气 这女人已经给过她一次机会了 她还赶来 去警察局报案 说她私闯民宅 被当场抓获 保安偷偷笑了 按货燕城 要求将她送去警局 以前货宅外 是没有电网的 自从秦桑鱼翻墙逃跑后 她便令人加了电网 并警告秦桑鱼 让她别再翻墙 谁知道 今天竟派上用场了 货燕城 送别的林夫人 迈开长腿走到秦桑鱼房间 轻声询问 丫头 吃饱了没 出来继续吃饭 秦桑鱼这个小吃货 肯定没吃饱 呆呆的跟着货燕城出来 货燕城怕小家伙又不吃青菜 索性直接将她抱怀里 一口一口的喂青菜 秦桑鱼的面部极其扭曲 吃这么多青菜 简直要了命 我不想吃了 秦桑鱼在货燕城怀里正拖着 货燕城微微皱眉 低声训斥 又不乖了 想挨揍 秦桑鱼无奈 乖乖的吃着 下午 娱乐头条新闻 故事长女翻墙 勾引首富不成 被电网电晕 秦桑鱼扑吃一笑 自己一下不注意 竟没吃上一手瓜 她盖着背脚 在被窝里睡了会儿 突如其来小肤剧烈的疼痛 让她惊醒 她想着 不应该呀 还没到姨妈来的时间 怎么会疼 去卫生间看了 也确实没来 可怎么会这么疼 她推开卧室门 寻找货燕城的身影 终于在书房 找到货燕城 她虚弱的小声呼喊 肚子好疼 货燕城上前来抱住女孩 女孩像是用尽 最后一丝力气来寻找她 在货燕城抱住她的那一刻 就晕过去了 赶紧背车 去医院 货燕城焦急的喊着 坐在车上 她想了无数种可能 丫头是不是得了癌症 还能陪我几天 以后没有她的日子 可怎么过 货燕城紧紧抱住女孩 眼眸中全是悲伤 很快到了医院 秦桑宇被抬进急救室 过了一会儿 医生拿着单子出来 家属去交一下费 货燕城焦急的问 她没事吧 医生淡淡的回应 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还看不出来 再做些检查 排查一下 货燕城还是心绪不宁的 在外面等着 十几分钟后 医生将秦桑宇推出来 安排她去病房 看了一旁焦急的货燕城 安慰道 她已经脱离危险 现在去病房打点滴就好 货燕城松了口气 又想问她得了什么病 医生却先开口了 你是她的什么人 我是她老公 这和她的病有什么关系 货燕城不解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问这种问题 那就对了 睡前运动幅度小点 小姑娘经不起你折腾 医生嘴角微微勾起 货燕城一脸疑惑 又带着些恼怒 我没有 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医生 不逗你了 你老婆黄体破领 如果你没做什么 那可能是她自己运动时 不小心导致的 货燕城不明白 这个医学名词的意思 来到病房 她安静地坐在女孩身旁 为她理了理头发 片刻后 秦桑宇睁开朦胧的眼眸 看着旁边挂着的点滴 和病床旁的货燕城 浅浅问道 我怎么了 货燕城抬起大手 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温柔地说道 医生说是什么破领 不过现在已经脱离危险 打完点滴就好了 秦桑宇懦懦地回应了声 嗯 打点滴漫长的时间 货燕城靠在女孩身旁 陪她一起看动画片 肚子还有一点点疼 秦桑宇抬眸看了眼货燕城 懦懦地说 我去叫医生 货燕城眼眸里全是担心 医生不是说已经脱离危险了 怎么还疼 医生来看了眼 轻声说 没事 打完点滴就不疼了 货燕城松了口气 医生走后 秦桑宇还是满脸痛苦 你帮我揉揉好不好 话落 货燕城修长的手指掀开被子一脚 小心翼翼地摸索到她的小腹 从衣服下探去 轻轻揉着 秦桑宇眉头渐渐舒展开 脑袋刮像是在想什么 片刻后 她喃喃道 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 其实她是想问 娶了小婶婶后 她还能待在她身边吗 但她没有勇气问 货燕城不知女孩为何突然这么问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 打完点滴 医生给她配了几副中药 七天一个疗程 七天后看恢复情况 再决定是否继续喝 秦桑宇看着中药 表情变得扭曲 还没煮呢 都能闻到这么强烈的苦味 要是煮着喝 那不是要她命吗 女孩抬眸 一脸哀求地望着货燕城 小声喃喃道 能不能不喝 不可以 货燕城很坚决地拒绝她的哀求 货燕城也很无奈 小丫头最怕苦 更别说是中药了 傍晚 回到家 秦桑宇看了一桌肉肉 瞬间变开心了 默默地坐在餐桌旁吃着饭 货燕城将中药递给前管家 告知她具体的用量 便让她去煮药了 正在美滋滋吃着肉肉的秦桑宇 突然闻到一股苦涩的中药味 表情变得猙獰 迅速往嘴里塞了几块肉 撒腿就跑回自己卧室 将能反锁 今天打死也不出去喝药 几分钟后 货燕城端着中药 来到她卧室门前 轻轻敲了几下门 低声说 丫头 该喝药了 秦桑宇躲在被子里 气恼地喊了声 我不喝 不喝药 病怎么好 你快乖乖开门 货燕城语气很温柔 哄着她 见房间内没有回应 提高了音量 语气变得阴冷 快开门喝药 不然我揍你 秦桑宇只好开门 她还是抗拒喝药 躲进被窝里 货燕城将药放到床头柜上 抬手将被子掀开 两手撑着她搁只窝 将她放在自己腿上 将药拿过来 放在她嘴边 秦桑宇紧紧拧着嘴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货燕城无奈 用另一只掰开她的上下盒 将药灌进去 实在是太苦了 秦桑宇好像把药吐出来 但一想到吐货燕城一身 肯定会被揍 只能默默咽下去 生理上的苦涩 刺激着她的眼眸 几秒后眼泪滴答下来 货燕城看到这一幕 冷笑了一声 喝个药都要哭 怪不得说女人是水做的 一天到晚流眼泪 秦桑宇内心 这么苦的药 苟见了都摇头 我却全喝了 喝完最后一口药 货燕城取出一颗糖 放进女孩嘴里 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出去了 一日秦桑宇起床后 慢慢悠悠地走出卧室 去餐桌吃早餐 现在的她 虽然身体醒了 脑子还没醒 整个人都是 迷迷瞪瞪的模样 呼得一股强烈的中药味 吸入鼻中 她打个寒颤 输得一下清醒了 趁货燕城还没过来 她弯下身子 钻进餐桌下 餐桌周围有容不遮挡 货燕城肯定不知道 她藏在里面 藏着藏着秦桑宇 靠在桌腿上睡着了 货燕城愣是找遍 整个货宅 都没找到秦桑宇 小家伙为了躲避喝药 藏哪去了 正思索着 看到桌下凸出来的裙边 她轻笑一声 货燕城蹲下身子 抬手掀起容部 看到女孩紧闭双眼 靠在桌腿上睡觉 小家伙真是越发可爱了 不禁抬手 捏了捏她粉红娇嫩的脸蛋 睡梦中的女孩突然惊醒 看着货燕城手上 端着那碗药 不由得发寒 脑子里浮现那句 大狼该喝药了 货燕城没有给她 任何的反应机会 将药灌进她嘴里 嗯 秦桑鱼挣扎着 一碗中药下肚 胃里充满了苦涩 你怎么又这样 秦桑鱼带着哭腔说 货燕城嘴角微微勾起 低声说 谁让你不听话 要是能主动过来喝药 我也不会这样 中午放学 秦桑鱼准备去校门口吃午饭 却看到了那辆熟悉的车 她只能乖乖上车 货燕城将她揽入怀中 给她灌下一碗药 下午放学 秦桑鱼瞅了眼校门口 轻轻吐了口气 还好是钱管家的车 秦桑鱼走上前去 撒娇的说道 钱爷爷 今天我想跟默默在外面吃饭可以吗 说完 还不忘眨了眨了自己的大眼睛 钱管家哪底的助阵呢 心里暗暗想着 小孙女现在都学会撒娇了 这些年真是没白疼 满脸欣慰的回应了句 那你先去吃饭 吃完了 我再送你回家 秦桑鱼哪里是想在外面吃饭 她只是为了躲避喝药 她知道霍燕城是为了她好 可耐不住那要真的苦 餐厅里 秦桑鱼切了一小块牛排 悠悠的塞进嘴里 真好吃 开心到模糊 乖乖 你身体没事吧 我听到你送去急救 把我可担心坏了 还好后来 舅舅说了已经脱离危险 林默满眼担心的看着秦桑鱼 她这个好姐妹 最近不知道什么美 不是受伤 就是发烧 昨天又晕倒了 真是太可怜了 没事 我不是好好在你面前坐着吗 秦桑鱼安慰着林默 忽然又想起 林默好像很久没说她和陆老师的事了 便随口问了一句 你和陆老师最近没有进展吗 别提了 陆老师说只是把我当妹妹 她知道我喜欢她 也明确的拒绝了我 林默叹了口气 又接着说 其实我也不奢求什么 只要能经常见到她 看着她健康的生活着 我就心满意足了 秦桑鱼不敢置信 这话是从林默口中说出的 几天不见 觉悟都提高了 小姐 您的果汁 服务员端来两杯果汁放在桌上 秦桑鱼拿起吸管喝了几口 这果汁味怎么怪怪的 但她很好喝 不禁多喝了几口 几分钟后 那个服务员又过来了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上错了 给您的是杯果酒 为了表示歉意 给您二位免单 秦桑鱼摆了摆手 没事 果酒就果酒 也挺好喝的 墨帝她想起自己酒精过敏 喝几口就会醉 身体微微一颤 这样子回去 肯定会被霍燕城揍 可没办法 总不能不回家吧 吃完剩下的牛排 秦桑鱼和林默走出餐厅 坐着各自家里的车回家了 到家后 秦桑鱼觉得自己酒精 马上就上来了 迅速跑回自己的卧室 躺进柔软的被子里 傍晚 霍燕城煮好药 端进秦桑鱼卧室 垂眸看着女孩一动不动 奇怪了 小家伙现在不怕喝药了吗 她轻轻拍了秦桑鱼两下 不见她动 不会又晕倒了吧 霍燕城眉眼皱起 焦急的将女孩抱起来放怀里 舒得闻到了她气息中的酒味 才松了口气 小家伙又不乖了 偷偷去喝酒 等明天醒了得好好惩罚一下 可医生叮嘱过 药不能停 不然就没药效了 思考片刻后 霍燕城含了一口药在嘴里 用手指轻轻将秦桑鱼的粉唇掰开 缓缓将药送入她口中 小家伙虽然脸上表情猙獰 但还是将药咽了下去 霍燕城继续刚才的动作 一口一口喂药 很快要见底了 霍燕城将药碗放在桌子上 霍燕城抬眸看了一眼 秦桑鱼眉头紧簇 似乎是被苦涩的中药刺激到了 表情也变得猙獰 要是这样下去 小家伙应该会痛苦一晚上 想给她喂一颗糖 思索片刻后 还是放弃了 她现在不清醒 万一吃糖 卡喉咙了怎么办 霍燕城拿起一颗糖放进自己嘴里 很快整个口腔中 全是甜丝丝的味道 她缓缓将薄唇 贴近女孩的粉唇 深深地吻下去 帮她缓解嘴里苦涩的药味 秦桑鱼似乎感受到了 那股甜甜的气息 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待霍燕城的唇瓣离去后 女孩不自觉舔了舔自己的唇角 嘴角浅浅勾起一抹笑容 霍燕城看着女孩不再皱眉 表情也缓和了 满意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起身帮她噎好背脚 在她唇角留下轻轻一吻 走出卧室 这一夜 女孩睡得很香 一日 清晨 秦桑鱼洗漱过后 缓缓走去餐厅 抬眸看到霍燕城正经威坐在餐桌旁 秦桑鱼也没多想 拉开旁边的椅子 坐了下去 丫头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霍燕城垂眸 望着秦桑鱼 眼里有一丝不明的情绪 忘了什么 秦桑鱼脑袋还是迷迷糊糊的 抬手拿起一块面包塞进嘴里 我不是说过 不能偷偷去外面喝酒 霍燕城俊脸变得阴冷 带着些怒气说着 秦桑鱼身体一正 自己怎么忘了这茶 看霍燕城的表情 她大概率又要被揍了 迅速起身准备跑回卧室 可还是被霍燕城抓住 将她提起来摁在腿上 女孩试图逃脱 拼命扭动着身体 霍燕城身体微微一颤 女孩趴在她腿上乱蹭 惹得她喉咙发紧 浑身上下跟着了火一样 冷峻的脸庞也染上一抹红韵 小家伙不知道 她又不自觉撩了人 心头躁动 呼吸危急 原本就蠢蠢欲动的心 一时间更加的疯狂了起来 你放开我 秦桑鱼在她腿上挣扎着 片刻后 又气恼的喊了声 你的皮带扣割到我了 皮带扣 她还没换西装裤 哪来的皮带 霍燕城似乎想到了什么 愣了一秒 在她屁股上落下一掌 缓缓松开了手 女孩嘟着唇 气鼓鼓的坐到旁边椅子上 一边擦眼泪 一边吃着面包 还恶狠狠的瞪了霍燕城一眼 你太过分了 一大早就打我 霍燕城没有理会她 静止走回自己卧室 去浴池泡个冷水澡 秦桑鱼停住了哭泣 思索着 看来她的洁癖又严重了 早上刚洗完澡 又去洗 这是病 给治 改天给她找个心理医生 开导开导 这一次 她泡澡的时间有些长 长到都忘记 给秦桑鱼喂药了 秦桑鱼一脸笑意 早上虽然挨了一顿打 但不用喝药了 她笑竹颜开地抱着书 坐进车里 去学校了 霍燕城洗完澡 裹了浴巾坐在浴池边 打开手机 有好几个刘特柱的慰藉来店 刘特柱跟了她这么多年 做事一向沉稳 怎么突然一下子 打这么多电话 她将电话拨了过去 那头的刘特柱 似乎很兴奋 霍总 天大的好消息 您之前不是让我查 那个陆炎吗 她居然是秦小姐的亲哥哥 昨天鉴定机构 那边给我发了鉴定结果 同时也发给了陆炎 霍燕城俊脸冷了下来 带着怒气说 你知道 她去做了鉴定 刘特柱语笑喧甜 淡淡地说 知道 陆炎拿了秦小姐的头发 去做了鉴定 知道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也没有拦下来 霍燕城脸上未见丝毫欣喜之意 反而眉眼更冷了几分 刘特柱耐心地解释着 我想着她鉴定就鉴定吧 如果是亲哥哥 那秦小姐多了一个亲人 岂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 那她之后也不会再缠着秦小姐 两种结果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刘特柱还在等着霍燕城的嘉奖 办了这么大的好事 不得加工资啊 可下一秒 霍燕城挂了电话 喂 只有嘟嘟嘟的盲音 霍燕城怕了 怕秦桑鱼跟她的亲哥哥走 自己也没有理由留着她 今天才打她屁股 她定是不开心 霍燕两句话就能将她带走 思索着 拿起一旁的烟盒 取了支烟 缓缓放在嘴边 猛地吸了两口 吐出两个烟圈 模糊了她的俊脸 片刻后 霍燕城起身 亲自煮了碗中药 放在保温杯里 坐上车去了学校 她想打探一下情况 小家伙和霍燕相认了没 上午大课间 秦桑鱼收到霍燕城的消息 车在校门口 让她去车上喝药 秦桑鱼撇着嘴 不情不愿地来到车上 她已经做好准备 霍燕城肯定会抱住她 强行给她灌下苦涩的中药 可是 她没有 霍燕城缓缓将药放在她面前 温声细语地说 乖 把药喝了 身体才能好 抬手在口袋摸索出两颗糖 是她最喜欢的清苹果味 温柔地说 知道你怕苦 这是你最喜欢的糖 吃了就不苦了 秦桑鱼受宠若惊地瞪大双眸 天阳打西边出来了 她这是怎么了 病啊 还是被外星人拉去改造了 突然变得温柔 尊重她的意见 这不是她的做事风格 秦桑鱼定了定神 浅浅地问 你今天不开心吗 怎么突然 变了 霍燕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沉声回答 没有 秦桑鱼自己端起保温杯 一饮而尽 随后又吃了那两颗糖 我去上课了 喝完药 秦桑鱼起身就走 看她的状态 应该是没有相认 不然以她的性格 定是叙叙叨叨地和她分享喜悦 霍燕城暂时的安心了 周母还没下课 秦桑鱼就收到陆岩的消息 秦同学也会下课一块吃个饭 秦桑鱼疑惑 陆老师之前约她 还会先约林墨 再间接将她约出来 这次她连借口都不找了 她知道 上次陆岩救了她一次 虽不确定她是不是好人 但可以确定肯定不是坏人 吃个饭而已 去就去呗 中午 西餐厅内 男人脸上满是喜悦 身体仿佛有些紧张 一副坐立不安的模样 秦桑鱼笑意盈盈地蹦跳着走进西餐厅 在陆岩对面的位置坐了下去 陆岩将提前点好的果汁 轻轻推到她手边 轻声说 这是你最喜欢的果汁 秦桑鱼一脸茫然 陆老师怎么知道她喜欢喝什么 估计是林墨告诉她的 陆岩手指微微颤抖 从公文包中掏出一张A4纸 缓缓放在秦桑鱼面前 低声说 你看看 纸上有一些图表 像集了生物书上的内容 而最下面盖着红色的印章 写着几个大大的字 确定双方为兄妹关系 谁跟谁是兄妹 秦桑鱼抬眸看向陆岩 表上没有写名字 所以她不知道 我们呀 陆岩有些激动 抓住秦桑鱼的小手 接着说 你是我同父一母的亲妹妹 秦桑鱼呆愣了几秒 慧燕城说过 她是独生女 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哥哥 陆岩看着女孩不相信的模样 便耐心地给她讲了来龙去脉 详情参考24章 所以 你是我哥哥 从一开始接近我 你就怀疑我是你妹妹 秦桑鱼脸上带着些欣喜 父母远在国外 多少年都不回来 现在有了哥哥 不就有了亲人吗 是啊 你没有发现 我们俩长得有点像 陆岩抬手揉了揉秦桑鱼的脑袋 陆岩似乎又想起什么 定了定神 轻声说 听林默说 你借助在他舅舅家 是啊 霍先生是我外公当年捡回来的 我家人都去国外了 一直是他在照顾我 秦桑鱼微微垂眸 有些伤感 陆岩喜笑颜开 恨不得立马将妹妹带回家 那你愿不愿意跟哥哥回家 我在学校附近买了套别墅 现在就我一个人住 我还专为你定制了一间公主房 可是 我跟你回去了 霍先生怎么办 秦桑鱼落寞的不自觉抠着手指 我定会感谢他这么多年照顾你 他毕竟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肯定不羁服我对你好 陆岩劝说道 秦桑鱼犹豫了片刻 林生说 哥哥 谢谢你的好意 我还是继续留在霍先生身边吧 你大好年华 可以找女朋友 谈恋爱 结婚生子 可霍先生 他孤家寡人一个 也不愿意娶老婆 我要是跟你走了 他会很孤独 秦桑鱼眉眼里全是不舍 顿了顿 继续说 况且 他对我挺好的 陆岩没有在强求 浅浅回应了句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他没想到陆岩会这么爽快的答应 不安的心也放了下来 在他眼里 哥哥和霍艳成不同 哥哥是尊重他的想法 给他自由 而霍艳成 总是很严厉的管着他 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 必如喝中药 但两种都是为他好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以后 有人欺负你或者诬陷你 你可以找我 我会护着你 陆岩温柔的说 秦桑鱼懦懦的回应 嗯 他说的应该是上次被人推倒 后又被苏文诬陷的事 秦桑鱼吃了一口意面 似乎又想起什么 悠悠地问陆岩 哥哥 林默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别让他伤心 陆岩顿了顿 我承认 刚开始接近他只是为了见你 但我从一开始就拒绝他 但他好像不愿意放弃 这小丫头倔得很 嗯 我再劝劝他 秦桑鱼回应道 陆岩接着说 下午放学 要不要去我的别墅参观参观 给你看看我布置的公主房 如果以后你的霍先生不要你了 或者你男朋友惹你生气了 可以随时来我这 那个房间会一直为你留着 秦桑鱼有些迫不及待 好啊 我要带默默一起去 傻丫头 你不是才说了 让我拒绝林默 不要伤他的心 现在又要带他我家 陆岩眉眼里满是宠溺 这不一样 秦桑鱼悠悠地说 吃完饭 陆岩和秦桑鱼一起去了教室 下午放学 秦桑鱼去跟校门口的前管家说了声 他和林默要去陆老师家玩 让他先回去 到时候陆老师会送他们回去 霍燕成一天没上班 待在家里 似乎在等待什么 看着前管家一个人开着车回来 有些焦急地询问 丫头呢 小姐和林小姐去了陆老师家 前管家淡淡地说 霍燕成一瞬间俊脸冷了下来 听到这句话 有如给他的一道晴天霹雳 前管家看着霍燕成脸色不对 安慰道 小姐一直比较贪婉 应该是林默要去陆老师家 小姐才跟着去 霍燕成眉脸依旧紧皱 淡淡地回应了句 行 我知道了 霍燕成起身 走进酒窖 拿了几瓶价值不菲的红酒 缓缓走到沙发旁 坐了下来 将红酒放在地上 想想此刻 小丫头已经和陆岩相认了吧 她应该很高兴 以后有了亲人 有人照顾她 守护她 晚上回来 应该就要收拾行李去她哥哥家 我要拿结婚证威胁她吗 那她应该更反感吧 呵呵 脑子里思绪胡乱飞舞着 眼泪一滴一滴落下 自打她五岁那年被秦老爷子收养后 只哭过两次 一次是秦桑鱼在浴室割腕 一次是现在 她用手擦拭着眼泪 这副狼狈模样 不能被秦桑鱼看见 拿起酒瓶 一饮而尽 秦桑鱼没心没肺的 在陆岩家玩着 其实她也奇怪 已经过了喝药时间 霍燕成怎么还不找她 甚至一条信息都没发 完了会 秦桑鱼便让路严送她和林默回家了 秦桑鱼回到霍宅时 天色已晚 去卧室放下书本 小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钱管家似乎有些着急 秦桑鱼看见钱管家焦急的模样 轻声问 怎么了 钱管家叹了口气 缓缓说 霍先生今天心情不好 把自己闷在酒窖里 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要不 你去看看 钱管家在霍燕成身边待了正多年 她的心思大概也能猜到 今天早上不是还好好的 我去看看 秦桑鱼眉眼微皱 她也担心会验惩 到了酒窖门口 她才发现居然要密码 无奈 她只好返回客厅 问钱管家 钱爷爷 酒窖密码是多少 呀 之前霍先生说过 我给忘了 钱管家焦急的思考着 顿了顿 好像有个505还是多少来着 505不就是她生日吗 前面三个数字试着说自己的出生年份 咔 打开了 秦桑鱼悠悠的想着 我又不会来偷偷喝酒 为什么要把密码设置成我生日 她打亮着周遭环境 灯光明亮 照耀下琳琅满目的藏酒 价值6到8位数不等 往里走 还有一个宽敞的娱乐室 跟TTV差不多 灰暗的墙壁上挂着投影布 秦桑鱼心里想着 这么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霍先生不告诉她 自己躲在里面玩 再往里面走 有一个房间 秦桑鱼缓缓推开房间门 里面一片黑暗 货宅戒备森严 定不会有坏人 所以她没有恐惧黑暗 伸手摸索着墙上的开关 不曾想还没摸到开关 秦桑鱼眼前舒得穿过一个人影 腰上呼得横过来一只手 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就被男人摁到柔软的沙发里 秦桑鱼害怕极了 拼命的呼喊 救命 你别碰我 可 无济于是酒窖本就是封闭的地方 再加上会验诚加装了隔音设施 里面说话 外面一丁点都听不到 男人将秦桑鱼圈在自己和沙发之间 借着酒劲 做出了他平时不敢做的事 绵密地稳落在秦桑鱼的颈部 秦桑鱼被吓得 眼泪哗哗掉下来 他哭喊着 一滴滴眼泪顺着下巴流到颈部 男人唇角触到女孩的眼泪 突然停下了动作 他不该这样对他 他会害怕 以后会躲着他 男人尚存的理智压制了眼眸里的欲望 缓缓起身 松开秦桑鱼 自己倒进沙发中 秦桑鱼呆愣了一秒 此刻 房间里恢复了安静 只有男人略粗的呼吸声 他想起身 可是胳膊被压麻了 缓了片刻 才起身去摸索开关 心里满是委屈 一会儿让霍先生把这个人抓起来 居然欺负我 霍先生肯定不会放过他 找到了 秦桑鱼心脏突然加速跳动 他怕看到这个男人 慢慢地按下开关 黑暗的房间里亮起灯光 秦桑鱼捂住眼睛 适应灯光后才放下手 朝着沙发那边望去 是那个熟悉的身影 男人眼睛紧闭 眉毛皱起 躺在沙发中 霍先生 秦桑鱼看着沙发里的霍燕城 心里默默松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坏人 不对 刚才霍先生对他做了那样的事 霍燕城没有回应 依旧眼眸紧闭 秦桑鱼呼地想到 刚才在他身上闻到一股浓郁的酒味 秦桑鱼走上前去 坐在霍燕城身边 低声问 你喝醉了吗 依旧没有回应 看来是真醉了 秦桑鱼起身 准备去叫前管家 将霍燕城抬出去 不料 霍燕城两只胳膊圈住他的细腰 嘴里还低声喃喃着 不要走 让我再抱话 秦桑鱼捶眸看着霍燕城 他应该是做噩梦了 所以刚刚问他是在弄友 他还是乖乖让霍燕城抱着 如果他做噩梦了 霍先生 肯定也会这样哄他 不知不觉 秦桑鱼在他怀中睡着了 霍燕城微微睁开眼眸 看着怀里的女孩 眉眼舒展开来 将女孩往自己怀里懒了懒 在他唇角落下浅浅一吻 今晚就在这儿睡 好不容易能和他的小家伙睡一块 怎么忍心吵醒他呢 一日 大清早 秦桑鱼缓缓睁开双眸 呆愣了一秒 由于沙发比较小 容不下两个人并排睡 他居然紧紧的趴在霍燕城怀里 书地一下羞红了脸 赶紧起身 霍燕城感受到身上小人的动作 也随之睁开眼 伸手揉了柔朦胧的睡眼 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陈生说 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又抬眸看了眼秦桑鱼 丫头 你怎么也在这儿 秦桑鱼缓了缓神 才想起昨晚的种种 小声喃喃道 你昨晚喝醉了 还做噩梦了 我就在这陪你 然后就不小心睡着了 秦桑鱼垂眸说着 突然意识到又不是自己的错 干嘛要这么心虚 昨晚明明是他做了坏事 气恼的嘟起粉唇 霍燕城看了女孩的小动作 浅浅的问 怎么了 谁惹你不开心了 秦桑鱼愣了一秒 昨晚吻他又不是霍先生故意的 他应该是做噩梦了 算了 还是不要说了 避免两个人都尴尬 没 没谁惹我 秦桑鱼懦懦的说 霍燕城心里暗喜 小家伙被他欺负了还不好意思说 太可爱了 不过他会不会被别人欺负了也不说 霍燕城微皱眉头 温柔的说 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 无论什么原因你都要告诉我 我会站在你这边 秦桑鱼并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 嗯 霍燕城唾切的想知道 秦桑鱼是不是要搬去鹿岩那住 但他似乎没有勇气问 想不到自己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 天不怕地不怕 竟会在儿女情场上如此扭捏 霍燕城垂眸了眼 秦桑鱼 浅浅说 丫头 你有几顿中药没喝了 秦桑鱼书对神经一崩 已经超过24小时没喝了 他反问道 我又不会自己煮药 你没让我喝 这不能怪我吧 霍燕城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 将他抱起来 悠悠地走出酒窖 秦桑鱼懦懦地说 你这么抱着我不好吧 霍燕城宠溺地说着 不抱着你 等会喝药又要躲起来 我还得找你 其实他想一直抱着他的小家伙 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放开 走到秦桑鱼卧室门口 霍燕城才缓缓将他放下 低声道 先去洗漱 一会儿吃完饭再喝药 秦桑鱼乖乖地去洗漱 洗漱完又乖乖坐在餐桌旁 抬眸看了眼霍燕城 轻声问 你昨天为什么喝酒 霍燕城身体一正 停下手中动作 他想说怕他走 可他不敢 思索片刻 淡淡地回应 你都去找别的男人了 我还不能喝酒 秦桑鱼瞬间明白了霍燕城的话 神采飞扬地说 你知道吗 陆老师居然是我亲哥哥 霍燕城假模假样地表现出惊讶的表情 说了句 是吗 看着女孩高兴的模样 接着问 你昨晚去他家 是打算搬过去住 秦桑鱼顿了顿 接着说 没有 他是想让我搬过去 但我拒绝了 霍燕城瞬间松了口气 陈生问 怎么 他那不如我这豪华 没人伺候你 所以才拒绝 秦桑鱼气恼地放下手中的面包 怒气冲冲地说 在你眼里 我竟是这样 贤贫爱富之人 霍燕城他也不知怎么的 嘴里蹦出了那句话 确实是自己太偏激了 他没有回应 我就知道 上次你说我配不上人家叶宗男 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就是你心中所想吧 秦桑鱼恶狠狠地说着 霍燕城看了女孩恼怒的模样 瞬间慌了神 不是 话还没说完 秦桑鱼就起身回到自己卧室 取了今天上课用的书 头也不悔地坐上车 钱管家看到这一幕也着急 霍燕城他再了解不过了 明明是在担心秦桑鱼离开他 可话到嘴边就成了反话 你呀 钱管家批下两个字 转身去送秦桑鱼上学 到学校门口 秦桑鱼远远地看到陆岩 立刻蹦下车 跑到陆岩身边 笑意盈盈地喊了声 哥哥 陆岩看了眼身旁的女孩 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下一秒 秦桑鱼失落地垂下头 想起刚才霍燕城说的话 她既生气又失望 陆岩瞧出女孩的情绪变化 温柔地问 怎么了 秦桑鱼懦怒地开口 霍先生说我贤贫爱父 上次她就秦桑鱼时 霍燕城一脸敌意 她就看出了秦桑鱼口中所谓的霍先生 应该对她有意思 陆岩浅浅一笑 你应该曲解了她的意思 是吗 听到陆岩的劝说 秦桑鱼垂下脑袋 下午放学 秦桑鱼有些心虚地踏进家门 垂眸思索着 早上确实是自己胡乱猜忌 霍先生肯定生气了 捏手捏脚地回自己卧室放下书本 出门才敢略微抬眸 餐厅里霍燕城坐在椅子上 温柔地冲着她微笑 张开一只手臂 示意她坐到她的怀里 秦桑鱼揉了揉眼睛 没看错吧 她没有生气 她迈着小碎布 欣喜万分地扑进霍燕城怀里 霍燕城属实没想到 小家伙会这么主动 以她的性格 应该是要修上几句 她才会乖乖过来 霍燕城将女孩往自己怀里懒了懒 双臂牢牢地圈住她 秦桑鱼身体紧紧贴在霍燕城胸前 双手环住霍燕城的脖子 懦唧唧地在她耳边说着 我错了 你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女孩的气息如羽毛般在她耳边轻轻拂过 酥酥麻麻的 胸膛里划过一丝不明的跳动 小家伙又不经意在撩人 秦桑鱼等了片刻 不见霍燕城开口 转眸看向她的脸 诺声问 有没有在听我讲的话 霍燕城书弟愣住 连忙受惠思绪 小家伙刚才说了什么 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霍燕城喉咙滚了滚 陈声问 你刚刚说了什么 秦桑鱼有些气恼的嘟气粉唇 心里暗暗想着 霍先生最近变得好奇怪 说话也听不到 一天还要洗那么多次澡 看来问题大了 片刻后 她才悠悠开口 我说早上是我错了 你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霍燕城愣了愣神 原本打算给小家伙道歉的 没想到居然她先道歉了 看来小家伙知道心疼人了 霍燕城浅浅一笑 温柔的说 是我不好 我是怕你跟你哥哥走 秦桑鱼笑逐颜开 诺诺的说 怎么会呢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停顿片刻 秦桑鱼似乎想到什么 收起笑容 接着说 那以后有小婶婶了 你也不要丢下我 我会很乖的 霍燕城叔弟一下笑了 小家伙太可爱了 哪来的小婶婶 自己当自己的小婶婶 秦桑说 你放心吧 永远都不会有小婶婶 话落 捏了捏她圆嘟嘟的脸蛋 好想亲上一口 秦桑鱼又开始胡乱猜想 所以她真的不喜欢女人 她喜欢男人 不经大脑的蹦出一句话 那会不会有小叔叔 嗯 霍燕城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顿了顿 接着问 我不就是你小叔叔吗 你还想要别的小叔叔 秦桑鱼身体一正 才意识到刚才问了什么奇怪的问题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幸好霍燕城没理解她的话 急切的补救到 不是 我意思你的好朋友 不会来找你吗 那不就有小叔叔了 哎 也说越离谱 希望霍先生不要乱想 霍燕城迷了眼怀里的小丫头 她这是在吃醋嘛 连男人的醋都要吃 抬手轻轻揉了揉女孩的脑袋 温柔地回应道 如果你不喜欢 我不会让朋友来我们家 再说下去 饭要凉了 霍燕城双手撑起女孩搁置窝 将她转向餐桌 一只手搂住她的细腰 一直去夹菜 一口一口地喂到女孩嘴里 秦桑鱼遇到自己不喜欢的青菜 会紧闭粉唇挣扎一会儿 下一秒还是得乖乖吃掉 天空飘着蒙蒙细雨 顾晨撑起黑伞 在拘留所门口如坐针毡地等待着 今天是顾婷被放出拘留所的日子 顾婷走出拘留所 抬眸看着顾晨 眼泪哗哗直流 哥 看着顾婷沧桑狼狈的模样 哪还有昔日顾家大小节的风范 顾晨妈撒着顾婷的后背 陈生说 出来了就好好生活 别再招惹惠艳成和他家那个小丫头 顾婷微微一颤 他能进橘子全是秦桑于亥德 他做不了惠艳成的女人 其他人也休想 顾婷表面答应了了顾晨 顾晨没多想 毕竟他进去待了半个月 也该知错了 回到顾宅 洗了澡 换回他高定套装 化了个妆 在镜子前欣赏一番 之前的顾婷又回来了 他管不了惠艳成 难道还治不了那小丫头吗 拿起手机拨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粗狂的男生 喂 顾婷紧张的擦了擦汗 朱大哥吗 包绑个人 你开价格 男人没有丝毫犹豫 五百万 五百万对于他这个顾家小姐来说是个小数目 不过顾晨最近停了他的卡 一时半会也弄得来这么多钱 低声回应道 钱不能一次给 不然你说我钱不办事 我找谁去 我先付一百万定金 电话那头的男人犹豫了片刻 才缓缓回应 可以 一日秦桑鱼一如既往的上学 下午放学 钱管家在校门口等着 呼得有个和钱管家年龄相仿的老太太 在他眼前摔倒 钱管家好心 上前询问 你没事吧 需要我帮忙吗 大家都年龄大了 遇到困难 能帮就帮上一把 不然万一哪天自己出事了 要是没人管 那岂不是老命就没了 老太太有气无力的说 我这把老骨头怕是不行了 现在摔倒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劳烦你把我送去医院 钱管家犹豫了 这可如何是好 还得接小姐回家 做了会思想斗争 人命关天 先将老太太送医院再说 做好事 小姐和霍先生肯定都能理解 秦桑鱼出了校门没看到 钱管家 想着可能是他忙别的事来晚了 站在校门口等着 期间 林默也要他一块坐自家车回去 他拒绝了 渐渐的 校门口学生散完了 秦桑鱼拿起手机准备问问钱管家到哪了 可谁曾想 他被人用毛巾迷晕了 一个黑袋子套了下来 他被拉入一辆黑色面包车里 秦桑鱼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郊外的小木屋里 嘴里塞着毛巾 双手被绑在背后柱子上 门口站着两个彪形大汉 他被绑架了 这种情况得想办法自救 可是 他用了全部力气 也挣脱不开手上的绳子 门口的彪形大汉 听到屋里有细碎的动静 进来看了眼 恶狠狠的警告秦桑鱼 老实点 货宅内 全体人员乱成一锅粥 霍燕成火冒三丈的指挥保镖 找 都去找 他学校附近 他同学家 老实家都找一遍 钱管家在一旁心惊胆战 他哪会想到自己救了个人 小姐就不见了 电话也不接 问过林默 他说下午刚放学 还见秦桑鱼在校门口等他 钱管家低声安慰霍燕成 说不定小姐真去了同学家里 恰好手机没电了 希望是这样 一直以来 霍燕成将钱管家当长辈对待 而且他也知道 钱管家失去救人 不是他的错 便没有对他发火 即便是报警了 也无济于事 失踪不超过24小时不予立案 陆言 林默听到秦桑鱼失踪的消息后 也纷纷赶来货宅 到了晚上9点 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众人坐在会客厅沙发上 坐立不安 霍燕成更是心急如焚 伤心到哽咽 小家伙从来没有夜不归宿 现在的他在哪呢 这个点 肚子该饿了吧 没有家里的大鱼大肉 他该会难过吧 此刻 小木屋内 几个标形大汉 吃着带来的即食汉堡 泡面 秦桑鱼呆呆地看着 纵使肚子饿得一直叫 也没人理会他 他好想会厌城 他会抱着他喂饭 即使吵架了 自己不听话 也不会让他饿着 想着想着 眼泪滴滴答答地流下来 霍先生 你什么时候来救我 标形大汉 听到秦桑鱼的抽烟声 没有理会 只是凶狠地警告他 你老实点 等明天顾大小姐来了 我们还得用你换尾款 顾大小姐 又是顾婷 秦桑鱼收住了眼泪 开始拼命制造声响 标形大汉 看到秦桑鱼 像是有话要说 索性给他取下了 嘴里叼着的毛巾 这荒郊野外的纵使 他大喊大叫 也不会有人听到 秦桑鱼集中生智 焦急心如火焚的开口 各位大哥 顾婷给你们多少钱 我给你们双倍 见他们没有回应 秦桑鱼又开口了 你们放了我 价格好商量 标形大汉潮雪地笑了 你个小屁孩 哪来的钱 还价格好商量 谁信呢 看来顾婷并没有告诉他们 他的身份 秦桑鱼急匆匆地说 我叔叔是会验诚 他的名号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没钱 但是他有钱啊 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 让他拿钱来赎人 标形大汉愣住了 老大让他们帮这个女孩的时候 也没说他是会验诚的人 老大应该也蒙在鼓里 标形大汉给朱镕海打去电话 老大 这次我们绑的可是会验诚的侄女 电话那头像是僵住了 停顿几秒后才怒气冲冲的抬口 顾婷这个狗女人 居然敢骗我 这女孩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 标形大汉 老大 那现在怎么处理 把她放了 电话那头犹豫了片刻 不放 如果放了她 回去告诉会验诚 我们还能活命吗 先绑着 明天等顾婷来历快解决了 毕竟只有死人不会说话 标形大汉挂掉电话后 又给秦桑于嘴里塞上毛巾 秦桑于失踪的事 很快传遍了整个帝都 会验诚放出消息 谁能提供线索 可获得高额报酬 这个消息已经发布 网友炸开了锅 纷纷寻找线索 A网友查查他的消费记录 看有没有不合乎厂里的消费 B网友找到最后见到他的人 查查监控 B网友回复B网友 你当货总傻呀 有监控能不调出来 C网友排查一下之前跟他有过节的人 半个小时 网友留言近几十万条 过程自然也知道秦桑于失踪了 一开始也没多想 闲来无聊 刷网友评论 呼得有几句话冲击着他的眼睛 和他有过节的人 不不合乎寻常的消费 他突然想到 顾婷今天一早要了一百万 原本以为他只是想去买包买衣服 查了消费记录 才知道他将钱转给了一个叫朱镕海的人 越想越不对劲 立刻命助理查了朱镕海 得到的结果并他两腿发软 朱镕海有多条犯罪前科 前几年刚从牢里出来 顾婷去局子里不仅没有撕过 还结交了些不良人群 顾臣愤怒的砸了一圈桌子 对助理说 去把顾婷叫来 我有话问他 助理有些为难 小姐的脾气你也知道 定不会听我的 顾臣更加愤怒 绑也得把他绑来 不久后 顾婷被绑到顾臣面前 顾婷撕扯着绳子 哥 你绑我干嘛 快给我松开 顾臣恶狠狠的审问顾婷 你是不是让人把秦桑于绑了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顾婷心虚的眼神闪躲 不敢直视顾臣 我的好妹妹啊 你快点交代 这可是要坐牢的 顾臣有些崩溃 是又怎么样 我得不到的男人 他也别想得到 顾婷不依不饶的说 顾臣变得哽咽 自己相依为命的好妹妹 居然为了个男人 干出违法犯罪的事 你快告诉我 他在哪 现在救了他 你可以少盼几年 顾婷似乎有了些动摇 我也不知道他们把秦桑于绑到哪里了 明天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顿了顿 接着说 他们说只能我一个人去 好 你现在去警察局自首 明天你再去把人换回来 说着顾臣将顾婷送去警察局 需要能减轻罪行 霍燕成收到消息 立即赶去警察局 得知是顾婷干的 连想把他杀的心都有了 这个女人一而在 再而三的挑战她的底线 现在竟然算计到小丫头头上 第二天下午 顾婷收到朱镕海发来的定位 让她一个人去 看了下距离 开车应该要三四个小时车程 霍燕成等不了那么久 多等一分钟 小丫头就多一份危险 于是她叫来她的私人直升机 将顾婷和众人送过去 为了不打草惊蛇 直升机远远地停在一公里外 顾婷一个人先过去 顾婷缓缓走向小木屋 小木屋内依旧是几个标形大汉 他们所谓的老大没有现身 秦桑宇已经接近24小时滴水未进 利米未沾 饿得前胸 贴后背 嘴唇发白 狼狈极了 顾婷提着一袋纸币 到了小木屋门口 不远处埋伏着警察 这里又都是彪肥体壮的大汉 顾婷临微不断 对着几个大汉娇声说 钱拿来了 人交给我吧 标形大汉记着他们老大说过 等顾婷来了 将两个人一并解决 可迟迟未见老大现身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假模假样的收下顾婷的钱 带顾婷进门后 将她锁起来 几个人在门外看守 屋内 顾婷看着被绑在柱子上的秦桑宇 看着她狼狈不堪的模样 心里别提有多爽了 顾婷并没有给秦桑宇取下口中的毛巾 她抬起手 抵住秦桑宇下盒 迅速抬起来 口中嚷嚷着 秦小姐可真会装 明明满是心机 却在燕城哥哥面前 装出一副倾存无辜的模样 怪不得燕城哥哥被你迷得团团转 此时的秦桑宇根本没力气跟她抗争 虚弱不堪的地任由她摆布 顾婷满脸怒气地冰着秦桑宇 怎么 被我说中了 话都不敢说 秦桑宇 妈蛋 我被毛巾堵住嘴 怎么说话 你是信号信号吗 顾婷看了眼桌子上的水果刀 又看了眼秦桑宇 反正都是要坐牢 不如将事情做得更狠些 她拿起水果刀 站在秦桑宇面前晃了晃 秦桑宇瞪大了双双眸 这女人是疯了 不会今天就要命丧于此吧 几秒后 顾婷在她腿上划了两道 疼得她喉咙里发出哼唧声 划完两道还不解气 又在她胳膊上划了两道 看着秦桑宇恐惧的眼眸 更加放肆地挑衅 燕城哥哥不是喜欢你吗 我帮你测试测试 她是不是真心 如果我给你漂亮的脸蛋上划上一刀 看她还要不要你 话落 顾婷拿起水果刀 准备滑下去 秦桑宇惊恐地闭上双眼 下一秒 一帮人冲了进来 顾婷没有停下她的动作 继续向秦桑宇脸上刺去 一秒后 秦桑宇没有被刺到 脸上被一个温暖的大手挡住了 秦桑宇缓缓睁开眼眸 是鹿岩 她手臂上滴答着鲜血 鹿岩抬起另一只手 将女孩口中的毛巾取下来 然后试图解开女孩手腕上的绳子 秦桑宇看着鹿岩手上 不断滴答着的鲜血 哽咽了 哥哥 你快去处理一下伤口 鹿岩依旧温柔地说 这么多年 我不在你身边 现在就想为你做点什么 另一旁 霍燕成夺去固挺手中的水果刀 将她交给警察后 急匆匆过来帮秦桑宇解开绳子 秦桑宇眼泪夺眶而出 扑进霍燕成怀里 眼泪打湿了她的西装外套 霍燕成满是心疼地抱着女孩 暖暖地说 丫头对不起 我来晚了 话落将女孩抱起来 走到一旁小木床边上坐下来 叫来女医生 为她处理伤口 由于伤口在大腿上 必须脱下外面的裤子 才能处理 霍燕成将众人赶出去 脱下女孩外面的裤子 再让医生给她处理伤口 门外 林诺看到鹿岩手上的伤口 心疼地点下眼泪 让医生给她处理伤口 秦桑宇将头埋在霍燕成胸旁 眼眶中满是泪水 蝙蝠处碰到伤口的那一秒 强烈的刺痛感 让女孩身体不自觉颤抖 霍燕成轻轻拍打她的后背 温柔地安抚着 宝宝乖 忍一忍 上药的女医生呆愣了一秒 想不到威风凛凛的首夫 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对自家孩子真是宠溺 医生处理完伤口 抬眸看了霍燕成 低缓地说 幸好天冷了 秦小姐穿得比较厚 伤口不是很深 这几天按时上药 不要碰水 霍燕成虽是帮秦桑鱼处理过伤口 但还是认真地听着 生怕遗漏什么重要的信息 医生叮嘱完后 霍燕成温柔地询问秦桑鱼 宝宝 我帮你穿上裤子 帮你回家歇着好不好 秦桑鱼眉头紧锁 摇了摇头 带着哭腔喃喃道 不要 好疼 还未走出小木屋的女医生顿了顿 转眸对霍燕成说 秦小姐伤成这样 尽量不要移动 否则会延长伤口愈合时间 只怕她疼的时间更长 话落 医生出了门 秦桑鱼埋在霍燕成怀里 在她西装上蹭了蹭自己的眼泪 根本没听进去医生说的话 天课后 秦桑鱼用小手指了指 自己的肚子 懦懦地说 我好饿 好渴 他们都不给我饭吃 霍燕成看了女孩这般模样 心疼极了 抬手为她擦擦眼泪 起身将秦桑鱼放在小木床上 脱掉自己西装外套 轻轻披在她腿上 陈生说 宝宝 我出去一下 你乖乖在这等着 小家伙 现在没有穿外面的裤子 可不能让别的男人看见 秦桑鱼伤口剧烈的疼痛 没办法思考 有些气恼 她都伤成这样了 还把她丢在这儿 呜呜呜呜 或燕成走出小木屋 取了来十倍好的饭盒 回到小木屋 将秦桑鱼抱到怀里 一勺一勺给她喂饭 不知是饿得太久 还是伤得太重 导致女孩有点反胃 霍燕成给她喂了两勺 又被她吐了出来 刚好吐在霍燕成衬衫上 她虽有严重洁癖 但这一刻 她没有生气 耐心的拿起纸巾 帮秦桑鱼擦二擦嘴角 温柔的说 宝宝乖点 把饭咽下去 不然晚上会胃疼 秦桑鱼迷迷糊糊的 按她说的做 乖乖的咽下去 喂完饭 将她放到小木床上 自己出门 吩咐流林去 取放在直升机里的备用被褥 她有严重的洁癖 所以车里和直升机里 都放着干净的被褥 以方便出差住酒店用 林沫闻声跑出来 轻声问霍燕成 舅舅 你们晚上要住这吗 霍燕成嗡了一声 林沫顿了顿 那你要跟她住一间吗 方便照顾她 霍燕成不知道 这小丫头骗子 在打什么主意 垂眸泥了一眼林沫 林沫急忙摆手说 我没别的意思 陆老师也受伤了 她又不放心她妹妹 要待在这儿 如果你还有多余的被褥给我们 刚好旁边还有个小木屋 我陪着她 霍燕成勃然变色 有多余的被褥 不过鹿丹独住可以 你回去 林沫不依不饶 拽着霍燕成的衣袖 可是她受伤了 我得照顾她 霍燕成念不改色 不行 你还小 大晚上和男人同住一屋 传出去让别人怎么想 林沫垂头喃喃的说了声 好吧 又低声嘟闹了一句 我好姐妹就不小嘛 你还要跟她睡一起 真双标 你在那嘟囔什么呢 林沫心虚的回应 没 没什么 我现在就跟他们回去 你给陆老师送条被子就好 话落 林沫转身离开 不久后 刘特助送来被褥 分别给了霍燕成和陆燕 霍燕成抱着被揉回到小木屋 放在一边 伸手抱起秦桑鱼 将她放在一旁 自己铺好被褥 再将她抱回被窝里 秦桑鱼躺在被窝里 伤口疼得意识不清 小嘴囊囊着 穿外套不舒服 你帮我脱掉 霍燕成身体僵了一秒 小家伙意识不清时 竟然是这副模样 起身缓缓帮她脱掉外套 垂眸低声问秦桑鱼 宝宝 我可以和你睡一个被窝吗 又怕秦桑鱼觉得她涂抹不轨 赶紧补充了一句 你伤得这么严重 我得留下来照顾你 晚上外面太冷 只有被窝里暖和 秦桑鱼有气无力的嗡了一声 霍燕成脱掉刚才被秦桑鱼弄脏的衬衫 又脱下西装裤 里面还剩下一条打底长裤 书弟钻进被窝 将女孩受伤的腿搭在自己腿上 轻轻拉过被子 为她盖好 即便是这样 还是擦到了女孩腿上的伤口 秦桑鱼皱紧眉头 嘴里哼起了几声 将头埋进霍燕成温暖的胸旁 她迷迷呼呼 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感觉到这里很温暖 很好闻 让她很安心 霍燕成垂眸看着自己怀里的小人 不由得心疼 轻轻在她背上拍拍 没事了 不怕 几秒后 秦桑鱼两只腿不安分的圈在她腿上 而且圈得很紧 嘴里还小声嘟囔着 我就知道 小猫猫永远都会陪着我 不会离开我 霍燕成顿了顿 她口中的小猫猫 是一个猫猫毛龙公仔 她还是婴儿时 她妈妈送给她的 在她八岁时 父母离开了她 之后的每天晚上 都要抱着她的小猫猫 有一次 见她的小猫猫脏了 让钱管家拿去洗 她哭闹了一个晚上 所以 霍燕成清理了 所有跟她过去有关的事物 唯独将小猫猫还留着 放在她床头 她每天晚上会习惯性的抱着小猫猫 霍燕成垂下头 轻轻在女孩耳边说 宝宝 我以后做你的小猫猫 好不好 一直陪着你 除非我死了 否则 不会离开你 不知她是不是听到了 无意识的哼戒了一下 此刻 另一个小木屋 林墨偷偷推开门 溜了进去 露燕看到林墨 愣了一秒 你怎么没回去 哥哥伤这么重 我当然得留下来照顾你啊 况且他们都走了 大晚上的更深路重 你也不忍心我睡外面吧 话落钻进露燕怀里 不给她反应的机会 你 这样不好 露燕被林墨的主动吓到了 林墨娇声娇气说 我就抱着哥哥睡 什么也不做 露燕叹了口气 女孩这么投怀送抱 会被男人欺负的 最终 她还是败了给了林墨 抬手将林墨往自己怀里紧了紧 小声在她耳边说 晚安 你朋友 听到这句话 林墨哪还能睡着 激动的心脏剧烈起伏着 所以 她承认了她 秦桑渝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中 她和霍燕城有了孩子 露燕和林墨有了孩子 露燕的孩子告诉小朋友们 她的姑姑和舅老爷在一起了 她和霍燕城的孩子告诉小朋友们 她的舅舅和表姐在一起了 小朋友们都在嘲笑他们两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梦 秦桑渝缓缓睁开朦胧的睡眼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映入眼帘的是男的胸肌 她吓了一跳 猛的抬手推开面前的男人 奈何力气太小 推不动 梳地头顶传来霍燕城的声音 宝宝 别闹 再睡会儿 秦桑渝缓缓缓抬眸 看了眼男人 真的是霍燕城 刚刚她好像叫她宝宝 还说这么肉麻的话 一时间她不知是喜还是悲 反正时间还早 那就再睡会儿 秦桑渝默默地埋进她胸膛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身边已经空了 只听到小屋外面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几分钟后 霍燕城带着几个饭盒进来 抬眸看着秦桑渝已经醒来 走到小床边 坐下来 温柔地问 伤口还疼吗 秦桑渝没有感受到疼痛 想着 这么快就好了 揭开被子准备看看自己腿上的伤口 竟发现自己 没有 穿裤子 所以昨晚 他就这样在霍先生怀里睡觉 还有清晨听见他叫她宝宝 好羞耻塞 秦桑渝脸蛋睡觉红得像刚煮熟的瞎子 将被子盖过头顶 逃避现实 霍燕城看到女孩一系列举动 以为她又不舒服了 轻轻揭开女孩 蒙在头顶的被子 轻声问 怎么了 很难受吗 秦桑渝犹豫了片刻 拉着背脚捂住脸蛋 只露出两只大眼珠子 骆骆地问 我早上听见你叫我宝宝 霍燕城愣了愣神 看小家伙的举动 应该是被那两个字把她吓到了 思考片刻 淡淡地开口 你不就是小丫头 小宝宝吗 大人 不是都这样叫自己家小孩吗 秦桑渝松了口气 看来是自己多想了 霍先生只是把她当孩子 过了会儿 她脑袋里才想起 昨天她腿受伤了 只能脱下裤子 让医生处理伤口 所以晚上会没穿裤子 在霍先生怀里 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 霍燕城看着发呆的女孩 低声问 想什么呢 该吃早饭了 以前吃饭 大多是霍燕城抱着喂饭 现在她胳膊伤了 更没有理由让她自己吃饭 霍燕城轻轻将她揽入怀 生怕碰到伤口 一勺一勺的喂饭 秦桑渝明知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但还是很享受这种感觉 被关爱的感觉 吃完早饭 霍燕城拿起药膏 准备给她上药 坐在床边 将女孩一条腿放在自己腿上 另一条腿搭拉在床边 秦桑渝梳得一下脸红了 毕竟她下半身只穿了个小妹妹 这个动作极其容易走光 赶紧拉开被子挡住 又低声懦懦的说 你不许看 霍燕城没理解她在说什么 看什么 几秒后她才反应过来 不由的冷笑一声 抬起一只手捏了捏她的脸蛋 低声说 还挺乖 还知道身上不能给男人看 听到她说的话 秦桑渝又气优秀 嘟起唇 霍燕城顿了顿 接着说 在我面前 你不用这么遮挡 毕竟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 你身上什么地方我没见过 秦桑渝更气了 冷冷哼了一声 转过头不再理会霍燕城 霍燕城又笑了 小家伙这么不惊斗 垂眸轻轻为她擦药 死 秦桑渝疼得呲牙咧嘴 可她也没办法 不擦药伤口就没法愈合 只能默默地帮她每一个伤口擦上药膏 最后一个伤口擦完药 女孩实在忍不住了 眼泪喷涌而出 霍燕城将她放在被窝里 轻轻为她盖上被子 看着女孩流下的泪水 很揪心的难受 听闻亲吻可以缓解疼痛 她想试一试 霍燕城的俊脸附了下来 薄唇缓缓地稳住女孩眼角的湿润 低声说 乖不哭了 秦桑渝瞬间收起自己的泪水 呆愣了几秒 霍燕城居然吻了她 眼角吻也算是吻 虽然不是第一次 可这是她第一次光明正大的吻了她 滚烫的心脏像是要破膛而出 秦桑渝定了定神 终于鼓起勇气问 霍先生 你居然吻了我 霍燕城温柔的一笑 揉了揉她的头发 轻声说 我看别人家小孩哭了 大人亲一下 就不哭了 所以我救世了一下 没想到真有用 所以 又是自己多想了 她一直只把她当小孩 秦桑渝躲在被窝里 懦懦地问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你忘了 医生说伤好之前不能移动 等你伤好了再回去 霍燕城耐心地解释着 不然小家伙会以为她有私心 秦桑渝呼的又想起什么似的 一脸愁容 这几天没上课 辅导员不会寄我旷课吧 学校规定无故旷课几天以上 就会被开除 霍燕城内心 他们敢 学校都是我捐的 我看谁敢开除我老婆 这样说肯定会吓到小家伙 回了回神 陈生说 你放心 我已经帮你请过假了 秦桑渝懦懦地点点头 那就好 看着床上娇美的人儿终于安心地睡着 她也心安神定了 这几天发生的事狠狠刺痛她的心 她好担心别人会伤害她的乖宝宝 还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抬起手 轻轻驼缩着女孩的脑袋 俊脸朝她腹下 吻住了她粉嘟嘟的唇绊 见女孩没有醒 肆无忌惮地加深了这个吻 她像是有魔力般 一天不吻她 就难受得要命 霍燕城走出小木屋 抬眸看到林墨拉扯着陆燕胳膊 像急了刚睡醒的样子 墨眸深邃 足足盯了她半分钟 这小丫头骗子 昨晚肯定和陆燕睡一块了 林墨原本嬉笑的脸眸疏得禁固住 短促间 她又恢复了笑脸 因为她要和霍燕城摊牌 足足准备了一整夜 想了各种理由 说服霍燕城 让她和陆燕在一起 霍燕城定了定神 陈生问 你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林墨鼓足了勇气 宁生回应 没有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陆哥哥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 霍燕城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丫头骗子 怎么能上赶着往男人对窝里钻 林墨冷哼道 怎么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你不是也和我好姐妹睡在一块 霍燕城叹了口气 淡淡的说 这不一样 陆燕淡淡的开口 毕竟没见过几面 所以很客气 我也想问问霍先生 对我妹妹是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女孩子和男人晚上共处一事不太好 那我妹妹 空气突然安静了几秒 她是我老婆 霍燕城悠悠的开口 林墨半信半疑的喊了声 霍燕城解释道 半年前已经领证 她失忆后 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就没告诉她 毕竟面前站着小舅子 不坦诚相待 万一往后她要拆散 她和她的乖乖宝宝怎么办 林墨仿佛吃了大瓜 眼睛瞪得溜圆 自己的好闺蜜竟成了自己的小舅妈 刺激 真刺激 霍燕城解释完 拧了林墨一眼 该你解释了 露言淡淡的说 我会好好戴默默的 请霍先生放心 霍燕城叹了口气 也没再说什么 舅舅 明晚有狮子做流星雨哦 你可以带小舅妈去放松放松 林墨眉开眼笑的说了句 话落 他们走开了 霍燕城迟了片刻后 拿起手机打电话给刘特柱 给你两天时间 造一个天文观景台 明晚要看流星 刘特柱呆愣了一秒 霍总怎么会喜欢这种小女生 才会喜欢的流星 等等 两天时间 难道霍总有女人了 千年老树不开花 现在终于开花了 还得折磨她这个打工人 太难了 拉回思绪 刘特柱接着问 你有没有中意的位置 或者我请专家来鉴定最佳观测点 霍燕城浅浅回应 就在小木屋附近 刘特柱应了声 挂了电话 霍燕城轻轻回到小木屋 看着女孩还在熟睡 浅浅一笑 虽然她很不希望小丫头受伤 生病 但她生病时 乖乖的模样太招人喜欢 什么时候 小丫头才能主动钻进她怀里 主动要亲亲 希望这一天不要等得太久 思索着 霍燕城脱掉鞋子 轻轻拉开被子 躺了下去 将女孩往自己怀里紧了紧 这一刻 她似乎明白了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含义 即便是大白天 也想和她的乖宝宝躺在被窝里 秦桑鱼伤得太重 似乎很失睡 丝毫没有察觉到 身边躺了个人 霍燕城垂眸看着女孩 抬起修长的手指 为她整理了脸庞的碎发 昨天 秦桑鱼太过虚弱 宝蠢是惨白无色的 今日好像恢复了些 宝蠢带些粉粉的色彩 像极了正在开放的花瓣 散发着诱人的清香 霍燕城忍不住俊脸附上来 在她粉嘟嘟的唇半上作了两口 还不过瘾 又作了两口 小家伙太可爱了 怎么亲都亲不够 你还像是感受到什么 书弟皱紧眉头 眼眸紧闭 并没有醒来 粉唇一撅一撅 含含糊糊的开口 不要碰我 霍燕城愣了愣神 小家伙又做噩梦了 抬起手在她背上轻轻拍了拍 逆声说 是我 听到霍燕城的声音 她渐渐松开紧皱的眉头 呼吸均匀的拍打在霍燕城脸上 她又将俊脸附过来 和刚刚不同 深深的稳住女孩的粉唇 直到女孩快要无法呼吸 才不舍得停下动作 离开女孩的薄唇 她呆呆的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酥酥的 麻麻的 小家伙的唇好软 好甜 让她痴迷不已 秦桑宇醒来已是中午 是她软塌塌的肚子 叫醒了她 她饿了 抬眸看到霍燕城那张温暖俊俏的脸 懦懦的问 霍先生 你怎么白天 也睡觉 霍燕城思索了片刻 才悠悠的开口 刚才你像是做噩梦了 哭唧唧的非要抱抱 我只好勉为其难的来抱着你睡 秦桑宇狐疑的看了霍燕城一眼 粉唇一撅一撅 是吗 话落 她起身穿好衣服裤子 腿上的伤口也凝固了 不用力就不会疼 刘特助送来午餐 摆放好位置后默默离开 秦桑宇迫不及待的准备吃饭 可似乎少了什么 她撇过头看了霍燕城一眼 软糯糯的嚷嚷 你不坐过来吗 霍燕城缓缓的坐在餐桌旁 不成想 下一秒 秦桑宇乖乖的坐进她怀里 悠悠的拿起勺子吃饭 霍燕城嘴角上扬 在女孩看不到的地方浅笑了一下 看来第一步已经迈出了 小家伙现在会主动坐进她怀里 那么接下来主动亲亲 应该也快了吧 秦桑宇吃了口糖醋里脊 好吃的不像话 扭了扭自己的肩膀 转眸问霍燕城 咦,是换了厨子吗 这个菜好好吃 这两天的饭都是她原本公司里的私人厨师做的 并不是家里的厨子 没想到小家伙更喜欢这个厨子 霍燕城宠溺的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嗯,你喜欢的话 我把它调到家里 顿了顿 接着说 丫头,抱着你我都没办法吃饭 要不你喂我一口 秦桑宇伸手准备去拿另一个干净的勺子 却被霍燕城捉住了她的小手 听到头顶的男生 就用你的勺子 多用一个勺子还得洗 多麻烦 他是嫌麻烦吗 他是想跟他的乖宝宝用同一个勺子 随意乱说了个理由试图说服他 可是 你不是有洁癖吗 上次顾婷给你夹菜 你都把碗里的菜倒掉了 秦桑宇懦懦的说着 霍燕城眉眼淑地皱起 别提那个女人 提起她就来气 把你伤成这个样子 不提 不提 秦桑宇嘴里嘟囔着 不忘拿起自己的勺子 咬点糖醋里脊 乖乖喂到霍燕城嘴里 霍燕城平时不喜欢吃这种 过于甜腻的食物 但这一刻 他甜了甜唇 真的好甜 没眼带笑 轻轻捏了一把秦桑宇 圆嘟嘟的脸蛋 秦桑宇乖乖坐在霍燕城怀里 看着电脑上的设计稿 粉唇不自觉地 一蹶一蹶地嘟囔着 不愧是大神的作品 我在学几十年 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霍燕城宠溺地 揉了揉女孩顺滑的头发 将下巴放在她的肩膀 轻轻蹭了蹭 听声说 宝宝年龄还小 有大把时间去学习提升 以后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 秦桑宇浅浅一笑 小声喃喃道 我都没有信心 霍燕城笑了笑 没有回应 圈在女孩腰间的大手 不自觉摸了摸她的肚子 身体一颤 细嫩冰凉的触感 似乎有一股电流穿过心房 早上不是给她喂过饭吗 怎么还是软塌塌的 看来小家伙还在长身体 新陈代谢比较快 霍燕城转眸问女孩 宝宝 你饿不饿 秦桑宇抬眸狐疑地盯了霍燕城一秒 现在距离吃早餐才过去两个小时而已 不过 好像真有点饿了 秦桑宇懦懦地回应 有点饿 记得之前霍燕城说过 一日三餐要按时吃 其他时间不可以吃东西 上次半夜偷吃东西 还遇到色狼 霍燕城抬手捏了你女孩 圆嘟嘟的小脸 医生说 我让琉璃去买点小零食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秦桑宇思考了片刻 小声喃喃道 我想吃冰淇淋 可以吗 霍燕城眉心一压 将温热的大手穿过衣服 放在女孩的肚子上摸了摸 语气变得严厉 大冬天的 肚子这么凉 还要吃冰淇淋 吃坏了可是要打针的 秦桑宇身体微微一愣 不想放弃 他知道撒娇最有用 书得转过身 胯坐在霍燕城大腿上 细嫩的胳膊 还住他的脖子 懦唧唧的撒娇 可是我好想吃 就吃这一次好不好吗 一瞬间嗓子像是被人放了火 又干又痒 小家伙又在无意识的撩火 懦眸垂下 看着女孩娇滴滴的模样 像挤了一颗让人垂涎欲滴的樱桃 好想把它一口吃下去 秦桑宇见霍燕城没有回应 缓缓将粉唇凑到他耳边 懦唧唧的说 好不好吗 女孩温热的气息 在他耳边拍打 惹得他心里痒痒 全身血液瞬间涌上头顶 心中的欲望 似乎已经无法压制 他翻过身将女孩压到身下 眼眸中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好想在这里把它绊了 秦桑宇被霍燕城 突如其来的举动下了一愣 堵起腮帮子 小声喃喃道 不就想吃冰淇淋吗 至于这么凶吗 你像是要把我吃了 霍燕城冷笑一声 是想把他吃了 但不是这个吃 但自己的举动 吓到小家伙了 他强压着内心的冲动 起身做好 又将秦桑宇揽入怀中 陈生说 什么口味的 秦桑宇书弟眉眼盈盈 轻声回应 香草味 霍燕城拨通了刘特助电话 让他去买零食和冰淇淋 十几分钟后 刘灵提着大袋子 小袋子去往总裁办公室 其他同事都瞪直了眼 议论纷纷 同事 哎 霍总什么时候喜欢吃这些垃圾食品了 同事 B 你们知道吗 孙秘书休产假了 霍总身边今天来的小姑娘 特别漂亮 同事C 这小姑娘该不会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法 引起霍总注意 给霍总买零食 她怎么可能吃 总裁办公室里 刘灵放下东西后食相的离开 秦桑宇美滋滋的接过冰淇淋和零食 拆开冰淇淋盒子 咬了一勺 缓缓放进嘴里 太好吃了 秦桑宇雀悦的晃动着肩膀 已表示对冰淇淋的喜爱 女孩又咬了一勺 凑到霍燕成唇角 懦懦地说 好好吃的 你尝一口 霍燕成推脱了 我不喜欢吃甜食 你自己吃就好 女孩没有放弃 不依不饶地撒娇 你就尝一口嘛 霍燕成依然没有动作 但又怕自己不吃 小家伙会不开心 还是尝一口吧 秦桑宇已经不开心了 不吃算了 我自己吃 将拿着勺子的手往回缩了一些 抬眸往前去吃冰淇淋 不料霍燕成的薄唇也凑上前来 一瞬间 女孩的粉唇碰到了男人的薄唇 秦桑宇瞪大了双眸 身体僵了几秒 没有丝毫动作 他们俩亲上了 霍燕成倒是没有犹豫 梳了一下将头抬起来 离开了他的粉唇 他只是为了吃那一勺冰淇淋 不小心亲到了小家伙 但也难免有些心虚 虽然已经亲过好多次 在小家伙眼里 这可是他的初吻 低声结结巴巴的说 我只是想吃那勺冰淇淋 没想到你会凑过来 霍燕成紧张的将墨眸撇到一边 不敢看女孩 秦桑宇也知道只是巧合 他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只是亲了一下 也不能算初吻吧 他垂眸 没有说话 继续吃冰淇淋 这一次 他咬了一大勺 直接放进嘴里 本想享受甜丝丝的味道 却一口吃的太多 被冷到了 身体不自觉打了个寒颤 他想吐出来 可以想到他有洁癖 如果吐出来 又要挨揍 硬生生寒在嘴里 从粉唇一直冷到喉咙 他不自觉的张开粉唇 呼吸空气中的温热气息 为自己取暖 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依然很冷 他喃喃道 好冰啊 慧艳成看了女孩 字牙咧嘴的模样 他梳了一下 将俊脸覆下来 薄唇堵住了女孩的粉唇 帮女孩融化嘴里的冰冷 直到感受到女孩粉唇变得温热 才抬眸缓缓离开她的粉唇 秦桑鱼又一次愣住了 今天不止第一次亲亲没了 连这儿八经的初吻也没了 都被他夺去了 他还没来得及质问 慧艳成 就听到他温柔细腻的声音 还冷吗 秦桑鱼结结巴巴的回应 不 不冷了 慧艳成面不改色的回应 慢点吃 我又不和你抢 秦桑鱼有些气恼 初吻就这么莫名其妙没了 他也不解释一下 他双手抱胸 嘟起腮帮子 表现出很不高兴的表情 慧艳成将揽着女孩的大手紧了紧 他似乎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还是没有勇气说出真相 看着秦桑鱼气嘟嘟的模样 将自己的下巴放在他软嫩的肩膀上 嘀声说 宝宝 我只是怕你太冷 给你暖暖而已 没有其他意思 秦桑鱼一瞬间眼泪涌了出来 哽咽着说 你太过分了 我的初吻就这样没了 慧艳成的心仿佛被扎了一下 紧紧接个吻 小家伙就这般生气 他是真的对他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这么多天的接触 小家伙明明已经主动跟他睡一个被窝了 人以为他们的感情在往好的一面发展 可今天看来 小家伙这么抗拒 没有一丁点喜欢他 一直以来都只是对家人的依赖 霍艳成不肯放弃 秦桑说 那我怎么做 宝宝还能不生气 秦桑鱼停住了哭泣 他哭不是因为霍艳成吻了他 而是吻了他之后没有要负责任 可能在他们这种人心里 区区初吻不算什么 自己继续闹下去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 不如就让事情这样过去吧 片刻后 秦桑鱼懦懦的开口了 初吻很重要的 作为交换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霍艳成一瞬间眼里似乎有了光 陈生问 什么事 秦桑鱼搭来着脑袋 悠悠的说 我还没想好 先欠着 以后我想到了你必须的答应我 霍艳成思考了片刻 浅浅说 其他事只要你说 我都能答应你 但是有两件事不行 秦桑鱼抬眸看了眼霍艳成 明明是自己吃了亏 他还提上要求了 淡淡的问 哪两件事 霍艳成陈生回应 第一件事 不能做伤害你的事 第二件事 你不能离开我 秦桑鱼点了点头 轻笑一声 他怎么可能做伤害自己的事 也不会离开他 因为他喜欢他 看着女孩同意了 霍艳成又得寸进尺的问 宝宝 可不可以让我再亲一下 你随便提交换的要求 秦桑鱼整个人僵住了 没想到他会这么明目张胆 要亲亲 其实他也想再亲亲 但是好害羞啊 他浅浅的点了点头 霍艳成见他同意了 书弟俊脸朝他腹下 对着他软嘟嘟的粉唇吻了下去 秦桑鱼感受到他的唇微凉柔软 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他温热的气息 冲进女孩的鼻腔 让他的一颗心加速跳动着 一时间 似乎有些不可置信 那么严厉 经常打他屁股的霍艳成 现在竟然吻在他的唇上 离他这么近 女孩的脸蛋不自觉红了起来 霍艳成像 急了一只见到美味的大灰狼 不肯放过 近在嘴边的小白兔 深深地吻着 不肯停下来 一分钟后 秦桑鱼大脑中的氧气 仿佛被抽空 变得晕晕乎乎 仿佛下一秒就会窒息 他抬起小手 拍打着霍艳成的胸膛 霍艳成看到女孩激烈的反应 终于停下动作 离开他的粉唇 逆声问 宝宝怎么了 秦桑鱼的脸红得 跟猴屁股一样 娇称道 我喘不上气了 霍艳成浅笑一声 陈生说 我教你 不过这只能算一次 是你打断我的 话落 霍艳成又吻上了秦桑鱼的粉唇 还时不时给他换气的机会 不知吻了多久 他才不舍得离开女孩的粉唇 一脸笑意 以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吻他的小家伙了 不用再趁他睡着 偷偷吻了 秦桑鱼已经羞得想钻地缝 将头埋在他温热的胸膛 不敢出来 霍艳成轻拂女孩的背 凑到他耳边 轻声说 宝宝 再继续下去 你就要窒息了 秦桑鱼 这才缓缓抬起头 依旧害羞得要命 垂下脑袋 霍艳成看了他这副模样 心里乐开了话 闻一下就羞成这样 小家伙要是知道自己 已经被他睡了 那不得羞哭了 霍艳成不依不饶 还想逗逗女孩 他害羞的模样真的太燎火 垂下默眸 在他唇角轻轻一吻 秦桑鱼又羞又恼的嘟囔着 哼 你怎么又亲我 霍艳成面不改色的说 宝宝的小嘴太甜 我忍不住想亲亲 秦桑鱼转过头 不再理他 拿起一旁的小蛋糕 拆开包装 放进嘴里 这样 就不可能再来亲亲了 谁知 霍艳成又凑到他耳边轻声说 宝宝 我也想吃小蛋糕 秦桑鱼拿起另一个小蛋糕 拆开包装 准备喂给他 耳边又传来霍艳成的声音 不吃这个 想吃宝宝嘴边的 话落 霍艳成在女孩 放进嘴边的小蛋糕上咬一口 由于蛋糕太小 不够两个人吃 咬的这一下 两个人唇挨着唇 秦桑鱼呆愣了几秒 才抬手去推货艳成 然而 他已经得逞了 你 秦桑鱼气恼的起身 出了办公室 要是继续待下去 不知道还要被他亲多少次 出了办公室 他被察觉到自己依旧红着脸 旁边的同事看到这一幕 又开始议论纷纷 同事 哎 你们快看 今天新来的小丫头红着脸出来了 同事 B 这是勾引霍总成功了 厉害呀 这么多年头一个 其他勾引过霍总的女人 不是被保安架着出来 就是被骂惨了 哭着出来 秦桑鱼满脑子 都是刚刚亲他的画面 同事说的话一句也没听到 中午 公司的专用厨师做了一桌菜 将菜品摆放完毕 转身走开了 秦桑鱼追上去 反锁了办公室的门 他知道会验诚又要抱着他喂饭 说不定还要趁机亲他 这要是被别人看见的多羞啊 确认门已反锁 他才乖乖坐进货验诚怀里 跟他预想的一样 会验诚一勺一勺的给他喂饭 还时不时在他嘴角亲亲 终于 吃完了午饭 秦桑鱼小声嘟囔着 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你自己 霍燕城垂下莫眸 看了女孩勾起唇角浅浅一笑 逆声回应 宝宝不是也挺享受的吗 怎么还来要求我克制 秦桑鱼害羞的将脑袋埋进他温热的胸膛 自闭中 晚上回到货宅 秦桑鱼打电话给林莫 想跟他聊聊闺蜜间的提及话 秦桑鱼拖着腮帮子 趴在床上 轻声问 莫莫 我有个朋友 他有一个喜欢的男人 那个男人对他又是亲又是宝 但从来不提喜欢他 这是怎么回事 林莫悠悠的回应 你朋友真傻 明显这男人是个渣男 把他当床扮了 秦桑鱼愣了愣神 咬唇道 床扮 那男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 林莫无奈的解释着 当然不喜欢啊 那男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 秦桑鱼伤心的垂下谋 所以或燕城对他 只是为了满足他的私欲 并不喜欢他 秦桑鱼不死心的继续问道 有没有可能那个男人其实是喜欢我朋友 但是有难言之隐呢 林莫淡淡的回应 有可能 你让他试试不就行了 秦桑鱼眼里仿佛有了光 急切的问 怎么是 林莫悠悠的说 很简单 让你朋友穿着暴露点去勾引他 如果他拒绝了 证明他有难言之隐 如果没拒绝 又做了什么 那就是渣男 把他当床扮 秦桑鱼愣了愣神 鸣声问 暴露的 哪一种衣服算暴露的 我没有啊 呀 不小心说漏嘴了 希望林莫没听到 然而林莫并没有反应过来 接着说 实在没有可以穿他的男士衬衫 好 秦桑鱼火急火燎的挂掉电话 趁着霍燕城在泡澡 偷偷潜入他的房间 倒腾着衣柜 找到一件白衬衫 回到自己卧室 穿好后 在镜子面前欣赏一番 挺有料 鼓足了勇气 但心里还有一丝慌张 他不会真的把他当床扮吧 他抬起白嫩的小手 缓缓推开霍燕城的卧室门 扫了一眼 他还没泡完澡 他捏手捏脚的躺进霍燕城的被窝 将被子捂过头顶 有点紧张 先在被子里躲躲 然而 他却不知不觉睡着了 霍燕城泡完澡 掀开被子 看到被窝里娇美的小人 心都要化了 小乖乖今天穿了他的白衬衫 本就遮不住大腿 他还不安分的胡乱扭动身体 衬衫已经被卷到腰间 霍燕城宠溺的笑了笑 躺进被窝里 将女孩往自己怀里懒了懒 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 心里暖暖的 轻轻在女孩额头落下一吻 低声喃喃道 宝宝 睡个好觉 今天夜里 霍燕城很安分 只是紧紧抱着秦桑鱼 没有别的动作 清晨 秦桑鱼睁开心松的眼眸 看着旁边还没醒的男人 叹了口气 自己真不争气 做完那么好的机会 怎么就睡着了 不行 今天必须试试 但他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做 应该是紧紧贴在一块吧 女孩脱掉紧盛的衬衫 缓缓的 轻轻的趴在霍燕城怀里 应该是这样吧 然而 他又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 已不见身边男人影子 秦桑鱼垂眸 这算是拒绝了吗 片刻后 霍燕城回到卧室 宠溺着说 宝宝 晚上睡觉不乖 把自己衣服都蹭掉了 秦桑鱼一时之间有些羞涩 将被子盖过头顶 霍燕城拿来秦桑鱼的衣服 轻轻放在床头 低声温柔的说 宝宝 你的衣服我帮你拿来了 你自己穿 还是我帮你穿 秦桑鱼羞的不成样子 肯定不能让霍燕城帮他穿 多丢人 小声回应道 你转过去 我自己穿 霍燕城勾了勾唇 浅笑一声 又不是没见过 小丫头依然这么害羞 秦桑鱼穿好衣服 站在床上喊了声霍燕城 示意他站过来 待他站到床边后 秦桑鱼懦唧唧的说 接住哦 下一秒 秦桑鱼跳进霍燕城怀里 像个树带熊一样 双腿缠住他健硕的腰 双臂还住他的脖子 又懦唧唧在霍燕城耳边说 我要洗漱 霍燕城怕他掉下来 抬了抬屁股 将他抱到洗漱台前 轻声问 宝宝 今天是要自己洗还是我帮你洗 当然是你帮我洗呀 秦桑鱼懦懦的回应着 霍燕城没想到 小家伙居然会同意自己的要求 在洗漱台上放块毛巾 再将它放到上面 不放毛巾 他的乖宝宝屁股会凉凉 他给脸盆中揭满了水 将女孩的专用兔兔毛巾放进去 进室后 轻轻扭了扭 拿起来帮秦桑鱼擦脸 秦桑鱼粉唇懦懦的哼记着 像挤了一只刚满月的小奶猫 需要人照顾 他浅浅的说 霍先生 有你真好 霍燕城愣了一秒 小家伙是因为自己太懒 有他帮忙擦脸刷牙 才觉得他真好 他假装随口一问 那宝宝喜欢我吗 秦桑鱼没有丝毫犹豫 懦懦的回应 喜欢 又抬起自己的腮帮子 往前够了够 轻轻吻上霍燕城的宝唇 霍燕城胸膛的心脏 似乎要破膛而出 剧烈的跳动个不停 小家伙喜欢上他了 可下一秒 秦桑鱼悠悠的说出 是对家人的喜欢 他的心情一下子 从最高点下降到低端 其实 秦桑鱼是真的喜欢他 但他没有勇气 没有把握 他不知道霍燕城 只是把他当小孩 或者喜欢他 一切都没弄明白之前 不能表明自己的心意 不然两个人会变得尴尬 霍燕城压制住低落的情绪 继续帮女孩刷牙 洗漱完毕将他放下来 又抱着他去喂早餐 他真的想把他的乖宝宝宠成废物 可不能这么做 他的乖宝宝还有远大的理想 他要做一名出色的设计师 他不想一直活在他制造的温室里 不管小家伙有什么理想 什么愿望 他都会帮他实现 爱他入股 吃完早餐 霍燕城将女孩抱上车 揽入怀中 去往公司 一日霍燕城出去半点公事 将秦桑宇一个人留在总裁办公室 他出去之前已经让刘特住买好零食 蛋糕 水果 以防乖宝宝 一个人待着无聊 总裁办里面还有个豪华的卧室 他如果学习累了 可以进去休息 秦桑宇乖乖地待在里面 今天早上出门前 自己还化了个粉嫩清新的妆容 上午十点 行政部总监领晚来 总裁办汇报工作 推门进来 看到坐在总裁专用座椅的秦桑宇 还在霍燕城办公桌上吃着零食 心里想着 霍总有洁癖 这哪来的野丫头 敢这么放肆 林婉在霍室待了这么多年 从霍燕城创业开始就在这工作 暗恋了霍燕城十年 可他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自己也不敢表露心意 不然可能工作不保 秦桑宇不知是设计图看得认真 还是吃零食吃得太认真 并没发现进来了个人 林婉恶狠狠地对着秦桑宇说 刚来的野丫头就敢做霍总的专用座椅 谁给你的权利 秦桑宇身体微微一颤 抬眸看了一眼满脸利器的女人 莫名其妙 秦桑宇内心 我不仅做她的专用座椅 我还睡她的床呢 你管得着吗 林婉见秦桑宇没有回应 开始不依不饶 一个实习的野丫头都敢这么放肆 我找人是不开了你 秦桑宇淡淡地回应 你去呀 慢走 不送 林婉被气得炸毛 一个小小的实习助理 敢这么跟她说话 不教训一下 不知道天高地厚 打人 她自然不敢 还得从长计议 一小时后 秦桑宇出了总裁办 出来透透气 林婉邪恶一笑 拿起咖啡杯 假装不经意地 泼在秦桑宇的裙子上 秦桑宇在霍燕城面前 是甜甜的小奶猫 在别人面前可不是 她虽是被突如其来的 动作下的身体一颤 下一秒 她抬起白嫩的小手 狠狠地落在林婉脸上 啪一声 引来所有同事注意 秦桑宇娇喝道 这位阿姨 不知道我哪招惹到你 让你对我这么不满 居然要用咖啡泼我 林婉没想到 一个小野丫头 居然敢还她一巴掌 她抬起手 准备还上去 然而秦桑宇转身回了总裁办 实在没必要跟这种疯女人计较 公司都招了什么人 莫名其妙 秦桑宇裙子被咖啡泼得没办法再穿 她去到总裁办的大卧室 在衣柜里寻找了半天 只有获艳成的衣服 她挑选了一个白色衬衫 拿起来去了浴室 洗完澡 身上全是获艳成香香的沐浴露尾 怪不得她被窝那么香 由于是冬天 室内暖气十足 没有丝毫冷气 底下穿着光腿神器和安全短裤 上身则是刚刚找到的衬衫 衬衫刚好到她大腿中间 该遮的都遮住了 她用毛巾擦干头发 继续拿吹风即吹干 整理好穿着后 秦桑鱼继续坐进霍艳成的专用座椅 仿佛刚才的是没发生一样 下午 霍艳成才办完事 回到总裁办 抬眸看见女孩身上穿着自己的衬衫 浅浅一笑 小家伙又在玩什么花样 秦桑鱼看到霍艳成 一瞬间眼底阴晕着一层雾色 眼泪滴滴答答的流下来 霍艳成心颤了一下 自己就半天没在 小家伙这是怎么了 她上前去用修长的手为女孩擦泪 温柔的问 宝宝怎么哭了 秦桑鱼哽咽的说不出话 她起身从座椅上下来 拽了拽霍艳成衣角 示意她坐上去 霍艳成淡淡的坐下 下一秒 秦桑鱼跨坐在她大腿上 双臂缓住她脖子 将脑袋埋在她颈窝 蹭着自己的泪水 霍艳成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垂眸温柔的问 宝宝是有人欺负你了 秦桑鱼的性格她是知道的 在外人面前就是一个小霸王 对天对的谁都不怕 只有在她怀里才毫无顾忌地展示柔弱的一面 片刻后 秦桑鱼才悠悠地开口 刚才有个疯女人骂我 还泼我咖啡 霍艳成俊脸变得阴冷 谁这么大胆敢这么对小家伙 活腻了 霍艳成耐心地问 宝宝 你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吗 不知道 霍艳成定了定神 让前台播报一声 今天白天去过总裁办的人 现在速速去总裁办 林婉顶着脸上的巴掌印 唇角上扬 内心估摸着 霍总应该要为她出气 教训那个野丫头 看来她在霍艳成身边默默待了这么多年 她都是记在心上的 她洋洋洒洒地去了总裁办 推开门 台墨一看 让她大跌眼界 林婉看到上午打她一巴掌的野丫头 居然穿着霍艳成的衬衫 跨坐在她喜欢了十年的霍艳成怀里 头还埋在她脖梗间 真不要脸 想尚未想疯了吗 这么着急勾引霍总 霍艳成还未开口 林婉先开了口 这新来的野丫头这么不知好歹 你不知道霍总有洁癖吗 她最讨厌跟女人接触 你怎么敢 秦桑鱼愣了一秒 原来是秦迪呀 那就好办了 她抬眸 缓缓稳住霍艳成的薄唇 轻轻挨了一下还不过瘾 又深深地吻下去 气死那个坏女人 哼 离这么远 秦桑鱼仿佛听见有人心碎的声音 半分钟后 秦桑鱼离开了霍艳成的宝唇 趴在她怀里 阴阴的嘟囔 老公 这个女人刚刚欺负我 她故意这么叫的 为的就是气那个疯女人 霍艳成身体僵住了 她没听错吧 她的乖宝宝叫她老公 胸膛中起伏着不知名的跳动 这一刻仿佛在做梦般 林婉也惊呆了 她还是不肯罢休地说 没听说过霍总结婚了 你居然敢乱叫 霍艳成此刻心里全是她 思绪回到上次在酒吧旁边的酒店 小家伙的迷醉了眼神 和其的过程 不自觉的耳根泛红 此刻她想把小家伙 摁进怀里再来一次 既然都叫了老公 那不得做点老公该做的事 然而 此刻她应该先解决面前这个 欺负乖宝宝的女人 霍艳成定了定神 言语中带着怒气 你今天用咖啡泼了小丫头一身 林婉浅浅的点了点头 片刻后开口 她还打了我一巴掌 霍总 你要为我做主啊 不能被一个想上位的野丫头给你霍了 霍艳成冷笑一声 居然说小家伙想上位 可笑 她巴不得小家伙有那个心思呢 浅浅说 怎么 你欺负我老婆 还让我为你做主 秦桑宇愣了愣神 霍艳成管她叫老婆 下一秒 又垂下谋 可能是因为刚才她叫了老公 她只不过想给她的台阶下 林婉愣愣住了 从来不碰女人的霍总居然有了老婆 看来自己一点机会都没了 她任命般的开始道歉 霍总 我错了 看在我工作了十年兢兢业业 不要辞退我 霍艳成揉了揉秦桑宇的脑袋 轻声问 宝宝 你原谅她吗 秦桑宇转眸看了一眼林婉 现在的样子可怜兮兮的 哪有上午找她麻烦时 微风凛凛的样子 脸上还顶着她上午 打个手印 想想还是算了 不为难她了 秦桑宇小声嘟囔着 算了吧 我也没有那么小气 既然她道歉了 就原谅她吧 霍艳成垂眸一笑 宝宝真善良 抬手摆了摆 示意临婉出去 秦桑宇见总裁办又没了外人 想起林末之前说的试探 她心机的假装暖气太热 解开了衬衫上面的扣子 用白皙软嫩的鼻头在霍艳成脸上蹭了蹭 下一秒 吻上她冰冷的薄唇 霍艳成没有犹豫 加深了这个吻 秦桑宇吻了好久 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霍艳成一瞬间有些慌乱 小家伙这么撩人 她轻轻推开秦桑宇 小声窃窃说 宝宝 你这么吻下去会出事的 秦桑宇睁开圆溜溜的眼眸 她似乎不太懂霍艳成的意思 但她也乖乖的从她薄唇上离开 转过身 开始学习她的设计图 霍艳成俊脸变得幽暗 哪有撩一半停下不撩了 宝宝太不负责任了 她起身浅浅说了声 宝宝 我去洗个澡 你乖乖待着这儿 转身去了浴室 秦桑宇狐疑的看了霍艳成一眼 大白天的洗什么澡 是刚才她亲了她 被嫌弃了吗 秦桑宇看了会设计图后 她困了 她起身走进总裁办的大卧室 反锁了卧室门 缓缓躺进柔软的被窝 这都半个小时了 还没洗完 男人洗澡不是都挺快的吗 她静静的躺在床上 准备入睡 环境都安静了下来 渐渐的 浅浅的 她仿佛听见霍艳成在浴室里喊她的名字 声音很小 很轻 但被她听到了 如果她要喊她 也会是大声喊 怎么可能这么小声 应该是她这几天上班太辛苦 累的都有幻觉了 她闭上双眸 睡了过去 霍艳成出了浴室 看到床上卷起衬衫边的女孩 白皙软嫩的两条长腿放在被子上 小家伙似乎嫌她所谓的光腿神气太热 也脱掉了 放在床边 霍艳成浅笑一声 看来 她的澡又白皙了 她缓缓地躺到秦桑鱼身边 将她揽入怀中 低声有雌性地说 宝宝 怎么这么喜欢睡觉 秦桑鱼睡得很沉 没有听到霍艳成说的话 梦里 她和霍艳成在酒店 她小声喃喃地问 你要做什么 霍艳成脱口而出 你说 我要做什么 秦桑鱼羞红了脸 下一秒 霍艳成将她压到身下 吻上了她的粉唇 霍 嗯 霍艳成垂眸看了眼正在熟睡的秦桑鱼 表情丰富 还在喃喃自语 但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呼得她呼吸有些急促 小脸红了起来 霍艳成轻轻摸了摸女孩的额头 没发烧 应该是梦眼了 她抬手准备叫醒秦桑鱼 不料 下一秒 小家伙将圆嘟嘟的小脸凑了过来 深深地稳住了她冰凉的薄唇 然后 小手巴巴地脱自己的衣服 霍艳成见女孩这么主动 一时之间 眼里充满浴火 轻轻地翻身 将她压在身下 三个小时后 秦桑鱼缓缓睁开睡眼 正要为刚才做的梦害羞时 却发现自己躺在大床被子上 身上位着寸鱼 一时间内心要羞到崩溃 希望她没看到 她缓缓地穿上衣服 奇怪 腿怎么有点疼 跟那天在酒店一样 有着莫名的疼痛感 整理好衣服 她出了大卧室 此刻已是傍晚 外面的同事都走完了 只有总裁半衣就亮着灯 她抬眸看了一眼 霍艳成正坐在电脑前 看着文件 秦桑鱼小声喃喃地说 我睡得太久了 霍艳成赚眸苗栗眼 小家伙有几分娇羞 秦桑鱼试探性地问 你刚才洗完澡 就出来办公了吗 有没有看到什么 霍艳成勾了勾唇 小家伙又不知道 她浅浅地回应 是啊 我一直坐在这儿等你睡醒 宝宝小脸这么红 是做什么梦了吗 秦桑鱼羞耻地垂下脑袋 确实做了梦 做了个大胆的梦 她忍着大腿不知名的疼痛感 缓缓地坐进霍艳成怀里 意犹未尽般吻上她的宝唇 霍艳成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浅浅地在她耳边说 小蝉猫 片刻后 她起身 抱起秦桑鱼 轻声说 宝宝该回家了 秦桑鱼永远不知道 自己的善良中会害了她 上次是顾婷 这次则是零晚 一日 清晨秦桑鱼前脚刚踏进公司 便听到同事议论纷纷 什么什么女人上位 床上功夫好 她听不太清 缓缓去了总裁办 看到坐在办公桌前 已经开始工作状态的霍艳成 一脸欣喜 果然 男人认真的样子 最好看 一身黑色条纹西装 一副金丝矿眼镜 深邃的眼眸 端坐在电脑前 一丝不苟地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秦桑鱼像急了一只 见到美味的小狼仔 性匆匆跑去 跨坐在她怀里 小嘴巴巴地嘟囔着 要亲亲 霍艳成垂眸亲了小丫头一口 抬眸 准备看文件 又听到怀里的小人哼哼唧唧地要亲亲 她揉了揉秦桑鱼的小脑袋 吃过肉肉的小白兔 摇身仪变成了小狼仔 热情起来 她都受不住 霍艳成浅浅地说 宝宝 再亲两下 你乖乖去学习 秦桑鱼一瞬间不开心了 嘟起粉唇 气恼地撇过头 霍艳成勾了勾唇 浅浅一笑 好好好 宝宝想怎么亲 就怎么亲 不许生气了 秦桑鱼转眸弯了弯眉 收起她的小獠牙 吻上她冰冷的薄唇 霍艳成抬起修长的大手 刮了刮她白皙的鼻梁 宠溺地说 真是个小打击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想做 秦桑鱼将粉嘟嘟的小脸 埋进她颈窝 蹭了蹭 哼哼唧唧了几声 从她怀里下来 自己不能做霍国殃民的苏打击 她还得工作 呼得刘特柱推开门进来了 霍艳成瞥了一眼刘特柱 陈生说 你都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 怎么还会犯这种不敲门就进来的低级错误 刘特柱一脸慌张 霍总 大事不好 现在外面都在传情小姐 刘特柱停顿了 下面的话不敢说 霍艳成眉头紧簇 有关于乖宝宝的事 他都很着急 传她什么 刘特柱愣了愣神 轻声说 我不敢说 霍艳成急切地问 传她什么 你快说啊 我不怪你 刘特柱抬眸了一眼秦桑鱼 结结巴巴的回应 他们说 秦小姐床上功夫了得 想从您这上位 霍艳成松了口气 冷声 我以为什么呢 这种谣言我一会 去澄清就行了 刘特柱若有所思 咽了咽口水 接着说 还有呢 他们说 秦小姐在其他男人那也功夫了吧 说她跟好多男人睡过 还有照片 霍艳成俊脸一瞬间冷了下来 眼神似乎能杀人 刘特柱哆哆嗦嗦地将手机放在霍艳成面前 小声结结巴巴地说 这 这是照片 霍艳成垂眸瞥了一眼 照片里是秦桑鱼的脸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床上 为了寸语 不过好像有点不对 秦桑鱼战战兢兢地凑到霍艳成怀里 看了眼照片 整个人被吓蒙了 泪水夺矿而出 小手有些抖 埋进霍艳成怀里 哽咽着说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过那种事 那个男人我都不认识 你相信我好不好 霍艳成强忍着愤怒 抬起大手轻轻揉了揉女孩的脑袋 安慰着说 我信你 你乖乖待在这儿 我去处理这件事 秦桑鱼被吓得身体不自觉抽搐 霍艳成妈撒了几下他的背 温柔的安慰 宝宝 不怕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面对 秦桑鱼依旧抽搐不停 霍艳成想着这样下去 他可能休克 慌忙地从抽屉里拿出他之前治疗抑郁的药物 可能镇定安神 缓缓给他喂下 几分钟后 他睡了过去 霍艳成将女孩抱起 放进大卧室的被窝中 在他唇角落下轻轻一吻 帮他盖好被子 转身出了门 霍艳成命刘特助教来公司所有的律师 他坐在大会议室讲台 怒声道 这些照片是谁传的 站出来 底下一片寂静 没有人说话 这种时候 始作俑者怎么可能承认 霍艳成冷笑一声 不承认是吧 旁边坐着几个顶级黑客 别说是照片IP了 就连那人手机中的所有照片视频 都已经获取到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林婉 这个女人居然跟好几个男人都睡过 还录了视频 霍艳成自然没心思去看那些 他也不想看其他女人 他让技术人员先还原了流传秦桑鱼的那张照片 这种人看到后 开始议论纷纷 同时 哎 我就说嘛 那小姑娘不像那种人 看吧 照片是合成的 同时B 这小姑娘到底得罪了谁 被这么诬陷 同时C 要不是有货总为她洗脱 不然小姑娘该是后半辈子都过不好了 在议论声中 霍艳成又开口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 照片是合成的 并非秦桑鱼本人 如果之后我再听到此类谣言 就请她去牢里踏缝级 众人哑口无言 霍艳成接着说 我在宣布一件事 秦桑鱼是我的合法妻子 并且是我追的她 这么一说 流传秦桑鱼上尉的谣言不攻自破 同事在惊讶的同时 纷纷送上祝福 同事S大声问霍艳成 霍总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其他人在底下小声议论 霍总的颜值加上秦小姐的美貌 生出孩子那得多好看 霍艳成勾了勾蠢 陈生说 她还小 暂时不打算要孩子 霍艳成回了回神 怒声道 我已经猜到这件事是谁做的 我给你半天时间当众道歉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话落 霍艳成走出会议室 台下众人依旧议论纷纷 都在猜测是谁做的 猜着还不过瘾 还做了赌注 林婉的名字出现在赌注桌上 她恶狠狠的将纸片撕碎 回到工位开始瑟瑟发抖 霍艳成口中的不客气是什么意思 抓她入狱 她说的只是猜到 没有确凿证据 应该只是想逼她承认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承认 霍艳成回到总裁办的大卧室 反手锁上门 垂眸看着床上的女孩 眼角满是泪水 抬起细长的大手为她擦泪 下一秒 秦桑宇醒了 她眼底阴晕着一层雾色 哽咽着说 我好害怕 要是这件事解决不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 霍艳成勾了勾唇 轻声说 宝宝 不怕 我已经都解决了 那张图片是合成的 已经在公司澄清了 秦桑宇停止了哭泣 小声喃喃道 真的吗 霍艳成转身躺进被窝 将秦桑宇揽入怀中 用大手点了点她白嫩的鼻头 宠溺的说 宝宝不相信我吗 秦桑宇将眼角的泪水 在她胸膛蹭了蹭 浅浅说 解决了就好 刚刚我要死的心都有了 霍艳成一根修长的手指 堵住她的粉唇 噓 不可以说死字 宝宝死了 那我就从大桥上跳下去殉情 秦桑宇眨了眨眼 一时之间 她有太多问题想问 理了理思绪 浅声道 你怎么那么 肯定照片上的人 不是我 霍艳成抬眸一笑 小家伙的小身板 她再熟悉不过 瞥一眼就知道不是她 她不敢这么说 不然小家伙要骂她流氓了 霍艳成扬了扬眉 沉声说 我相信宝宝啊 秦桑宇又低眸 在她胸膛蹭了蹭 片刻后 她心惊胆战的开口 那你喜欢我吗 这一刻 她怕了 不敢看她 怕听到霍艳成说不 不喜欢 三个字从男人的口中蹦出 秦桑宇愣了一秒 自己又在期待什么 居然那么贪心 想要她喜欢 下一秒 或验诚用大手 抬起她的小下巴 直勾勾盯着女孩 小鹿般的双眸 郑重的说 我爱你 秦桑宇不可置信的 瞪大双眸 就在刚刚秦桑宇 被诬陷的那一刻 她突然觉得 隐瞒事实 只会让小家伙 受到更多非议 今天处理了这个 明天又会有那个 去诬陷她上位 所以无论小家伙 喜不喜欢她 她都要澄清一切 她应该知道真相 秦桑宇还没缓过神 密密麻麻的 稳接踵而来 几分钟后 霍燕成停下动作 起身去办公桌抽屉 取出结婚证 拿到秦桑宇面前 温柔的说 宝宝 你失忆之前 我们已经结婚了 秦桑宇还没从她那句 我爱你中缓过神 又看到结婚证 脑袋里的CPU快烧断了 一时之间 处理这么多爆炸信息 她哆哆嗦嗦 拿起结婚证 看了很久 这一切仿佛做梦般 她和她喜欢的 霍燕成领证了 欣喜冲昏了头脑 眼泪夺眶而出 霍燕成看到她的反应 胸膛微微一颤 宝宝不喜欢她 被她吓到了 她抬起细长的大手 粗力的为秦桑宇擦着眼泪 定了定神 用低雅的嗓音说 宝宝 不哭了 如果你真不喜欢我 我可以跟你去办离婚 只要你能开心 我做什么都行 秦桑宇哭得更厉害了 双臂缓住她的脖子 趴在她肩上 用哭腔说 喜欢 怎么能不喜欢 我才不要离婚 永远都不要 霍燕成松了一口气 将秦桑宇紧紧抱住 她等这一天 等了很久很久 就这样 两个人拥抱了很久很久 待秦桑宇的情绪稳定后 她垂眸浅浅地说 宝宝 之后是不是该改口叫老公了 秦桑宇羞答答地将脑袋 埋在她温热的胸旁 娇称道 老公 我也爱你 秦桑宇白瓷般的小手 巴巴地攥着结婚证 收起眼尾的浅浅的碎光 小鹿般的双眸精亮地 看着红本本 小手妈撒了一下 红本本上的照片 浅声问 照片上的我感觉都不像我 霍燕成脸了脸笑意 沉生 怎么不像了 这不就是我的宝宝吗 秦桑宇眼睫微垂 悠然地回应 那时的我看起来很不开心 结婚这么美好的事 我为什么还丧着脸 霍燕成愣了一秒 神情危僵 思索片刻回应道 那天我惹你生气了 一路你都在和我置气 你看眼眶 那时你才刚哭过 秦桑宇仔细瞄了眼 确实像刚哭过的模样 台某浅声问 你做了什么事让我那么生气 霍燕成沉阴几秒 才开口 语气从容不破 我吃了宝宝最喜欢的小蛋糕 吃完发现 没得卖了 宝宝就一直生气 秦桑宇抿了抿唇 虽还有些质疑 没接着问 霍燕成察觉到 秦桑宇内心的质疑 随即吻上他的粉唇 不给他发问的机会 吻了几分钟后 停下来 垂眸看到怀里的女孩 圆嘟嘟的小脸上 染上一丝烟红 他勾了勾唇 沉声 宝宝 不是说好要叫老公的吗 怎么又不乖了 秦桑宇羞答答的将脑袋埋进他胸膛 蹭了蹭 娇称道 我害羞 霍燕成眼尾微微微上挑 轻声 宝宝要亲亲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羞 在我怀里蹭掉自己衣服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害羞 秦桑宇被他说得羞得不敢抬头 片刻后 他平复了情绪 缓缓抬眸 白皙软淡的脸颊微微鼓起来 靠近霍燕成冰冷的薄唇 轻轻作了一口 娇滴滴的叫了声 老公 霍燕成满心欢喜 乖宝宝太娇太撩 这谁能顶得住啊 胸膛涌起一丝不明的跳动 他平了平心绪 可似乎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霍燕成翻过身将他压在身下 勾了勾唇 沉声 既然宝宝叫了老公 那我是不是得做点老公该做的事 秦桑宇咬了咬唇 眼睫微垂 轻声问 什么事 霍燕成脸眸从容不破 做了你就知道了 秦桑宇还没来得及反应 密密麻麻的吻落在他粉唇上 脸颊上 脖梗上 女孩眼睫微颤 小脚缩了缩 神情有些紧张 轻声哼唧着 不要 老公不要 霍燕成停下动作 抬眸瞄了一眼秦桑宇 他眉头紧皱 原本的音音笑脸也沉了下来 是自己太心急了 乖宝宝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丫头 哪能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事 还得适应一段时间 他缓缓起身 比了理自己衬衫领口 细腻的说 宝宝 是我的错 瞎坏宝宝了 秦桑宇转过身去 蜷缩成一小团 小嘴巴巴的轻横了声 他在生气 霍燕成将头伸到他脸蛋旁边 瞄了一眼 他嘟着粉唇 不理会自己 霍燕成轻声解释着 宝宝 我错了 我太喜欢宝宝了 才会 秦桑宇将慈白的小手捂住耳朵 轻声道 我不听 我不听 你分明是耍流氓 霍燕成笑了声 宝宝怎么这么可爱 这么单纯 看来以后做坏事还得偷偷的 以前偷偷亲亲 后来偷偷 虽然有点禽兽 但他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呀 霍燕成抬起细长的大手 捏了捏女孩圆嘟嘟的脸蛋 好软 他只是早一点行使了 作为丈夫的权利而已 他缓缓地出了大卧室 去办公桌上处理公务 这几天 乖宝宝一直缠着他 都没时间工作 秦桑宇一个人蜷缩在床上 确认霍燕成已经出去 将脑袋埋进被子里 眼尾带着一丝笑意 他安心地 闻着被窝里带着霍燕成身上的味道 将粉嘟嘟的小脸 在被子上蹭了蹭 霍燕成处理了几份合同后 垂下眼睫 看了眼手上的腕表 唇角勾起 留给林婉的时间不多了 他还没公开道歉 那就不客气了 他抬手拨通了刘特柱的电话 沉声道 我给你几个手机号 你打过去 就说是公司活动 林婉中了台宝马 让他一块来领 电话那头 刘特柱不太明白 霍燕成的用意 轻声问 这几个男的都叫来 还有林婉什么时候中了台汽车 有这种活动 霍总怎么不告诉我 我这几年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霍总怎么 霍燕成无奈打断了他 废话真多 按我说的做 其他别问 哦 霍燕成勾了勾唇 好戏要开场了 到了霍燕成定好的时间 林婉还是没有公开道歉 霍燕成随即通知刘特柱 宣布公司召开全体会议 所有同事去大会议室集合 当然那几个男人也到了 并排坐在最前排 他们等着领奖 等着见林婉 当林婉走进会议室 瞪大双眸 他同事交往的三个男朋友 竟同事出现在会议室 一时之间身体僵住 面部猙獰 幸好 几个男人没注意到他 他用手挡着脸颊 迅速坐到会议室后排 此刻霍燕成来到大卧室 轻声唤了声 宝宝 带你看场好戏 秦桑宇书弟从被窝中探出小脑袋 眼尾带笑 浅浅地问 什么好戏 霍燕成坐到床边 抬起细长的大手 拍了拍女孩的屁股 沉声 宝宝起来 穿好衣服 秦桑宇垂下眼睫 瞄了一眼自己的上衣 肩膀部分的衣服掉到胳膊中间 好羞 怪不得让他穿好衣服 他整理了一下自己衣裙 穿上鞋子 轻声说 走吧 老公 霍燕成的大手 紧紧牵着他细嫩的小手 去了会议室 不过 安排现场的人 并不知道他要坐台下 所以给他们两人 只安排了一个座位 霍燕成勾了勾唇 浅浅一笑 坐了下去 伸出长臂一把 将秦桑宇揽入怀 双手环在他胶软的小腰上 舒立身后 传来一阵唧嘘声 彭氏 A 哇哇哇 总裁和小娇七秀恩爱了 同是B 晚上做梦 有素材了 这两人太配了 同是C 所死这对CP 赶紧生猴子好吗 霍燕成听到了 心里欢喜至极 又紧了紧抱着 秦桑宇的双手 此刻 他让黑客把林婉的视频 传给了他几个男朋友 下一秒 几个男人黑着脸 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打了起来 林婉看到这一幕 坐在角落瑟瑟发抖 其中一个男人气急败坏 将手机连上显示屏 按了开关 大屏幕出现不可描述的画面 众人惊掉下巴 霍燕成迅速捂住秦桑宇的双眸 他原本只是想让几个男人 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 来质问林婉 没想到男人将事情做得这么绝 居然投放到大屏幕里 他也吓了一跳 轻声在秦桑宇耳边说 乖 小孩不能看 听话 自己捂住耳朵 秦桑宇90斤的体重 有89斤反骨 他不仅不捂自己耳朵 还用小手试图掰开霍燕成的大手 霍燕成一时之间有些生气 乖宝宝越来越不听话了 他拿开大手 沉声 看吧 看得够 秦桑宇瞄了一眼大屏幕 一个未惊人士的小丫头 看了一眼就开始反胃 恶心 他转眸趴进霍燕成怀里 轻声说 老公 快走 好恶心啊 我想吐 霍燕成冷笑一声 将女孩抱起走出了会议室 女孩站在洗漱台前 一直干呕 霍燕成冷声道 我说宝宝不能看 你非要看 秦桑宇嘟起腮帮子 气恼的说 我以为是什么打架视频 谁知道 霍燕成抬起大手 点了点女孩的鼻头 宠溺着说 你呀 片刻后 秦桑宇平复了情绪 也不再反胃 缓缓抬眸 看着霍燕成 浅浅的问 老公 我们也要做那么恶心的事吗 霍燕成愣了一秒 揉了揉女孩顺滑的头发 轻声 如果宝宝觉得恶心 可以不做 大不了等乖宝宝睡着后 偷偷的 秦桑宇一瞬间有些感动 都说男人挂在墙上才老实 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他抬眸 白皙软淡的脸颊 微微鼓起来 蜻蜓点水的吻了霍燕成一下 没眼带笑的说 老公 你真好 霍燕成将他抱起 坐在办公桌旁 几分钟后 刘特柱敲了敲总裁办的大门 进来 刘特柱一脸兴奋 霍总 林婉招了 他承认了是他做的合成照片 污蔑秦小姐 霍燕成满意的点了点头 接着问 那几个男人呢 刘特柱回应 当然是送进局子了 在公司打架斗殴 还传播不良视频 顿了顿 接着说 林婉也送进去了 恶意诋毁造谣 侵犯肖像权 霍燕成淡淡的点了点头 终于事情落下帷幕 晚上 霍燕成牵着秦桑鱼的小手 悠悠的走在街边 秦桑鱼看着街边 坐满人的烧烤摊位 懦懦的说 老公 我想吃路边摊 那不干不净 宝宝吃了会肚子疼 秦桑鱼娇嘀滴的 扯了扯霍燕成的衣角 老公 可是我好想吃 你就陪我一次好吗 最终 他还是屈服了 乖宝宝都撒娇了 他能不同意吗 秦桑鱼悠悠的点着菜 麻辣小龙虾 火爆鱿鱼 烤面筋 烤肠 炖了炖又问 你们这烤肠是粗的 还是细的那种 我喜欢吃粗的那种有肉 霍燕成喝了口水 一下枪住 咳嗽个不停 乖宝宝怎么这么乌 秦桑鱼用小手 轻轻拍着霍燕成的背 焦急的问 老公你怎么了 喝个水都能呛到 我没事 店员在一边淡淡的回应 店里只有细的那种淀粉肠 小姐你还要吗 那算了 霍燕成唇角勾了勾 幸好乖宝宝 不喜欢吃牛羊肉 不然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问羊鞭是什么 这怎么解释 老公 你不点吗 霍燕成浅浅一笑 宝宝刚才点了那么多 都能吃完吗 秦桑鱼笑脸盈盈的回应 应该可以吧 霍燕成知道 乖宝宝的饭量 估计吃不了多少 本着不浪费粮食的原则 一会儿还是吃他剩下的吧 上了菜 秦桑鱼垂下脑袋 吃得津津有味 霍燕成贴了眼一旁的一次性手套 默默戴上 将小龙虾肉都掰出来 放在干净的小碗里 自己一口没吃 抬眸看了眼秦桑鱼 吃鱿鱼吃的小脸上 全是油渍 他抽了两张纸 轻轻帮他擦干净 秦桑鱼嬉笑了两声 霍燕成包完虾肉 轻轻放在女孩面前 沉生 宝宝 可以吃了 秦桑鱼看着这么多虾 只有肉没有咳 一瞬间两眼放光 老公 爱你哟 他用白嫩的小手 将虾肉拿起沾了点汤汁色 进霍燕成嘴里 老公 你包的 你先尝尝好吃吗 秦桑鱼的口味比较重 所以点得加麻加辣的 霍燕成不太能吃辣 一块虾肉入口 瞬间味蕾刺激的爆炸 他垂眸看着秦桑鱼 一脸期待的模样 硬生生咽了下去 表情猙獰了一秒钟 不好吃吗 老公怎这个表情 霍燕成勉强勾了勾唇 宝宝喂的 怎么会不好吃 秦桑鱼扬唇一笑 又垂眸吃东西 果然 到最后还剩了些没吃完 霍燕成默默地吃他剩下的 吃完烧烤 霍燕成揉了揉味 有些不舒服 但他还是牵着秦桑鱼 慢慢悠悠往回走 街道上 有正在吵架的年轻小情侣 有六七十依然相濡以沫的老夫妻 霍燕成抬起修长的大手 轻轻揉了揉秦桑鱼的头发 低声说道 宝宝 我们不会吵架吧 秦桑鱼笑颜如花斑 你这么疼我 我怎么会和你吵架呢 思索片刻 嘟起粉唇接着说 除非老公又要打我屁体 我就会生气 我哪次是无缘无故打你的 还不是宝宝不乖 不是去酒吧 就是看年轻小帅哥 秦桑鱼狐疑的看了霍燕成一眼 你说露嘴了吧 上次你明明说是因为我上课睡觉 现在又说是看小帅哥 你当时吃醋了 对不对 霍燕成弯了弯眉 浅生 对 你老公没有魅力吗 你当着我的面看小帅哥还有理了 秦桑鱼悠悠的回应 老公当然有魅力 晚上可不可以让我默默伏击 霍燕成抬起修长的指腹点了点 女孩白嫩的鼻头 真是个小蝉猫 不仅喜欢亲亲 现在还是缠我身子了 秦桑鱼笑脸盈盈的说 就摸摸腹肌而已 不算缠身子吧 在一旁走着的路人 低声气气一论 现在的年轻人 真放得开 在街道上居然说这种话 霍燕成听到了 揽住秦桑鱼的小腰 低声道 宝宝不休吗 你看都被人听到了 秦桑鱼休了 将脑袋埋进霍燕成胸膛 懦懦的说 老公 我没脸见人了 你抱回去吧 好 霍燕成转身 伸出肠臂 将女孩低息抱起来 秦桑鱼娇嘲嘀嘀的说 老公 不是这样抱 这样是抱小孩的 你要公主抱 霍燕成回应道 你不就是个小孩吗 我上大学时 你才上小学二年级 谁知道这么多年以后 你这小丫头 会成为我的老婆 老公 这离家里还有一公里 你能抱得动吗 霍燕成勾了勾唇 宝宝在质疑我的体力 看来回家得给宝宝证你一下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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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